一辆白色轿车缓缓停入划定的车位 自车上下来一位白色披肩的紫衣女子 苏暖看着眼前的庄园回忆涌上了心头 她终于还是回到了这个林家 偌大的庄园内 宾客纷纷散于各处 苏暖想起了曾经的人和事 听说林轩已经和秦真结婚了 一旁正在闲聊的林尿 突然瞥见了苏暖 忙提醒了林轩 林轩见人便嘱咐苏暖 让其将秦真带进大堂 自己则去应付这个妹妹 转身便抬声叫了苏暖 二人之间的对话虽然看似没有波澜 却引起了众人的围观 也引起了众人对于苏暖身份的猜测 林轩不想将事情闹大 提议二人进入大堂去聊 苏暖却回头 瞧向了庄园的大门 说自己要等等自己的丈夫 却在听见苏暖结婚了以后 大胆吃惊 随后思考了一下 又决定进入大堂 林轩从善如流地回复着 不过自觉苏暖找不到更好多男人 也就作罢 苏暖一进入宴会厅 就看见了人群中鹤立鸡群的秦真 他刚想躲开秦真的视线 不料却被秦真叫住 刚刚打了个招呼 便被一旁的林瑶带走 带去了林母的面前 林母一看 苏暖就讥讽出声 但还是向宾客介绍了苏暖的身份 那个一年前离开林家的孙女 林瑶在此时惊呼出声 他认出了苏暖所带的首饰 是MH空想系列 他认为苏暖没有那个能力 带上这样的首饰 林瑶虽再三反驳 但苏暖不想再生事 表示自己这套首饰都是水钻 林母见此便假模假样地 让林瑶将艾滋珠宝拿出 将其赠予苏暖 并用非原配的耳环 讽刺苏暖和她的母亲 于是为了林家的脸面 苏暖摘下了自己的首饰 林瑶却十分舍不得 见林轩挽着秦真走来 便向其告状 并在众目睽睽下说 苏暖只是个私生女 秦真文言不悦 林轩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的脸色 林瑶受尽委屈终于爆发 一把便夺过了苏暖的手镯 大声呵斥 苏暖丢了所有人的面子 此时一辆白色卡燕驶入庄园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贵气的男人 一只肃尽白皙的手 也在此时推开了宴会厅的门 大声喊了一句 暖暖 一位绿发的女子抱住了苏暖 苏暖看清了来人 认出了这是她的好友米勒 米勒向苏暖表达了自己的思念 但林瑶见此场景 心生不悦 暗语真会装柔弱 随即米勒便踩着高跟鞋 上前扇了林瑶一个巴掌 林瑶扶着脸委屈落泪 米勒却是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开口道 打你怎么了 愚蠢的女人 是你姐姐抢了暖暖的男人在先 她才是受害者 你还有脸在这指责暖暖 打你都是轻的 林瑶不占礼 只能哭着向林母告状 林瑶见此 只得稀释宁人 劝暖暖让米勒不要再闹了 今天毕竟是爷爷的生日 宾客看见不好 苏暖忍耐良久 此事终于忍不住爆发 而林瑶对米勒的污蔑 更让他愤怒 他出声为自己和朋友要个公道 并威胁他们 如果再无理取闹 便将此事交给爷爷来处理 几人并未被苏暖吓到 反而更加得理不饶人 斥责苏暖没有家教 扬言要将苏暖赶出宴席 林瑶更是直接将苏暖推倒在地 众人接二连三地出去声 让苏暖趴在地上 不敢抬起头 只能暗自想着阿白 兵客们都在猜测他的身份 他却镜子走向了苏暖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男子开口 苏暖一下就扑进乔白的怀里 乔白耐心地安抚了苏暖几下 细心为他揉了揉脚踝 一旁的林母 忍不住问起了男人的身份 男人冷峻地眼眸寒光一闪 告知来人 自己是苏暖的丈夫 并结问起林母他们 对苏暖的所作所为 乔白不经意地一瞥 就看见了林瑶手中的手镯 林瑶刚想打招呼 乔白却只顾着要回那条手镯 突然大门打开 一道年迈的身影 逆光而战 林瑶上前 就想代替爷爷身边的家仆 扶着爷爷走进场内 却被爷爷一把拍下 爷爷用苍老但雄浑的声音 震住了全场 随即让众人前去内庭等候 苏暖看着爷爷苍白的头发 忍不住内心泛起波澜 手却被乔白拉过 二人一起走出了艳厅 看见二人夫妻和睦 林瑶和林瑶 付匪良久 内庭中 爷爷拄着拐端坐在沙发上 一句接着一句地 问着众人当时的情况 林瑶因为先前听过林瑶的劝告 哭着跪在爷爷身前 将一切的罪责 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口是心非地说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此时 爷爷仿佛突然瞧见了苏暖 面色从严肃转变成了慈爱 冲苏暖摆了摆手 示意苏暖上前 爷孙二人想要好好叙叙旧 苏暖闻言 也跪在爷爷的身前 想要反省自己当年的错误 爷爷并未在意这些旁的事情 只说着回来就好 就让苏暖起身 苏暖却突然冲着爷爷行大礼 忏悔着自己的不孝 此时 乔白带着礼物 也跪在了爷爷的身前 苏暖向爷爷介绍起了乔白的身份 这是他的丈夫 乔白说着贺词 献上了贺礼 爷爷面色不再严肃 虽然笑着 接受了乔白的心意 并让管家拿下去 但却并没有承认 乔白是苏暖的丈夫这个身份 米勒此时也上前向爷爷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一旁一直跪着的林瑶 见状刚想起身 却被爷爷一声喝止 林母扶着林瑶的肩膀 向老爷子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米勒也在同时与林母一句话 接着一句话地吵了起来 林瑶终于装不下去 自己懂事的样子 也与米勒争吵了起来 林母却以家事为由 让米勒不要多管闲事 乔白见状 冷静地将米勒挡在身后 点名了自己作为苏暖的丈夫 有权利向林瑶要回苏暖的手势 并威胁其此举动 已经涉嫌犯罪 爷爷拿着拐杖 狠狠点地发出巨大声响 命令林瑶将手势归还 林瑶心有不甘 一把将手镯抛出 手镯落在地上发出叮铃声 喊着苏暖 根本就不姓林 根本就不是林家人 老爷子稳立案前 一句句驳斥着林瑶 刚刚牛头不对马嘴的埋怨 刚想宣布 自己内心犹豫良久的决定 一阵推门声响起 一位身着白色西装的修长男人 靠门而立 冲大家打着招呼 白衣男子毫不在意 此时场内剑拔弩张的气氛 开口就想向爷爷要人 乔白转身就看见了白衣男子 二人眼神交汇 刹那间仿佛肃尽千言万语 白衣男子像是没看见乔白的眼神 弯眸从乔白身边走过 米勒像是找到了救星一般 轻声细语对苏暖说 满暖咱们不怕了 苏暖却只觉得来人眼熟 却并不记得是哪家的公子 老爷子并没有因为白衣男子的打扰 而产生不满的情绪 反而耐心地问着陆小公子 要寻什么人 陆海生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谦逊地和爷爷说叫自己海生便好 若是让陆老爷子听见 林爷爷喊自己陆小公子 怕是要将自己的腿打断 苏暖此时听见了陆海生的名字 不由惊讶 原来这就是人称 智色无双的陆海生 虽然看起来 他就像是个顽固子弟 乔白注意到 苏暖用探究的眼神 一直看着陆海生 忍不住心生醋意 双手遮过苏暖的眼睛 略带霸道地和苏暖说 满暖 你注视那小子的时间太长了 苏暖俏皮一笑 将乔白的手拿开 称赞乔白长得比陆海生帅气 夫妻二人达成一致 米勒见此场景也随声附和 苏暖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 执着陆海生就问米勒 他是不是特意来找米勒的 米勒表示肯定后 便被陆海生从一旁拉过 捧起脸 仔细检查了米勒的脸以后 全场寻找打伤了米勒的人 林老爷子也注意了过来 也出声 想要为米勒讨回公道 米勒并未被打 但是接受了陆海生的眼神 示意以后 顺势向他讲出了自己内心的委屈 陆海生也演技卓越的 想要找林老爷子要个交代 林老爷子并未含糊 开口便让林瑶道歉 林瑶内心委屈 林母为其辩护 将地上的首饰 递给苏暖 试图稀释宁人 用爱字的珍珠宝来当做借口 苏暖婉言谢绝 讲明虽然这个手镯是水货 但却是丈夫送给他的首饰 他十分珍惜 陆海生在仔细端向了首饰后 语出惊人 这套首饰居然是空想系列的出版 林瑶文言内心一惊 开口便向乔白求证 乔白虽然知道 这套是真的出版 但是碍于形式不好向其开口 于是将矛头转移到了陆海生的头上 陆海生听见一旁的议论 虽然内心参了乔白一军 但是还是就着话口说 这套首饰是自己送给苏暖的 苏暖疑惑 林瑶二人素不相识 陆海生却要送自己这样贵重的礼物 乔白在一侧音侧侧地说 大概是因为米勒小姐拜托陆先生 将首饰送来 陆海生看见了乔白的眼色 懒过话头 说自己才是那个送礼的人 陆海生汗流加倍 内心祈祷乔白 不要再惹出什么其他的事端 苏暖更加疑惑 这套首饰的来源 和自己所知的不一样 他将米勒拉到一边 问他关于首饰的具体事情 但是米勒自己也不知道 苏暖内心的疑惑更甚 随即对乔白和陆海生的关系 产生到了质疑 林老爷子看见一切尘埃落定 出来主持大局 并吩咐一会儿的宴会 让苏暖坐在自己的旁边 林轩提醒林老爷子 苏暖应该是和孙贝一桌 但是林老爷子和苏暖 都没有理会他 林母直言 苏暖是个外人 但林老爷子一锤定音 说苏暖就是自己的亲孙女 如果有谁再胡说 以后就不能再进林家的门 苏暖和乔白交换了一个眼神 就随着爷爷走了 秦真在一旁默不作声 苏暖明明曾经属于他 此刻却被另一个男人抢走 这个男人甚至认识 来自燕京的陆海生 秦真对乔白的身份再次作疑 洁白的月亮挂在夜幕之上 宴会厅内功仇交错 秦真起身举杯 作为林家长孙女婿 向各位前来给林老爷子 贺售的宾客表示感谢 放下酒杯后 秦真撇向了一旁的乔白 内心暗自瞧不起 这位连酒都不会喝的妹夫 忍不住开口讥讽 爷爷留下了苏暖 倒是冷落了 乔白文言并未不悦 表示爷爷高兴就好 而秦真问起乔白的姓名 乔白也如数告知 秦真突然抬起酒杯 壮似不经意地 用一种宣誓主权的态度 感谢乔白对苏暖的照顾 乔白毫不示弱 用最温柔的语气反驳了秦真 表明苏暖是自己的妻子 作为姐夫的秦真 对苏暖的关心倒是过多了一些 乔白品了一口红酒 异常便讲出了红酒的品牌与唇度 秦真对此感到好奇 刚想询问乔白的职业 就被一旁前来敬酒的陆海生打扰 二人虽在外人面前是初次相识 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和谐氛围 随即陆海生便换了桌 换到了乔白的身边 秦真忙给陆海生倒酒 但陆海生一喝便出口 嘲讽了酒的品质 乔白安熟地回对 陆绍你是来拆我台的吧 桌上其余几人都震惊于乔白的话语 想要看着乔白出丑 不料陆海生并未生气 反而反问就自己刚刚帮了苏暖这一点 乔白也该谢谢自己 乔白文言欣然接受与陆海生对着共鸣 众人看见眼前的一幕 纷纷感到不可置信 另一边苏暖扑进乔白的怀中 表示两人应该一同去给爷爷敬酒 乔白温柔地将苏暖揽入怀中 看着苏暖微醺的脸庞浅笑打去 秦真望着这一幕后 曹牙紧咬 众人议论纷纷但是却因乔白的衣装而低估了乔白 旁观者清的陆海生此时则好心提示他们说话小心点 不然哪天得罪了阎王都不知道 秦真见陆海生似乎心生不悦 安前马后的招待着陆海生生怕自己这个做孙女许的失职 但是陆海生并未理会 转头便走了 林老爷子在收到众人的祝福后 内心十分愉快 并同时宣布了苏暖是自己的孙女 告知在场的宾客 苏暖是因为跟了母亲的姓氏才姓苏 林家对不起苏暖和他的妈妈 苏暖是他林耀天的亲孙女 苏暖十分惊诧 为什么林老爷子会在寿宴上公布自己的身份 随即林老爷子宣布的事情更是震惊了在场众人 他决定将林氏集团10%的股份转送到苏暖的名下 此言一出众人哗然 而林家几位的希望也都落空 此举相当于苏暖拥有了林氏集团股东会上一锤定音的决定权 林母见状出生阻止 林老爷子并未理会 自顾自地回了房间休息 只留下秦真照顾在场的宾客 走廊外 苏暖拦住爷爷似是希望他收回成命 林老爷子却不想多说 看着出现在苏暖旁边的乔白 招呼他去书房聊天 而苏暖则被一边的女佣带走 二人相谈甚久 直到乔白精神昂扬地从书房内走出 才算结束 林轩在此时出现在走廊上 身着粉色旗袍递给乔白一碗醒酒茶 乔白直言拒绝 没想到林轩却已在一旁的桌子边搔首梦姿 林轩卖力地散发着自己的魅力 但乔白不为所动 只是提醒林轩添冷 记得多穿衣服 就离开回到了苏暖在的客房 苏暖梦中睡得并不踏实 整个人蜷缩在床的一角 听见乔白回来的声音 一股变露爬起来 看见此时刚刚睡醒的苏暖 乔白心中一动 却还是关了灯庸人入怀 虽然乔白已经回到了苏暖的身边 但苏暖还是担心 爷爷是否有刁难他 乔白轻声安抚了苏暖 告诉苏暖爷爷 只是担心他对苏暖不好 威胁了他一下 苏暖听此猛地起身 和他确认 他是否答应了林老爷子什么约定 因为林家的东西都不是他的 乔白不要因此受到什么牵连 乔白摸了摸他的头发 承诺他明天就带他回云城 顺手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苏暖羞红了脸 却只能看见乔白前去洗澡的背影 洗澡水哗哗的流 苏暖在外面越等越无聊 越等越困 起身刚准备睡觉 就看见了一幅美男初遇图 乔白腰间只为了一条毛巾 便一腿跪在床上 双手捧起苏暖的脸 缓缓吻下 云朗风轻 海风带着一股闲湿气扑面而来 乔白和苏暖终于结束了寿宴之行 回到了云城 海边的小滩 整齐地摆放着各类的海鲜 一个个都放在冰块上保鲜 在盛夏显得格外诱人 苏暖一眼便看见了如此美食 和乔白撒娇 想要吃到他亲手做的鱼 乔白也照单全收 当即便要买了两条大大的鱼 预备回家做给苏暖吃 远方突然传来一声叫喊 苏暖 一个女人穿着一身蓝色比基尼 从海滩走来 傲人的身材 引得无数人的目光注视 她并未与苏暖过多寒暄 反而一双性谋紧盯着乔白 乔白不得不后退半步 躲避她的目光 女人似乎突然感觉到了 空气中的尴尬 这才出声与苏暖搭话 但眼神却始终不离乔白 苏暖感受到了一股 来自情敌的敌意 上前就搂住了乔白的胳膊 宣示主权 乔白此时也看出了苏暖的小心思 不由玩耳 带着苏暖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两人边走边聊着两条鱼的做法 只留软雅一人在原地尴尬 软雅看着乔白离开的背影 内心的龌龊心思再也藏不住 满眼欢喜地直勾勾地瞧着乔白 苏暖感受到了那道强烈的目光 回头刚想提醒 又被乔白揽过回家 公寓内五道精美的菜肴 被摆在了桌上 桌边的女人不停地将筷子 伸向几道菜 一边低呼好辣 一边赞叹乔白的厨艺 乔白看着苏暖吃得心满意足 笑眼弯弯地宣布了 这是苏暖这个月最后的一道酸菜鱼 苏暖虽然感到不满意 但是一听到乔白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好 也就接受了这个安排 伴着纯白餐碟 被水流冲洗的刷刷声 乔白一人站在厨房内洗碗 而苏暖则坐在身后的沙发上 瞧着乔白的背影 幸福地抱怨着 乔白将自己养的都要长胖了 望着乔白忙碌的身影 苏暖回忆起昨日的场景 寿宴第二天 乔白陪着苏暖 一起去拒绝林老爷子的股份赠语 在给爷爷讲明了自己的顾虑以后 爷爷哈哈大笑 让苏暖放心 苏暖只享受股份的红利 并没有任何决策的权利 也就是说 苏暖现在拥有了巨额的财产 伺及此 苏暖突然出声 对正在洗碗的乔白说 我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吧 在苏暖看不见的地方 乔白正在认真洗碗的手一顿 苏暖的提议 让乔白的动作一顿 但是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波澜 乔白只是愣了一下 就继续来手上的动作 苏暖见乔白并没有回复他的话 以为乔白生气了 忙跑到乔白身边解释 阿白 你别多想 爷爷不是给了我钱吗 所以我才想着买房子的 我不是怪你没买房 乔白听见苏暖的解释 就知道 他又想多了 将花花的水龙头关掉 牵起苏暖的手 双额相抵 告诉苏暖 自己只是在想自己的存款 够不够两人以后孩子的奶粉钱 苏暖文言红了脸颊 忙说自己还小 却被乔白反驳 说他已经了32岁 苏暖也已经25了 再过几年 自己就要变成老头子了 苏暖虽然赞同 但还是及时更正了乔白 哪怕过几年 他也只会成为帅大叔 随后两人就开始讨论起 买下房子的可能性是否够大 如果房东不松口 苏暖不介意乔白出卖色相 第二天 苏暖一上班 就看见了昨日 在海滩边碰上的阮雅 刚打算打招呼 就看见阮雅冷哼了一声 就从自己的身边掠过 苏暖觉得阮雅的态度很奇怪 以前 虽然他也不喜欢自己 但是为了乔白 还是会对自己假惺惺的 不会像现在这样 直接地将自己的态度表现出来 刚一走进办公室 苏暖就发现办公室内的同事们 都突然看向自己 眼神都陌生地不像话 苏暖坠坠不安地回到公卫上 一旁的李姐经过 苏暖看见并叫住了他 递给了他一个盒子 李姐打开后 一对翡翠耳环赫然在目 这是米勒在苏暖临行前 送给苏暖的礼物之一 说是不爱戴 就将东西送人 苏暖也就借花献佛递给了李姐 李姐一看东西 眼睛都直了 问了林暖首饰的真假后 愈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于是便向苏暖求证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李姐感叹 原来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富二代 这句话被一旁的阮雅听见 随即开口嘲讽苏暖 不过就是个私生女罢了 李姐立即反击 说阮雅不过就是酸 是在嫉妒苏暖 是林氏集团的千金 阮雅仍旧揪着苏暖不放 一句句的讥讽 自他嘴中流出 苏暖并不急着按照阮雅的逻辑反驳 反而直击要害 表明因为云成是自己老公乔白的家 所以自己才会回来继续工作 阮雅一听见乔白的名字 就掩齐息鼓 只因侧侧的祝福 苏暖可以笑到最后便离开了 李姐也不多做纠缠 转达了老大希望 苏暖到他那去一趟的消息也走了 苏暖立即收拾东西 来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前 却发现阮雅似乎在里面干着什么 几分钟前 阮雅靠在张总经理的身上 声音娇媚地问着他 为什么蓝天的男装设计案 会安排给苏暖 张总一副色眯眯的眼睛 盯着阮雅裸露的后背 漫不经心地解释说 蓝天的柯柯要求他也知道 不去也没有什么不好 设计要熬夜费身体 如果累坏了他 自己也会心疼啊 阮雅听了回答后 气不打意出来 猛地推开了张总经理的怀抱 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走了出去 只留下张总经理 一人在座位上挽留 苏暖正好在此时 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与怒气汹汹的阮雅相遇 阮雅看见苏暖以后 更加生气 怒哼了一声离开 苏暖不明所以 只能在内心吐槽 阮雅真是脾气大力气也不小 苏暖重新敲响了张总的门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 推门而入 张总忙从座位上起身 欢迎苏暖回归 借机谄媚地询问了 林老爷子的身体情况 奉承地说了句 他可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偶像 楷模啊 苏暖表面看不出来 但是理解了 为什么张总对他这次回来如此热情 不再做过多客套 苏暖直入正题 问起了蓝天的设计方案 张总也将蓝天公司的设计总监 含义的名片给了苏暖 苏暖得到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以后 也离开了办公室 转眼 苏暖就来到了蓝天设计公司分部 只是单单站在公司外 苏暖就惊叹于公司的气势宏大 他微微有点胆怯 拨通了乔白的电话 想要得到些鼓励 但是转念一想 又将电话挂断 决定自己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场景 苏暖一面给自己打气 一面熊啾啾地踏入公司 和前台说明了 自己是微云设计师的身份 以及和韩依的预约后 前台为他指了路 此时 一旁浩荡的人群自拐角处走来 苏暖转头 就看见了乔白站在队伍的前面 和旁边一位身穿卡其色西装的长发男人 相谈甚欢 乔白也在此时看见了苏暖 二人军事一愣 苏暖也道出了心里的疑问 你怎么在这儿 苏暖看见乔白后 内心的紧张不复存在 问乔白为什么今天 也出现在蓝天设计公司 乔白摸了摸苏暖的头发 温柔地说 自己是来这边工作 正好上午有业务在这里 二人夫妻情色和鸣 完全不关注旁边那位长发男子 正站在一旁 好整一霞地看着他们 见二人旁若无人 韩依不得不猛咳两声 苏暖也在此时注意到来人 忙问乔白 这是不是他的同事 乔白无奈地看了眼韩依 例行公事般询问 韩依是不是嗓子不舒服 才在那边咳嗽 韩依见自己终于得到了关注 开口问了苏暖的身份 苏暖听见了乔白对他的称呼 忙和乔依介绍自己 我是苏暖 乔白的妻子 继而想起 自己是以微云设计师的身份 来到的蓝天设计公司 又补充了自己的设计师身份 今天是来和韩总面谈的 听见了苏暖的介绍 韩依忍不住笑出声 原来乔先生的妻子 就是微云此次执掌蓝天男装的主设计师啊 苏小姐 您好 我是蓝天的设计总监 二人伸手向握 苏暖也意识到 这位长发男子 便是自己预约相见的韩依 韩依刚想握着手刻套两句 就被乔白炽热的目光所赐 乔白用眼神施压韩依放手 韩依松手的一瞬间 吐槽了一句乔白气控的小气 转而听见助手 安排好了二人洽谈的工作室 就邀请苏暖进行工作的交接 苏暖不忍放开乔白的手 得知乔白后面没有了工作 希望乔白可以和自己一起去谈 关于男装设计的问题 乔白欣然接受 几小时后 双方的交流十分顺利 也就结束了这次碰面 苏暖与乔白在坐电梯下楼时 看见的辽阔的绕城河 忍不住感叹 乔白私及此 提议将房子买在江边 买一幢别墅 苏暖在得知乔白的具体想法后 开玩笑地说自己将乔白包养 二人幸福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楼上的寒衣 望着两人的背影 想起刚刚聊天时的闲话 思辰 乔白和林家的苏暖 事情真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云城综合商煞苏暖 看见橱窗内琳琅满目 或是可爱的女士内衣 忍不住害羞 忙问乔白 自己是来给他买新衣服的 怎么就来到了内衣区 苏暖刚准备转身离开 乔白大掌就搭在了他的身上 迫使他回身 乔白说 乖 先去给你买两套内衣 苏暖带着点害羞 说 我有内衣 不用再买了 苏暖说完 指着内衣的品牌说 而且 这还是美龄的 一套至少一万多 要买也换一家 乔白从身后抱住苏暖说 暖暖 你值得拥有最好的 随后 又在苏暖的耳边低语 内衣的牌子 当然要最好的 苏暖认为 乔白说的对 出一副富婆的样子 抬脚便进了美龄的店内 服务员看见苏暖和乔白 一副富人的样子 十分热情地上前 欢迎光临 小姐 您需要什么 在店里没有什么人 而且乔白 长得非常帅气 所有的女服务员 都一拥而上 小姐这是今年的爆款 小姐你看这款样式 先生要什么 先生看重什么 苏暖一点娇羞 明明买的人是自己啊 苏暖看着面前 灵芒满目的内衣 不就问乔白说 阿白 都挑花了眼 不知道哪个好啊 乔白摸了摸苏暖的头 说 你去试衣店门口等我 我去给你找 苏暖在他离开前 拽了一下乔白的袖子 问他知不知道他的尺码 乔白让苏暖放心 他日日夜夜的丈量 还是清楚的 片刻后 苏暖坐在沙发上 看着面前的杂志 乔白已经选好了内衣 过来叫苏暖去换上 苏暖打趣道 怎么 乔先生这么快就选好了呀 乔白顺着他的话说 那是自然 为乔夫人做事 要快要好 要用心 二人的交谈 引起了旁边女顾客的羡慕 服务员刚想进去帮苏暖 就被乔白拦在了门外 服务员解释道 先生 我可以去给夫人一些 更专业的建议 帮助他挑选更合适的内衣 乔白说 我不喜欢 他被别人看 女人也不行 苏暖换完内衣出来后 脸颊熏红 原来乔白选到的内衣 真的是尺寸正好的 在苏暖没有看见的时候 乔白就已经把所有内衣截了账 苏暖惊叉道 阿白都买了 乔白点了点头 说 用你的前妇的 小富婆 乔白拉起苏暖的手 就走了出去 苏暖提议道 一起去买西装吧 同时回忆起 刚刚买内衣时候的卡 这卡是自己的那张吗 有些不像呀 苏暖指着牌子上 带有蓝天两字的 衣处里的西装说 这衣服好看 我们去看看 乔白看见蓝天的招牌 一时无语 二人进入店铺 服务员热情地说道 先生 小姐 这边请 这季的网红爆款都在这儿 现在购买99折优惠 特别适合您先生的气质 苏暖心中却有一点不开心 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廉价去来 阿白要是知道 被人看低得多伤心 而且裁剪 面料和设计感 都绝对比不上 模特身上的那件风衣 苏暖回头对服务员说道 等你帮个忙 把橱窗里的那件 灰蓝色风衣取过来 给我先生试穿一下吧 服务员付匪 这女人和他先生看起来 也不是很有钱的样子 这消费能力能有多少 服务员请苏暖和乔白 来到橱窗前 说 这是我们最贵的衣服 想试穿也可以的 请稍等 乔白穿着那件风衣走出来 魅力四射 服务员看见后 也忍不住春心荡漾 先生穿这件衣服 果然还挺合适呢 苏暖也很满意 对服务员说道 衣服我要了 帮我包起来 服务员却有一些尴尬 我姐这衣服 是我们高级会员定制的 不能卖的 哎 我以为你们 只是想着穿 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 也不看看自己 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的人 还真的是什么衣服 都敢试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是几斤几两 苏暖不知道 是谁说话这么难听 转身去看 乔白也沉下了眼睛 服务员赶紧解释道 安小姐 衣服只是给这位先生 是穿一下 那个女人 无视了服务员的话 这衣服 可是我花了大价钱 找名设计师 量身设计的 你买不起 苏暖此时 认出了这个女人的身份 她是总趁着工作机会 骚扰乔白的 那个老板的女儿 乔白也冷淡地说 既然这件衣服 是定制的 我们还是 不要夺人所爱的好 安小姐不依不饶 站住 这衣服让你们穿了 就算是旧的了 就这么离开 也太轻松了吧 苏暖只好问安小姐解决方式 安小姐希望他们 照价赔偿 但是不知道 他们赔不赔得起 乔白对她说 这件衣服 我们会赔给你的 随后 乔白对服务员问 请问 这件衣服多少钱 经理此时也来到了现场 对安小姐赔礼道歉 安小姐 真是抱歉 你有任何的要求 我们都会满足你的 安小姐十分生气 她之前说过自己 今天要来 拿这件衣服 但是被服务员 给放在了橱窗里 服务员问 是否可以用五折销售 来抵消安小姐的怒气 安小姐仍旧不依不饶 那我的衣服 被他们穿了怎么办 乔白并不想搭理她 乔白说 我们说过了 这件衣服我们买下来 安小姐 希望你不要再无理取闹 经理看向乔白 内心也十分慌张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再节外生枝 安小姐不追究 对我们谁都好 此时 韩一从外面走来 刚刚不依不饶的安小姐 十分开心地喊道 韩哥哥 安小姐扑向韩一 韩哥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云城 怎么不告诉荣儿 荣儿去接你啊 经理此时也很奇怪 为什么总监过来了 苏暖也向乔白告状 看来今天安大小姐 是不会罢休的 经理更是在旁边 觉得自己工作不保 乔白却突然搂住苏暖 看向韩一 苏暖安慰乔白道 阿白 你放心 我卡里还有钱 我就不幸砸不死 这个找茬的大小姐 乔白温柔地摸了摸苏暖的头 暖暖 你这么说 像个土豹发户一样 安荣现在也向韩一告状 韩一走过来 苏暖如临大敌 乔白却仍然安慰 苏暖说 不要怕 韩一伸手 苏大设计师真是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苏暖也在和韩一客套 安荣在一边震惊 韩哥哥 你们认识吗 韩一解释说 苏大设计师 是蓝天下 一件男装的主设计师 但是安荣还是希望 韩一为他做主 那件衣服 是他要送人的生日礼物 怎么能拆封呢 韩一音测测地问 这次的失误 是谁造成的 负责人又是谁 经理顶着巨大的压力 和韩一解释 这件衣服造成的损失 应该如何赔偿 他们希望给安小姐 这件衣服打五折 让店员道歉 以此来弥补 对安小姐造成的伤害 但是韩一此时又问 应该如何 给苏小姐进行赔偿 她认为 两个服务员招待不周 决定将他们两个辞退 安荣这事无理取闹 她今天一定要让苏暖 给她道歉 苏暖也不再忍让 拉起乔白的手就想走 安荣不让他们走 苏暖反问他们 是不是想非法拘禁 韩一此时打了圆场 苏小姐想走 蓝天还确实 没人敢拦你的路 至少韩一她自己不会 也不敢 安荣惊讶于韩一说的话 韩哥哥 你怎么帮着他们 韩一此时 却和乔白他们站在一边 安荣十分愤怒 抬手想要打苏暖 却被乔白在空中拦下 安荣手腕吃痛 放下手来一直在揉 乔白说 我从来不对女人动手 但是如果有人伤害暖暖 我绝不姑息 苏暖听见十分感动 从小到大 除了妈妈和爷爷 家里人都欺负我 连我爸爸都不帮我 阿白 你是我认识的 所有人里对我最好的人 晚上回到家以后 苏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看着时尚男装 杂志里有写 传言蓝天的设计总监 生性风流 也没个正经的女朋友 不会是个 苏暖想起 白天寒意对乔白的 寒情默默的眼神 忍不住多想 他可千万不要看上阿白 阿白 我会保护你的 此时他又想到 一件事情 急忙跑去找乔白 阿白 我们今天得罪了安荣 他会不会回去 跟他老爸告状啊 乔白听见了他的担心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你呀你 乔白看见苏暖光着脚 一把 将他抱了起来 都入秋了 怎么还光脚着 会着凉的 苏暖被突然抱起 搂紧了乔白的脖子 和你说正经的呢 你不会真的被开除吧 乔白和苏暖贴贴 不会的 苏暖还是很担心地问 为什么不会 你们老总 不是特别担爱安荣吗 我担心 乔白又反问苏暖 如果真的被赶走了 你不是该高兴 我可以脱离安荣了 苏暖想反驳乔白 他觉得 这么好的工作会很可惜 乔白将苏暖抱到床上放下 跪在他的身前 乔白 你今天晚上想得太多了 我有些不开心了 随后 烟花绚烂 一世已尼 第二天 苏暖从床上醒来 看着满身的红痕 吐槽了一句 该死的阿白 乔白早上做好了早餐 来叫苏暖起床吃早饭 苏暖看见目前的始终显示十点 很震惊 乔白想起昨晚的事情 顺势而为 和苏暖坦白道 乔白如你所想 我被开除了 苏暖眼含热泪 坐在沙发上 和乔白道歉 阿白 对不起 乔白此时正在做着家务 听见这句话 十分好奇 最近男男很乖啊 也没犯错误 苏暖很奇怪 为什么乔白不着急 他工作都没了 乔白又叹了口气 你就这么不相信你老公吗 苏暖忙问 乔白和他解释说 相信我没那么轻易地被开除啊 最迟今天晚上 安时公司就会求我回去的 苏暖疑惑 这是为什么啊 乔白摸了摸他的脸和他说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十点十分 乔白的手机在桌上震动 苏暖提醒乔白接电话 但是乔白说 不用管 接着看电视吧 手机又不停地响起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苏暖起了疑心 问阿白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被他知道的事 所以不好意思接 苏暖拿起手机一看 这是东哥 这就是他们常说的那个公司组长吗 苏暖不知道 为什么乔白还是如此的淡定 他为什么不接 万一是公司找他回去呢 他这样会气坏老板的 乔白还是让苏暖不要担心 苏暖此时却好像开了窍 难道你是想让吝啬鬼给你涨工资 乔白伸手接过了电话 是乔白吗 安总让你下午来公司一趟 他特意留了时间见你 乔白一下就挂断了来自总裁秘书处的电话说 我没时间见任何人 在此时 乔白才接了来自东哥的电话 苏暖这才知道 有几个合作的大公司都是奔着他的技术来的 如果他被开除的话 那些大公司都要违约撤资 东哥劝他有台阶赶紧下 乔白却在此时 劝东哥和他自己出来单干 苏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阿白是要去创业啊 怪不得不在乎事业 虽然阿白很有能力 但是万一安氏才恼羞成怒 打击报复可怎么办 没有关系 阿白我来保护 乔白看见旁边兴奋的苏暖 问他怎么了 苏暖和他说 他刚才脑补的安氏 才会如何报复他 乔白无奈地讲 亲爱的 你就不能盼着老公落点好吗 几天后 在苏暖正在打印资料时 一旁的同事突然喊苏暖过来看 苏暖看了电脑屏幕以后 也十分震惊 苏暖看着面前电脑屏幕上的设计图 这是斯特尔服装制作有限公司 在网络上宣布的设计图 一旁的同事解释道 斯特尔品牌今年的设计 也是外包给我们公司的 他们跟蓝天一直是男装产品的竞争对手 苏暖此时却很惊诧 这张图片 是他最近给蓝天的男装设计稿 同事担忧地问苏暖 你每天回家的时候 关电脑了吗 苏暖点了点头 同事又问 一次也没忘过吗 电脑有开机密码吗 苏暖仔细地想了想 始终想不到结果 晚上苏暖上班回家 乔白正在厨房内做着晚餐 暖暖晚餐做好了 快来吃饭吧 苏暖来到了餐桌边 乔白又对苏暖说 今天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菜 来犒劳一下辛勤工作的老婆大人 苏暖一口接一口地 吃着面前桌前的饭菜 不愧是阿白 乔白看着苏暖今天不寻常的动作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身体不舒服吗 苏暖颤抖着手说 阿白 我搞砸了 我的设计被盗了 明天的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 我却没有设计图纸教 乔白拍了拍苏暖的头 满暖没关系的 不过是一套设计 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有个老同学 也做服装设计 我问问他 有没有现成的图纸 这样就可以救厂子了 我们可以付费给他 乔白决定帮苏暖联系联系 他来到了阳台 给自己的下属打电话 马上筛选一份最好的男装设计图 发到我邮箱 乔白带着发好的图纸 叫苏暖来看一看 问他这些 可不可以使用 苏暖十分惊喜 这么快 你的朋友好厉害 比我们之前的还要好 你的朋友 真的帮了大忙了 苏暖一下就扑进了乔白的怀里 苏暖问 能不能约那个设计师 出来见一面 这样的人才 要是能到他们的部门就好了 乔白却回绝他说 他人在国外 我打电话谢他就好了 乔白内心想 卫云可请不起他 晚上 乔白在书房里面打电话 查查位于内部的情况 那些不三不四的 都给我一份详细的资料 第二天 李姐在看了苏暖的设计稿以后 震惊地说道 这可不是一晚上就能弄出来的 你是不是藏了私货 不舍得给人看 苏暖解释道 李姐 我只是连夜调整了一下 原设计不是我做的 这是他家阿白的同学做的 他问了一下 没想到人家可以帮忙 李姐此时也和苏暖昨天的想法一样 要是能把这种人 才拐到我们部门 以后就不怕其他人了 软雅在一旁的阴暗角落里 看着他们谈笑 没了设计稿 这些人怎么还有说有笑的 我去问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软雅刚一进办公室 便发现所有的同事都不愿意看他 众人都在怯怯思欲 软雅心中也十分不安 怎么回事 最近公司的人 好像都在躲我 几天后 在蓝天发布会的后台 明天就发布会了 再检查一下 不要出纰漏 苏暖正在后台指挥着工作人员 蓝天的韩总监就来了 苏暖和韩一搭话 韩总怎么来了 之前蓝天的负责人 对这次的设计很满意呢 韩一一看见衣架上的衣服 就有一丝无语 他说乔白怎么突然找他 买设计稿呢 苏暖忙问韩一出了什么事情 是有什么不妥吗 表情如此微妙 韩一却摆了摆手说 不不 苏小姐很棒 能设计出来这样的衣服 我实在是很喜欢 苏暖也很开心 因为他被甲方夸了 苏暖对韩一说 韩总放心 会场一切正常 流程也确认了 明天一定顺利 韩一很满意安排 说苏小姐 我可以在发布会后 为您引荐知名设计师 苏暖听见后十分兴奋 终于可以见偶像了 韩一刚想走 对苏暖问道 明天乔先生有时间吗 苏暖想到之前对韩一的猜测 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说自己要回家 问问自己的先生 乔白看见苏暖的动作 扑斥一笑 哎呀 别这么紧张嘛 乔先生要是有空的话 明日的发布会 可以邀请他一起来 苏小姐难道不想 有人跟你一起分享 这场成功的喜悦吗 苏暖立刻将这个喜讯 告诉了乔白 还说 蓝天的韩总邀请乔白 一起看明天的发布会 乔白欣然接受 但是苏暖给乔白提了一个醒 最近他们公司怪怪的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如临大敌似的 乔白表示 这很正常 因为他们发布会之前 被盗的设计 肯定要整改一下 苏暖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乔白和他说 有话回家再说吧 他在家里等他 苏暖开心地回到了家中 超级无敌大白白 我回来了 乔白正好给苏暖 榨好了橙汁 苏暖此时也问起了乔白 最近工作室的工作怎么样 不是 他们都离职了 安室那边就给他们穿小鞋 让他们没活干了 乔白此时安抚苏暖说 别担心暖暖 两年他就能依靠自己的能力 让他过上好日子 苏暖也在憧憬着两人的未来 乔白此时松开苏暖进入卧室 拿给了苏暖一个礼物 苏暖打开一看 这是这间房子的房产证 他十分感动 乔白对苏暖说 他只付了房子首付 后面的钱他因为投了几个项目 就已经没有了 苏暖听到以后很开心 因为只要有了这个家 他就很高兴了 苏暖刚刚走进会场 看见众人正在忙碌 一走一过间 有一个女生撞了他的肩膀 女生连忙说抱歉 苏暖去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着急 女生大惊失色地对苏暖说 他们的衣服丢了 他们走秀的衣服 一共十二套 现在少了一套 到处都找过了 就是少了一件 是这次主题重磅推出的衣服 这时 旁边的人终于找到了衣服 但是衣服已经被破坏掉了 众人十分愤怒 这明显就是恶意破坏 他们想要报警 但是苏暖很冷静 放下了手机走秀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能现在报警 这件事情告诉韩一 让他来处理 女生对苏暖说 蓝天那边的人 一看见衣服破了 就敢去告诉韩总了 苏暖表示肯定 剩下的事情由他来处理 他们只好走好这场秀就好了 苏暖让小池去问 最接近成品的衣服 做到什么程度了 最快的速度拿给他 苏暖暗想 搞破坏的人 是跟蓝天有仇 还是和微云有仇 还是说 只是在故意针对苏暖他自己 小池这时发来了短信 说这几套都快做完了 但是并不是他们模特的尺寸 苏暖让他先拿回来 他这边再联系身材合适的模特 就在苏暖纠结模特人选的时候 乔白过来找到了苏暖 乔白刚刚看见韩一急匆匆的 是这边出了什么状况吗 苏暖一看见乔白眼睛放光 哇 好合适的身材 苏暖十分开心地拉起乔白的手 将他按在了座位上 和木姐说给他做一个惊艳四座的造型出来 小池此时也回来了 看见座位上的乔白十分心动 前台的人也来问苏暖这边来不来得及 要不要拖点时间 苏暖回复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进行 苏暖手起刀落 一件成衣就这么做好了 韩一在观众席看得津津有味 回忆起苏暖给自己的保证 越来越期待最后一件衣服的效果 最后一件衣服是乔白作为模特走秀的 韩一坐在台下十分震惊 而苏暖和李姐则满脸花痴地望着台上的男人 韩一看着乔白默默地说 越来越有意思了 乔白此时正身穿由苏暖亲自裁剪的成衣 在台上大放一彩 乔白走秀结束 台上的主持人让大家欢迎这次服装的主设计师 苏暖小姐以及蓝天设计总监 韩一先生 发布会结束后的后台 苏暖牵着乔白的手对他称赞道 阿白真的是太帅了 乔白此时也很得意 那是自然 暖暖的脸面 老公还是要给你挣回来的 此时 韩一也找了过来 对他们说 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他们 苏暖十分兴奋 他以为韩总监是查到了可疑的人 但是韩总监只是来请他们 一起去地好酒店庆功 还有昨天答应的 为苏小姐引荐大人物的事情 乔白在听到韩总监 要给苏暖介绍大人物时 眼神中冒出危险的光芒 地好酒店 公筹交错 苏暖一人坐在沙发上 李姐此时发现了他 问他 怎么不去弄些吃的 苏暖望向一旁 乔白的背影说 阿白在帮他弄了 李姐也看向了乔白 此时的他 魅力四射 李姐靠在苏暖的身边 轻轻地说 能碰到乔白这样的男人 你这妮子 上辈子一定饥了得 哎 我这辈子是没这福气了 苏暖发现 李姐应该想到了伤心事 鼓励李姐说 李姐 所有问题都会解决的 而此时 李姐却突然发现了 什么大人物 一把拽过了苏暖 苏暖亲了人以后 更加兴奋 天哪 是男装大师其佬 李姐又和苏暖说 暖暖其佬 和你家阿白有说有笑的 苏暖却摇了摇头说 阿白都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怎么会认识其佬呢 乔白和其佬 似乎是聊到了他们 纷纷看向了他们 其佬更是向苏暖举杯示意 苏暖此时大胆了起来 端着酒杯 便朝其佬走去 这可是 他崇拜多年的偶像啊 几人刚刚碰面 其佬便主动打开了话题 乔先生刚刚有跟我介绍过了你们 今天的发布会办得很好啊 听见其佬的夸奖 苏暖十分开心 却还是谦虚道 谢谢其佬的夸奖 苏暖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以后 还请其佬多多指教 其佬听见苏暖的回复 我喜欢有才华又谦虚的孩子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大可来找我 几人正在聊天时 寒衣走了过来 啊 原来苏小姐已经见到了 其佬 苏暖做事相当稳重 这次发布会一波三折 全靠他正常 其佬听见一波三折 有些好奇地问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寒衣解释说 有不怀好意的人 捡坏了压皱的衣服 多亏苏小姐临时手工赶制了出来 其佬听见后夸奖 临危不乱 应对自如 不错不错 此时 寒衣邀请其佬上台 为他们发布会的庆功宴 开幕致辞 其佬打句道 你小子就是算计的好 还让我给你造势 其佬看见一旁的苏暖 便邀请他 和他一起上台去致辞 今天的发布会举办得很成功 这个小姑娘功不可没 她可是此次蓝天男装的主设计师 苏暖 是位有前途的小姑娘 面对众多的媒体 苏暖没有想到 他们问的最多的居然是 请问她是燕京灵氏集团的苏暖小姐吗 苏暖此时面前的话筒 仿佛一把把利剑刺向了她 记者们的疑问分支踏来 苏暖小姐 您为什么离开燕京这种一线城市 来到云城发展 您离开燕京 跟一年前秦真先生 和灵轩小姐的订婚有关系吗 苏暖试图捂住耳朵 不再听他们的逼问 苏暖想到了灵轩和秦真订婚时的场景 郎才女帽 自己只穿了一件奶黄色的小礼服 站在人群之中祝福着他们 快乐是宾客和台上的家偶的 在灵轩抛下捧花时 苏暖离开了现场 她说 她要离开燕京 再也不回来了 而这时众多报道 纷纷砸向此时伤心的苏暖 灵氏集团孙女 灵轩与秦氏集团秦真订婚 欲秦辩前女友灵氏集团孙女苏暖 黯然退场 何去何从姐妹争夫 豪门爱恨情仇 纸醉精明下的暗勇 此时采访话筒不断逼近 记者们的提问也越来越犀利 前段时间 灵氏集团向你转让了股份 请问是补偿吗 你被踢出灵家了吗 苏小姐 请您说说好吗 韩一见状不对 立马出动安保队维持秩序 并和身边的人嘱咐说道 让他们的人提其他的问题 把现场风向转到发布会上 这时 舞台上难堪的苏暖 突然被乔白搂入怀中 暖暖 没事的 有我在 苏暖 将头埋进乔白的胸口 委屈地泛着哭声说 阿白 我想回家 乔白一把将苏暖抱了起来 在众人的保护之下 离开了舞台 然而 此时还是有记者咄咄逼人 苏小姐 你还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呢 乔白一个眼神 便叨了过去 乔白一直抱着苏暖走出了酒店 他想让他坐车回家 但是苏暖 却提议 希望乔白可以陪他一起在外面走一走 二人走在月光下的小路上 乔白看见苏暖有一些冷 将脖子上的围巾摘下来 给他披上 苏暖略带担心地对小白说 阿白 围巾给了我 你怎么办 乔白圈住了苏暖 对他说没事的 我还穿着走秀式的马甲 不冷 韩总监要是知道 你把发布会的衣服穿出来了 我会不会生气啊 苏暖笑着打去 乔白说他不敢 他也不会的 他是服装品牌的总监嘛 有的是衣服 想到这里 苏暖突然十分懊悔 阿白 要是我当年遇到的是你就好了 乔白却用食指抵住了苏暖的嘴唇 暖暖 我们遇见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遇到的是你就好 苏暖看向前面的小道 乔白却在思考刚刚苏暖说过的话 暖暖 如果早些遇见你 或许我不会爱上你 你也不会爱上我吧 乔白和苏暖两人 继续牵着手走在小路上 阿白 我可以说说我的过去吗 乔白温柔地对苏暖说 暖暖想说我就听 于是苏暖继续讲 我妈妈当年有才又漂亮 有许多追求者 但是她遇见了林家的少爷 就是后来跟我妈妈生下 我的男人 我妈妈爱得死心塌地 可外公外婆不同意 他们说 那个男人心术不正 可我妈妈偷了户口本 领了结婚证 而我的外公是教授 被外国邀请 正在办理全家移民 此时我的妈妈 却突然和外公说她怀孕了 她不走 外公一怒之下 断绝了他们的妇女关系 并说 以后有什么事 都不要找他们 我的妈妈在那男人 给他买的别墅中生下了我 妈妈每天照顾着我 可是后来 爸爸却和别的女人 办理了婚宴 爸爸和妈妈发生了 剧烈的争吵 妈妈质问着爸爸 你跟我结婚了 是我的丈夫 但是爸爸却不以为然 一个情人而已 你都有结婚证了 还闹什么 在我两岁的时候 他迎来了那男人 要再婚的消息 他来逼他离婚 爸爸用妈妈 不能给自己的家族 带来商业利润为由 让妈妈想一想 自己的身价 再来和他说话 妈妈到死 都在等那个男人 再次出现 他等了三年 却什么也没等到 我妈妈去世后 我被人接回邻家大宅 那个男人指着身边的女人说 暖暖以后 她就是你妈妈 我哭喊着 我妈死了 她不是我妈 男人却一巴掌拍了过来 骂我没有教养 我被打倒在地 他却抱着他的女儿在一边 是爷爷用棍子 敲了他的头 并骂他 怎么能打孩子呢 你造孽没完了 爷爷向我伸出了手 以后 你跟我这个古老头子做伴吧 爷爷才是我的亲人 而外公 我一次也没见过 苏暖沉下眼睛问 阿白 我跟林轩 到底谁才是私生女呢 此时的乔白 听到了所有的故事 双手不绝握紧 乔白此时提 两个人一起去夜市吃点东西 苏暖此时内心很纠结 阿白 对不起 秦真 林轩 那件事 我还是不想提 第二天苏暖来到公司 感觉大家都怪怪的 谁都不高兴的样子 苏暖看见李姐打了个招呼 探头去问 李姐 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李姐悄悄地对苏暖说 我们公司被收购了 苏暖大惊失色 她没有想到 什么公司可以收购微云 微云在夜内 可是响当当的 李姐也摇了摇头 不知道 收购我们的公司 还在筛选微云内部人员 会有人事变动 不过我们组的人应该没事 毕竟蓝天发布会 做得挺成功的 苏暖长于一口气 李姐又凑过来问 软雅倒搞那件事 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张胖子都要被开了 没人护着软雅了 我们必须要个说法 苏暖思考了一下 决定将前后事件李顺 再找高总经理汇报一下 此时 软雅也在工作室 遇见了苏暖 开口讥讽道 我们的苏大设计师 可真是好久没见了 蓝天的设计忙好了 蓝天的设计发布会 昨天都结束了 这么轰动的事情 你都没关注 苏暖也毫不示弱地回到 既然苏大设计师 这么不看重我的关心 我也就不在这儿 挨着您的眼了 说吧 软雅便离开了 此时苏暖却注意到 软雅是从总经理的 办公室里出来的 他找高总干什么 苏暖来到高总秘书那里 问高总现在是否有空 他有事要反馈 秘书却让苏暖探身上前 如果你找老高 是为了软雅的事 这次怕是要吃暗亏 一个星期前 他们的关系 就变得不同寻常了 苏暖想了一下时间 这个时间是他设计被偷的时候 原来软雅早就有了后路 但是在这种时候 公司应该不会包庇 任何一位员工吧 苏暖问道 苏暖敲响了总经理的门 高总刚刚套上他西服的外套 苏暖将蓝天设计发布会报告 递给了高总 高总赞赏道 苏暖这次发布会做得不错 苏暖感谢了高总的肯定 但是还是有一件事情 希望高总可以帮助调查一下 就在蓝天发布会一周前 他们的主打压轴设计 好巧不巧 竟然出现在了斯特尔公司网站 高总此时扶了一下眼镜 想起了一周前发生的事情 那时 阮雅靠在他的身边说 我借鉴了一份设计图纸 高总做贼心虚 将报告和尚 对苏暖说 他会处理好这个事情 苏暖此时乘胜追击 总经理 整个设计组加班加点 呕心力血的设计 就这么被盗了 您一定要还我们公道 抓住那个泄密者 高总不再多说 只说这件事 不是还没调查清楚吗 要是有误会怎么办 他得先调查 苏暖又说 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 倒搞人势必 还会把威云和蓝天 逼到敌对的方向 高总一拍桌子 便结束了话题 希望将这件事情草草略过 苏暖砸下最后一枚炸弹 他还是去找蓝天的设计总监 处理这件事情吧 高总震怒 但是不得不在苏暖的威胁下 重新考虑 要不要仔细地调查这件事情 他面色铁青地转身抽烟深思 高总思索良久对苏暖说 这次的事故 我想是不是部门内部的邮件串了 要不这件事情 就这样算了吧 苏暖开门见山 直接对高总说道 总经理 阮雅是这次撕退主设计师 也就是那个剽窃者 难道对阮雅连个内部通报批评都没有吗 高总再三忍让退步 说 今年你们组员的年终奖金 每人多加百分之五 苏暖十分愤怒 直言 高总您这种处理 没法让人信服 看来微云已经不适合我了 门外的阮雅 看着伤心走出来的苏暖 得意地笑了笑 又迈着步子 走进了高总的办公室 此时苏暖想到 先前乔白对自己说的话 给乔白打了电话 阿白 赌局你赢了 但你是怎么猜的 难道你作弊 乔白温柔地笑了笑 因为他知道 苏暖所不知道的事情 前一天晚上 苏暖兴奋地对乔白说 阿白 我们来打赌吧 看看你猜不猜的钟老高 对阮雅泄露设计的处置方法 乔白虽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还是问了苏暖的赌注 苏暖还没有想好 于是乔白提议 如果他猜对了 苏暖就答应他一件说出来 苏暖绝对不能拒绝的事情 苏暖欣然接受 想到这里 乔白看了看桌上的时钟 拿起衣服 便走出了办公室 而另一边的苏暖 则一直给乔白打电话 但是乔白却一直也不接 苏暖内心十分担忧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这是乔白突然回了电话过来 苏暖的心突然放了下来 他对苏暖说自己 在楼下等他下班 苏暖趴在玻璃上 看见楼下的乔白 兴奋地回复他 自己马上就下来 此时的乔白 看着天空乌云密布 眼神中带着一丝惆怅 高总思索良久 对苏暖说 这次的事故 我想是不是部门内部的邮件串了 要不这件事情 就这样算了吧 苏暖开门见山 直接对高总说道 总经理 软雅是这次斯特尔主设计师 也就是那个剽窃者 难道对软雅 连个内部通报批评都没有吗 高总再三忍让退步 说 今年你们组员的年终奖金 每人多加百分之五 苏暖十分愤怒 直言 高总您这种处理 没法让人信服 看来威云已经不适合我了 门外的软雅 看着伤心走出来的苏暖 得意地笑了笑 又迈着步子 走进了高总的办公室 此时苏暖想到 先前乔白对自己说的话 给乔白打了电话 阿白 赌局你赢了 但你是怎么猜的 难道你作弊 乔白温柔地笑了笑 因为他知道 苏暖所不知道的事情了 前一天晚上 苏暖兴奋地对乔白说 阿白 我们来打赌吧 看看你猜不猜的钟老高 对软雅泄露设计的处置方法 乔白虽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还是问了苏暖的赌注 苏暖还没有想好 于是乔白提议 如果他猜对了 苏暖就答应他一件说出来 苏暖绝对不能拒绝的事情 苏暖欣然接受 想到这里 乔白看了看桌上的时钟 拿起衣服便走出了办公室 而另一边的苏暖 则一直给乔白打电话 但是乔白却一直也不接 苏暖内心十分担忧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这时乔白突然回了电话过来 苏暖的心突然放了下来 他对苏暖说自己 在楼下等他下班 苏暖趴在玻璃上 看见楼下的乔白 兴奋地回复他 自己马上就下来 此时的乔白 看着天空乌云密布 眼神中带着一丝惆怅 苏暖这时跑下了公司 扑进乔白的怀抱中 今晚我们出去吃饭吧 我想去爱玲西餐厅 乔白问他 为什么想去那家 苏暖回复说 听说那里的情侣套餐 是云城最好吃的 我想跟你去试试 于是 乔白打电话 去问问那里 还有没有空位 但是却听到 今天没有位子的消息 苏暖满心期待地说 那我们去等位吧 总会有人吃完 空出个席位什么的 我第一次请你 去高档的地方吃饭 算是约会吧 我不想留下遗憾 乔白欣然同意 二人来到了餐厅内 看见还有好几张 空着的情侣桌 苏暖想问服务员 那些座位 有没有空闲 但是却得到了 空出来的位置 都有客人 就连普通桌 也被预定的消息 这时 有一个人进来 让服务员 给他找一个桌子 那个人觉得 次次都是包间 风景看腻了 今天想要在大厅里 找一个位置 于是苏暖问他 是否可以预定 王少的那个包间 服务员听见 他的问话后 对苏暖出言不逊 给王少预留的包间 每月费用是十万元 还不包括包间的消费 服务员认为 苏暖买不起 乔白走了出来 将苏暖挡在了身后 如果爱玲餐厅是 这样的服务态度 那也没必要再存在下去了 听见这话的服务员 更是捂着嘴笑了起来 先生还真是大言不惭啊 爱玲开不开得下去 可不是你能决定的 这时突然出现一声严厉的呵斥 一旁经理小跑过来道歉 并揪着刚才的服务员 一起道歉 苏暖和他们提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明明有空位 为什么空着 也不让他们做 而且 他们前台还出言讽刺两人 经理看见乔白 声音颤抖解释 今天实属酒店三层都有贵宾 主要都在招待贵宾 确实应对不周 乔白看着经理说 你作为经理姗姗来迟 从高层到下面的能力都不合格 这样的餐厅 没有经营下去的必要吧 经理大惊失色 揪着刚刚的服务员 就给两人道歉 而此时二楼传来熟悉的声音 哟 这不是暖暖和乔先生吗 苏暖抬头看去 发现陆海生正以着栏杆 和他们打招呼 经理在给陆海生 介绍他的餐厅包厢 孟竹轩 可以看见绕城河 陆海生决定就这一间 这时他的电话突然响起 是乔白和苏暖打来的 陆海生在邀请他们一起吃饭以后 和经理嘱咐说 他有两个好久没见的朋友 也来爱林吃饭了 待会儿人就到 陆海生让经理把人请到他这个包厢来 一起句一句是最好的 同时 陆海生对经理讲道 这两个朋友 着装比较低调 提醒一下工作人员 不要以貌取人 乔白一见到陆云生 就问他 怎么到云城来了 陆海生这次来云城 主要是来见一位朋友 并邀请苏暖一起去 苏暖已经决定 要远离林家 上流社会的圈子 也不想再涉足 陆海生的朋友 他还是不要再接触了 乔白读懂了苏暖的心思 拍了拍苏暖的肩膀 对陆海生说 不用了 这家店已经没必要再吃下去了 我们正好要离开了 走吧 陆海生见二人要走 施压给经理 问刚刚是谁在出言不逊 惹得他朋友不开心了 经理将刚刚的服务员推出去 陆海生接着说道 高档餐厅就是顾客至上 只要有人进来消费 哪怕只要一杯水 也得和颜月色 经理 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复来 经理立马对陆海生保证 那个人他 现在就解雇 并且给了苏暖一张餐厅的黑金卡 凭借此卡 可以打三折 酒水全面 苏暖刚想拒绝 乔白便将卡接了过来 卡我们收下 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陆海生件事情解决了 乔白也收下了道歉 刚想约两人一起进餐 但是乔白还是拒绝了邀请 表示今晚他和苏暖就先回去 陆海生上面还有朋友 就不打扰他们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心 陆海生说 要不他和两人一起出去吃饭吧 苏暖也不想强人所难 劝乔白讲 陆海生上次在爷爷的寿宴上 帮他说了话 他们请陆海生一起吃顿饭吧 乔白欣然接受 苏暖看着手里那张VIP卡 疑惑地问乔白 你为什么要接下这张卡呢 那种地方 不想再去了 乔白笑了笑 让苏暖拿着那张卡 不要白不要 你下次可以跟同事去吃 苏暖恍然大悟 拉着乔白的袖子 今天的赌约你赢了 老高说 顶多就是把署名给我们调回来 对阮雅的处罚 半点没提 甚至还说 可能是网络出错 他就是想糊弄我 帮阮雅把道徒事件给瞒过去 乔白问苏暖的想法 苏暖回答 要是明日 老高还不给我想要的公平答复的话 想我会离开威云 乔白听到他要离职 很惊讶 乔白希望苏暖再等一等 他们的公司要被收购了 或许会有人事变动 苏暖也很疑惑 为什么乔白知道他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乔白觉得有点露线 打圆场 上次在韩一那里听说的 一听 是你呆的公司就留了心 不过具体的他也没说 苏暖一听是韩一说的消息 终于相信了 公司被收购 是十有八九的事 他想向乔白打听 是谁收购了公司 但是乔白也不清楚 二人在汽车后座贴贴 完全忘记了前排的陆海生 这时的陆海生也很尴尬 指了指车窗外 我们是来这家吃饭吗 苏暖看见特色穆家瑜 兴奋地说 对 对对 就是这家 乔白和苏暖下了车 以后就让陆海生去前面停车 完全把陆海生 当做他们两人的司机 陆海生暗自吐槽 路线不给指 地图还要自己研究 从后视镜 看他一眼还被瞪 说句话也别瞪 心里苦啊 等到陆海生停好车后 三人进入餐馆内 老板娘看见两个帅哥眼睛放光 餐厅里的客人也被他们吸引 苏暖问老板娘 有没有包厢 老板娘听到询问后回神 美女 包厢都没有了 不过那边还有一张桌子 三个人足够了 你们要吗 还没等苏暖回答 陆海生从后面插过来 行呀 做哪吃都是一样吃 于是 苏暖就把陆海生推了过去 看见两人的举动 乔白瞪了陆海生一眼 陆海生翻看了菜谱 最终还是把菜谱交给苏暖来点 苏暖刚刚客套两句 陆海生便说 别这么客气 乔白比我大点 暖暖的话 我就叫嫂子了 苏暖被嫂子两次惊讶到 随后乔白解释 米勒是暖暖的好闺蜜 你也跟米勒的关系不错 这一生嫂子你叫得 苏暖肯定了乔白的想法 将老板娘叫过来点菜 老板娘此时给他们的桌子上了一个大盆 陆海生与盆面面相去 乔白熟练地将碗中的水倒入盆中 陆海生在一旁看呆了 原来盆是用来这样做的 吓死他了 他还以为要用盆吃饭呢 苏暖看见陆海生一直盯着盆看 心里猜测 海生一直看着面前的碗筷 是有什么问题吗 他平日出入的都是高档的地方 这种人多口杂的小饭馆卫生 都是值得深究的 苏暖开口让他放心 这家店的所有食材都是野生的 而且特色菜就叫木家鱼 苏暖非常推荐这道菜 片刻后木家鱼被端了上来 乔白加了一块 将所有的刺都摘掉 放到苏暖的碗里 陆海生此时也加了一块放入口中 鱼肉的鲜美嫩滑 令他感动得十分响哭 陆海生也赞叹起木家鱼的美味 但是苏暖说乔白做得其实更好吃 陆海生很惊讶 乔白居然会做饭 苏暖说乔白不仅会做饭 而且还会做很多好吃的 陆海生心生一计他决定司机做到底 等一会儿送他们回家 乔白看出了陆海生的诡计 婉言谢绝了他的提议 他是不会让陆海生进屋子的 他的菜只给苏暖吃 陆海生一边大口吃着饭一边吐槽 很快陆海生就吃光了一盘盘的饭菜 碟子在他的面前落得特别高 苏暖看见陆海生吃饭的样子被吓到 和乔白商量了一下 两个人又给他加了一份木家鱼 第二天一早 微云公司内议论纷纷 公司被收购了 等一下新的董事长就会来公司视察验收 而且听闻新董事的脾气不太好 最讨厌那些岗位上的摸鱼的人 李姐在听到八卦传言以后 一大早就来和苏暖说 苏暖也很期待 他们都认为如果这个人来了 老高就不算数了 一切都由新领导决定 这时 一群员工从他们办公室门口走过 苏暖和李姐两人看热闹也上前走去 人群中很多同事都对新领导的脸倾慕不已 陆海生一转头便看见了人群中的苏暖 微笑着和他打招呼说 嫂子好 一旁的经理听到他的称呼以后 十分震惊 早知道嫂子在未云上班 昨晚吃饭的时候就问问你公司的状况了 陆海生和苏暖打去 一旁的经理看呆了 苏暖认识新总裁 难道他真是传说中的大小姐 苏暖也很惊讶 海生 你怎么来了 难道 陆海生解释说 米勒不是很喜欢服装设计吗 我就把未云盘下来 做大了之后 给她个惊喜 一旁的经理也很惊讶 杂钱买公司 就是让她红女朋友开心 陆海生倾咳了两下 嫂子 这件事情 你千万给我保密 我觉得 还没到给小乐说的时候 苏暖让陆海生放心 她肯定会帮她保密 不过陆海生总不能一直这么保密下去 苏暖便问她 什么时候可以和小乐说 陆海生挠了脑脑袋 嫂子 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告诉小乐好呀 苏暖想了想 她记得米勒的生日快到了 要不当生日礼物 送给她吧 此时苏暖 正一想着 她马上就要成为给那个小逆子打工的劳动人民了 陆海生此时却很慌张 小乐的生日快到了 是什么时候 苏暖听见后却很愤怒 你居然不知道米勒的生日 怎么她没告诉你吗 苏暖晴天霹雳 早就听说陆家少爷风流 红颜知己一大群 不会根本就没在意过米勒吧 苏暖不敢深想 伸出手指警告她 我警告你 你如果只是想玩玩 就不要接近米勒 陆海生连忙摆手 他希望苏暖认为他是认真的 但是苏暖却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他 不过如果米勒受到一点伤害 他都不会放过他 旁边的助理提醒陆海生该去会议室了 陆海生离开前挥手向苏暖约晚饭 苏暖同意了邀约 并说要给乔白打电话 晚上一起去 众人看见苏暖和陆海生的关系 十分要好 上前询问 苏暖解释说 他们两家祖辈关系很好 仅此而已 回到办公室后 苏暖给乔白发信息 阿白收购 我们喂云的居然是陆海生 他还说 今天晚上要请我们吃饭 要去吗 乔白回复 今晚我们不是准备涮羊肉吗 我看他上次就想到我们家来 你让陆海生来家里吃饭 苏暖却还没问过 陆海生爱不爱吃羊肉 乔白一条信息就发过来 不用问他愿不愿意了 为了米勒 陆海生一定会讨好你 吃什么都来 苏暖想了想 也确实如此 这是苏暖看见了一旁正在打扮的阮雅 好奇他要干什么 苏暖站在一旁 难不成他在等老高下班 这时电梯里踏出一只脚 阮雅赶紧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陆海生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阮雅上前 总裁 今晚的宴会 我们先安排在军来大酒店 我很荣幸能为您服务 陆海生问一旁的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阮雅却在一旁十分开心 幸好 他老早就要求老高 安排他为总裁服务 要是能把这个人搞定 以后岂不是方便多了 没想到新总裁这么年轻英俊 典型高富帅啊 转到了 苏暖在一旁 想要替朋友解围 走上前去 和陆海生打招呼 海生 你开王会了吗 陆海生没礼软雅 问苏暖怎么过来了 苏暖说 晚上家里吃涮羊肉 问他下班要不要一起走 陆海生连忙答应 和身后的助理 说他晚上出去吃饭 让司机把车开到楼下等他 其他人不必跟着 软雅很生气 你这是干什么 我才是负责全程陪同总裁参加晚宴的 你怎么能搅局呢 一旁的助理 将软雅拦了下来 这位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总裁 今晚要会亲戚朋友 没时间参加晚宴 软雅还想说什么 却被经理拦了下来 生气地和他说 总裁都说了 今晚另有安排 你在闹什么 还不快给我滚 软雅咬了咬牙离开了 晚上苏暖和陆海生 两人一起到家 乔白一开门 便看见了门外的陆海生 进屋吧 拖鞋 我都准备好了 看见乔白这副模样 陆海生憋不住笑了 陆海生参观了他的屋子 心想 这客厅 还不如他以前的厕所大 乔白为了老婆 真是什么都忍啊 看见陆海生正在摇头晃脑地看着他的家 乔白问他 参观好了没有 好了 赶紧去给他洗手 然后过来吃饭 苏暖发现陆海生正在颤抖 没注意到 他是因为憋笑 十分关心地问 海生 我们家太小了 招待不周啊 陆海生连忙摆手 嫂子 我是觉得 乔先生 那身碎花的围裙 很好看 苏南解释说 那是他以前的围裙 他经常做饭 就拿去围了 三人坐在饭桌前 陆海生说 今天真是有口福了 他最喜欢吃涮羊肉了 以前在国外 没有这么纯正的辣子 真的是 进口了好几年了 无奈的时候 就坐飞机回来 吃一顿 接着又飞回去 苏南很开心 陆海生喜欢吃羊肉 夸赞乔白 是他说的 今晚要吃羊肉 把陆海生一起叫过来 陆海生听见乔白 是为了他十分的感动 望向乔白 但是乔白却打破了 这样温暖的氛围 不用感谢 我本来就准备 今晚给暖暖 做涮羊肉吃的 既然说要请你吃饭 那就一起好了 省得又要去外面花钱 毕竟我和暖暖很穷的 听见最后几个字 陆海生陷入了沉默 乔白递给陆海生 一瓶冰镇的啤酒 吃火锅加冰镇啤酒 怎么样 我都给你备好了 陆海生感叹道 才一年 你就真的变成家庭主妇了 是啊 陆先生 我才结婚一年 今天你第一次来寒舍 我给你敬酒了 以后还希望你多多照顾暖暖 不用开后门 别让他遭受不公就好 乔白听见陆海生的打趣 并没有特别的生气 反而真诚的敬酒 陆海生听见以后放下酒杯 嫂子 你是在公司被什么人排挤了吗 还是受到了不明的打压 苏暖也和陆海生解释说 你想必也知道 之前蓝天的设计案吧 陆海生却疑惑 怎么 这个案子有猫腻 苏暖叹了口气 是啊 好不容易熬出来的稿子 却被盗用了陆海生问有没有 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苏暖解释 其实他们都知道是谁做的 但是稻稿的人和高经理 有不正当的关系 经理要大事化小 陆海生一拍桌子 岂有此理 开会的时候 还决定高经理继续任职下去 他这么胡闹 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陆海生将桌子拍得啪啪作响 乔白连忙阻止了陆海生的举动 别这么激动 这锅里还有汤呢 你拍撒了 明天我还得拖地 陆海生停止了行为 并向苏暖保证 一定会将这件事情处理好 一个多小时后 几人吃完晚饭 陆海生便离开了乔白家 他在下楼的路上 伸起了懒腰 今天吃得好尝啊 乔白想起陆海生 和苏暖两人 一直在火锅里面抢菜 不由低效 陆海生此时却略带惆怅地说 我发现 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收购微云 还是冲动了 颇事太多 处理起来好累 乔白却说 要是米勒知道 你挽救了一个企业 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陆海生也想 小乐会高兴吗 乔白不知道 陆海生在想些什么 但却十分疑惑 这小子 怎么又纠结起来了 乔白回到家后 就看见苏暖一人 躺在沙发上 他将人抱起 放到床上 和苏暖说 暖暖 睡觉前要洗澡的 苏暖此时 却困得不知所云 和他说他太累了 不想洗了 他先睡一会儿 乔白搂住他轻声道 没关系 我带你去洗 另一边的陆海生 想起今天在乔白家 看到的幸福画面 忍不住羡慕地望向窗外 一旁的司机问他 陆总是有什么事吗 陆海生笑着回复 没什么 夜幕降临 玫瑰花瓣散落在浴缸的水中 苏暖坐在浴缸里 乔白在一旁帮他洗着头发 苏暖舒服地将眼睛眯了起来 乔白见此不禁感叹 真可爱啊 于是伸手捏住了苏暖的鼻子 苏暖一时无法呼吸 扬起手中的水 泼向乔白 臭阿白 趁我睡觉 竟敢欺负我 看招 苏暖得意洋洋地回头看着乔白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此时乔白身上已经被水泼湿 露出精壮的胸膛 苏暖看了一时脸红 乔白也将衬衫的扣子解下 看来 男男想和我一起洗啊 苏暖害羞地将眼睛捂住 只露出一条缝 屋内春光无限 第二天 苏暖慌忙地向公司门口跑去 昨天晚上一折腾 直接睡到中午了 李姐此时悄悄地来到苏暖的背后 暖暖啊 今天来得这么晚 是不是阿白陪床了 苏暖慌忙摆手 最近不是没什么事吗 又是弹性工作制 我就多休息了一会儿 李姐摸了摸她的头 不逗你了 星总才让你来得去一趟 苏暖十分期待 昨天和陆海生说的事情 有眉目了 李姐此时套近乎 暖暖 姐平时对你不错吧 张胖子要是被开了 估计你就是主管 以后提升高的案子 得给姐留着呀 苏暖担心地问李姐 是不是最近遇上什么事情了 李姐说她这么做 也是为了她的儿子 她老公好久不上班了 整天喝酒打游戏 这次八成真的要离婚 苏暖坚定地握住李姐的手 有什么我能帮的 我一定帮 您是我入行的师傅 我能不管吗 李姐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不知道还能挣几天钱 想趁还能工作的时候 尽量给萌萌仔一点 李姐让暖暖 不要过于担心她 让她先去忙吧 苏暖此时因为李姐的事情 心情十分低落 她想到了乔白 便掏出手机 给她发信息 阿白 谢谢上天让我遇见 这么刻苦努力的你 好老公 真是太让人幸福了 苏暖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看在门前的两个保镖 内心有些猛 在公司里 保镖不至于吧 我们微云 有这么不安全吗 一旁浅色发色的男子说 苏小姐 少爷在里面等着你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门却在此时被从里面打开 陆海生走了出来 走吧 嫂子 苏暖不知所措 她内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陆海生带她直接进入了会议室 众人看着两人 纷纷猜测他们的关系 陆海生坐在前面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 是因为我们总裁已经接手微云了 跟大家打个照面 陆海生此时也在散发着魅力 请大家认识我这张脸 别干了一辈子 还不知道再给谁挣钱要 随后陆海生主动提起 今天高经理没有来 几位主任也没有来 是因为他们任职期间 没做出什么像样的项目 公款倒被挪用了好几十万 他不知道让他们留下有什么用 所以陆海生将他们踢出了微云 而接下来陆海生将宣布一件 更加残酷的事情 从明天开始 将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岗位考核 他也将主题给到了大家 希望他们下周二交稿 苏娜望着陆海生 此时他像是一个陌生人 刚刚还在开玩笑 这么一会儿 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一旁的软哑却举起了手 总裁 我这里还差一份 刚才没有发给我 陆海生看着阮雅问他 这位小姐 请问你是谁 阮雅主动地进行自我介绍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美貌 给陆海生留下一些印象 然后到他的身边来 陆海生低声说 阮雅 是吧 等一下去人事部 文生帮他把辞职手续办好 阮雅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辞退他 却被一旁的助理 请出了会议室 阮雅十分愤怒 总裁 我不明白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您是不是听苏暖说了什么 是不是误会我了 苏暖此时却很淡定 阮雅 你还在说什么 承认一句 你偷了我们的设计 有这么难吗 理解也站起来声援 今天大家都在正好说清楚 你给斯特尔的设计 到底是哪来的 阮雅此时已崩溃到极致 众口说惊 大声地喊 闭嘴 但是阮雅却突然改变了姿态 总裁斯特尔的设计 是老高给我的 我一个小设计师 哪敢反抗经理呢 陆海生摸了摸下巴 哦 老高给你的 为什么 当时老高说有个顽品的设计稿可以丢 只要我答应成为他的女人 我又怕他又想把这个案子做好 就答应了 苏暖暗叹一句 这招真是高 老高都离职了 这不是死无对证了 陆海生想了一会儿说 既然是这样 还真的是委屈你了 如果你还想做的话 可以继续留下 阮雅感谢总裁为他做主 随后陆海生就带着苏暖走出了会议室 在总裁办公室中 苏暖质问陆海生 你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一脉惨 你就给迷住了 陆海生却弯起眼睛 笑了笑 你不觉得阮雅这个女人吸引得不错 很适合公关工作吗 苏暖眯起眼睛 在云城你可得洁身自好 不然的话 乔白却在这时给苏暖打了电话 他疲惫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 暖暖 你在哪儿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我可能要去燕京一趟 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随即乔白沉默了一会儿 他明天早上离开 问苏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就想见到他 陆海生此时也听出电话那段的不对 沉默了一会儿 等到苏暖问他批架的时候 陆海生立刻就准了架 望着苏暖离开的背影 陆海生忍不住提醒说 嫂子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只要记得 有人始终会对你好就行了 苏暖对这句话一知半解 但是他还是觉得 先见阿白要紧 苏暖在微云附近的地铁站口 看到了正在等待的乔白 此时的他被阴影所笼罩 乔白看见苏暖来了 便提起之前的赌约 当时苏暖输了 所以他要答应一件事情 乔白握住苏暖的手 贴在他的脸上 我要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苏暖笑着回答他 阿白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只有你 只属于你 乔白忍不住 深情地吻了下去 二人在樱花树下接吻 画面十分唯美 暖暖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要相信 我是爱你的 那天早上中午 苏暖从床上爬起来 他感觉乔白和往常不太一样 怪怪的 这时 门铃突然响起 苏暖打开了门 看见了惊喜出场的米勒 苏暖看见米勒后十分开心 让米勒和他一起住 正好乔白也出差了 米勒也是这么打算的 他要先去洗个澡 去聚灰 一会儿再接着说 门铃又响起来 苏暖以为是谁的快递 陆海生出现在门口 苏暖问陆海生 为什么会过来 陆海生解释说 小乐说 要直接到嫂子这里来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苏暖望向遇事 问陆海生他 到底是怎么想的 陆海生也认真地回复苏暖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辈子 我只想跟米勒一起过 陆海生听见了米勒 正在旁边私语 决定还是先回公司 如果他们想出去玩的话 他随时准嫁 过了一段时间 苏暖和乔白打电话 他问乔白是不是已经到了 乔白又叮嘱 他要记得去吃饭 饭一定要热再吃 苏暖开玩笑地和他说 他现在是不是可以叫他乔妈妈 乔白让苏暖给他几天时间 再给他几天时间 他就能回去 回到云城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 苏暖听见乔白的话 让他赶紧休息 但是内心的疑问却只多不少 乔白挂断了手机 转而推开面前的门 一旁的家仆在旁边说 少爷您回来了 乔白却冷漠地回复 我肯回来也是随了你们老爷的愿 何况我已经脱离你们乔家了 不要再逼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回去告诉老爷子 苏暖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 你们所有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家扑弯了弯腰 表示会转告给老爷 乔白看着钱包家层里苏暖的照片 内心发誓 苏暖曾经受过的委屈 他绝对不会再让他经受 粉饭女子在门外 看着乔白的背影 白 我又回来了 这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苏暖拿着上次爱玲给的VIP卡 和米勒说带他去吃牛排 折扣特别大 在爱玲 苏暖看见了李姐和他的儿子萌萌 苏暖开心地和李姐打个招呼 李姐说他拿到了蓝天设计案的奖金 要带着孩子吃一点好的 这时 对面走过来三口人 萌萌跑上前去问那个小孩子 小虎虎 这个漂亮的阿姨是谁啊 我记得她不是你妈妈 难道是你爸爸的辛勤人吗 软雅面色难堪地看着这个小孩骂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教育的 怎么说话的 萌萌被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李姐也赶到了现场 将萌萌抱入了怀中 你来吃饭 对孩子凶什么 软雅又在和王少告状 王少刚想开口阻拦 便看见了一旁的苏暖 还记得这个女人好像背景很大 还是少招惹她比较好 王少随后带着软雅离开了现场 但是软雅却很生气 王少连忙带着软雅离开 软雅在心中愤愤 次次都是苏暖和大理挡在她的前路上 她肯定要报复回来 一边的经理人也让苏暖不要再生气了 和他们一起去楼上的包厢间吃饭吧 几人坐在包厢内 米勒借口去卫生间离开 只留苏暖和李姐两人在包厢内 李姐问苏暖那个漂亮的姑娘是谁 乔白怎么没来 苏暖解释说 米勒是她从小的闺蜜 阿白出差了 李姐放下茶杯 问苏暖乔白 是不是还是不愿意带她回家 苏暖回复说 乔白是和家里闹翻了 所以 乔白是不会回家的 但是李姐突然靠近问 她家在哪 家里几个人 都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和家里老烦 她都了解吗 苏暖认为 阿白不说 一定是有她自己的道理 但是李姐却在旁边劝导 苏暖因为自身原因 和家里闹得也很不愉快 所以觉得乔白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李姐又问 万一乔白的家里不认可她怎么办 苏暖执拗地说 那我就永远不和他们联系好了 这时米勒也回来了 苏暖其实也在担心 乔家对她的态度 陆海生给米勒发了一条短信 但是米勒的手机没电了 苏暖讲 手机递给米勒 但是手机不慎滑落 米勒想要阻止苏暖 拿起手机 已经来不及了 屏幕前是乔白和另一个女子的合照 两人都没穿衣服 苏暖看着这张照片 淡定地和米勒说 这张是合成的照片 米勒却很惊讶 苏暖指着屏幕解释说 乔白的脸是后面贴上去的 米勒一看 果真如此 苏暖内心不安 虽然头是贴上去的 但是那个身体 确实是阿白的身体 为什么要把一张真实的照片 处理成那样后 再发给她呢 最重要的是 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又是谁给她发的消息 为什么米勒会知道 有人给她发照片 米勒看见一旁的苏暖 还是受到了影响 苏暖心神不定地 吃完了这一顿饭 突然起身离席 就要先回家 米勒此时也说 陆海生今晚要去找她 就不去苏暖家了 免得苏暖尴尬 苏暖回到家后 一边脱衣服 一边回想 今天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谁 此时 门口却传来大力地敲门声 门被从外面打开 乔白浑身湿透地进了门 身体发烫 苏暖摸了摸乔白的头 问她是不是发烧了 快进屋把湿衣服脱下来 乔白看着面前的女子 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苏暖赶紧推开她 十分担心她的身体 要去给她拿毛巾 乔白搂着她的腰不让她走 但是苏暖却发现 门还开着 会被人看见不太好 乔白听后 一把将苏暖扛了起来 那就进去再继续 第二天一早 两人躺在床上 苏暖不可置信地问乔白 阿白 你真的回来了 乔白也吻了吻她的额头 嗯 我回来了 暖暖 随后 苏暖和乔白说 她昨天收到了 她和另一个女人的验照 乔白一惊 苏暖接着又说 不过我知道 阿白是不会对不起我的 那个照片屁得很假 乔白翻身 一手煮在苏暖的身边 她昨天不小心 在酒店被人下了药 所以赶紧回了家 不过乔白绝对没做 对不起苏暖的事情 苏暖也表示 没有人可以拆散他们 她会一直相信乔白 乔白和她承诺 只要结婚证上 有两人的名字 她乔白就绝对 不会对不起苏暖 身心必定 都是属于苏暖的 乔白随后 起身去做饭 决定将刘若的事情 先埋一下 随后两人 坐在餐桌前 吃着晚饭 苏暖谈起她爷爷的事情 但是乔白却给苏暖 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乔白在燕京听说 林老爷子中风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 身子不是很利索 但也只是 听说她正在 托她的朋友打探 苏暖于是回忆起 她和爷爷小时候的 点点滴滴 但是后来苏暖 却一步步地离开了爷爷 陆海生家 米勒在听说 林爷爷病了以后 马上打电话给她爸爸 让她先不要着急 一旁正在吃苹果的陆海生 也说她家里得到了一些消息 似乎林老爷子 这次中风中的有些蹊跷 米勒听到蹊跷两字 便来询问 陆海生咬着苹果 这个暂时还不确定 主要是从没听林家的人提起过 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所以这里面必有蹊跷 米勒说 这件事情是乔白告诉他的 说这件事情 在燕京闹得沸沸扬扬 既然林家能把消息封锁的 让你们陆家都弄不清 那乔白又是怎么知道的 苏暖靠着乔白在沙发上坐 他还是很担心爷爷 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但是他很担心 林轩和林瑶不会理他 所以他想问他 能不能打给秦真 乔白的手一顿 爷爷是最重要的 没事的 去问吧 电话没响两声 便被秦真接起 苏暖问秦真爷爷还好不好 但是秦真却不知道 苏暖是怎么知道爷爷的事情的 乔白将手机接过 和秦真聊了起来 秦真疑惑 为什么乔白会和苏暖在一起 乔白表示 他当然会和他的妻子在一起 如果秦先生想要闲聊 他认为 他找自己的妻子 更合适一些 不管秦真对乔白是否满意 他们都会回燕京探望爷爷 哪怕他不告诉他们爷爷的情况 但是秦真却严厉地制止他们的行为 乔白 在听了秦真的讲述后 也很惊讶 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苏暖赶紧问爷爷的情况 乔白说 爷爷目前脱离了危险期 但是下身瘫痪 讲话也不利索 听到这里 苏暖整个人陷入了无穷的悲伤中 乔白安慰苏暖说 爷爷不会有事情的 但是苏暖不管怎样 现在都想回去 乔白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林轩此时也从秦真的身后走来 他问秦真刚才在给谁打电话 为什么喊他几声都没反应 林轩怀疑他是不是在和苏暖打电话 但秦真解释说公司出了点问题 林轩继续逼问 谈公事为什么要躲在角落里 秦真忍无可忍 你能不能别无理取呢 就算是我跟暖暖打电话 那也是清清白白的 林轩像是突然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疯狂地扯住秦真的手臂 秦真你终于承认了 别不要脸了 苏暖都结婚了 你还在觊觎什么 你跟我结婚还惦记着别人 你还叫他暖暖 秦真一把甩开林轩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林轩一人在房间的地毯上 哭着跪坐在地上 林轩回忆起往日的种种 他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只关心苏暖 不管是爷爷还是秦真 乔白在家中整理衣物 一边思索着 难道秦爷爷的突发病症 始作俑者是针对的暖暖 这时传来敲门声 米勒和陆海生前来做客 看见两人乔白 连忙将食指比在唇前 暖暖要回燕京 但林家的情况不太对 请你们帮我拦着点 苏暖从楼上下来 米勒一下扑进暖暖的怀中 担心地看着暖暖的精神状态 苏暖说他要回燕京 没有办法招待他们两个 十分抱歉 但是米勒却指出事实 如果现在回去 没有爷爷在家 林家不会让他进门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爷爷 苏暖回头看着陆海生 问他能不能帮一帮他 陆海生也说 虽然他可以查得出来事实 但是这也需要时间 这件事情急不得 乔白趁热打铁 让苏暖先留在这里 等到海生 查到确切消息了以后 他们再回去 过了几天 苏暖在自己的工位上发呆 一旁的同事兴奋地说 阮雅辞职了 陆总也回了燕京 他们突然好轻松 苏暖很惊讶 阮雅怎么突然 就辞职了 同事也不清楚 但是部长也换成了李姐 苏暖想起来 今天上班还没有见到李姐 同事听说 他丈夫家的老房子拆迁了 他今天没来上班 家里要张罗的事情 应该太多了吧 是这时姐却打了电话来 苏暖震惊地听说 李姐被打伤了 也希望苏暖可以帮她去接一下萌萌 苏暖抱着刚刚放学的萌萌 萌萌却一直哭闹着 要找妈妈 乔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把孩子接了过来 苏暖边走边担心着李姐 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李姐此时也骨折了 他这个伤是他那个不成妻的丈夫打的 他有钱了 便想和他离婚了 他不同意 就打伤了他 因为李姐的娘家都在外地 照顾不了自己 所以李姐想把孩子交给苏暖照顾几天 三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苏暖感叹 他以前以为李姐的烦恼 是由于钱不够的原因 没想到他有钱了以后 仍旧不幸福 阿白 我们的幸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 乔白望着天边的月亮 他相信他们可以的 因为他们彼此信任 晚上蒙蒙一个人 躺在大大的床上 梦中谜南 妈妈 你别不要蒙蒙 苏暖替蒙蒙盖好被子 走了出去 乔白坐在沙发前看着书 见苏暖走了出来 问孩子还好吗 苏暖坐在椅子的扶手上 说蒙蒙已经睡着了 问乔白喜不喜欢孩子 要不要试一试带孩子 乔白觉得 苏暖在暗示他些什么 问他是不是想生一个 他们自己的孩子 当气氛有些暧昧时 蒙蒙的声音突然传出 他像是做了噩梦 一直哭喊着别打我妈妈 爸爸不要打妈妈了 苏暖跑进来 抱着孩子说妈妈在 妈妈没事的 妈妈会回来 接蒙蒙的 蒙蒙不哭 蒙蒙也醒了 抱着苏暖一直在哭 乔白看见眼前的画面 想起当年的事情 他当年也是那样 依赖着妈妈 但是却依赖不了很久 如果他也能像苏暖 这样保护他的话 该有多好呢 乔白将蒙蒙的头 放在自己的腿上 轻声安抚着他 苏暖看见眼前的一幕 肯定乔白以后 一定是一个好爸爸 乔白也说 苏暖以后 一定会是个好妈妈 两人中间 隔着蒙蒙拉灯 晚安 孩子他爸 晚安 孩子他妈 梦里 乔白似乎梦见了 曾经小小的自己 清晨苏暖在床上醒来 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 乔白早上带着蒙蒙 一起在厨房里忙活 两个人 做着可爱形状的早餐 看见苏暖醒了 蒙蒙说 阿白叔叔再给他做面包 这个花 是他自己用模具印出来的 苏暖夸蒙蒙 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小孩子 过一会儿 阿白叔叔 就会带他去幼儿园 苏暖从身后抱着乔白夸他 果然会带孩子 但是苏暖还没有告诉乔白 蒙蒙要去哪家幼儿园 于是苏暖去翻蒙蒙的书包 去看他是哪家幼儿园的学生 苏暖却在蒙蒙的书包里面 发现了户口本和房产证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这一看 就是李姐故意放进来 让孩子带过来的 乔白也说 看来事情 应该比想象中的麻烦 他让孩子 今天先不要去幼儿园 今天乔白留在家里 陪着蒙蒙 之后 乔白给助手打电话 让他们带几个人 到圣安医院 去306病房 关注一个教理节的女人的情况 再调查一下她丈夫的动态 有消息随时给她汇报 乔白希望他们 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不要因为不在燕京 就不为她做事 过了一段时间 助手发回了线索 原来李姐的老公 正在和阮雅一起逛街 苏暖在办公室给李姐发消息 告诉她一切都很好 乔白也将这个线索 分享给了苏暖 难道阮雅辞职 就是为了勾引李姐的老公吗 他这样做 是故意报复李姐吗 苏暖和乔白两个人 坐在沙发上商讨着事情 但是却传来了急切的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李姐的老公 男人大步走进苏暖的家里 静止去找了萌萌 想要要回东西 并威胁乔白说 如果他的东西有了什么闪失 他让他们全家 吃不了兜着走 乔白说 如果那个男人还不走的话 他就会打电话报警 男人不在意乔白的举动 因为警察局的局长 就是他的二叔 明天他会再过来一趟 如果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们也别想过安宁的日子 说完就将一个花瓶 砸向了乔白的头 男人走后 萌萌也嚎啕大哭 苏暖连忙安慰 鲜血从乔白的头上流下 那一刻 乔白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蓝牙打开门以后 外面的快递员 给他递来一个盒子 说这是受陆海生少爷的委托 送给他的一些心意 阮牙十分疑惑 好奇地去看 里面是什么东西 原来送来的东西这么好呀 快递员说陆海生 希望他妥善地保存这份心意 李姐的老公在旁边 问阮雅这是什么 阮雅说是朋友送的礼物 是他的私事 不要管 15分钟后 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阮雅打开门 一群警察站在外面 请问陈大志先生在这里吗 陈大志熟练地和警察打了招呼 同时说 有人报警说 住宅被他撕闯了之后 家里贵重物品就丢失了 警察下令去搜索 陈大志脸上却没有一丝慌张 他家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 此时 警察们把小盒子搜了出来 但是阮雅却说 那是他自己的东西 那是一套市值八百万的出版空想首饰 阮雅盲说这是他朋友送给他的 不是偷的抢的 快还给他 陈大志也说不可能 他根本不认识这东西 这不是他拿来的 警察将二人带去派出所 详细讲述一下 这套贵重首饰的来历 阮雅十分抗拒警察们的抓捕 他仔细地回想 原来那是刚刚陆海生送来的首饰 这一定是苏暖搞的鬼 这一定是他陷害他 他和警察们说 这个首饰是一个叫苏暖的女士的 陈大志听后 一脚踹到了阮雅的身上 警察们根本来不及阻止 两人在上车期间 仍旧有很多不老实的举动 一旁的快递员给乔白打电话 事情都办妥了 乔白赞赏了他几具东西 记得带回来 别落下 旁边的苏暖正在和孩子玩 看到乔白接起了电话问他 是不是还有事情要忙 李姐的亲人从老家赶回来了 孩子有人带了 李姐也要好了 苏暖的手机响起来 是米勒带来的 米勒说 他们现在只能确定 林爷爷在林家的住宅里休养 具体信息 林家不肯透露 只能他自己回去看 苏暖决定赶紧回燕京 苏暖和乔白两人到达燕京飞机场 乔白和司机师傅说着林家大宅的位置 几人驱车前往当时宴会的庄园 苏暖按响的门铃 保安也出现了 警告苏暖 不要随意破坏他人财物 这里是私人宅院 没有预约 不能入内 苏暖大声喊道 他是回来见爷爷的 这是他自己的家 为什么还需要预约 保安却义正年词地 说他没有见过他 苏暖解释 他之前住在云城 爷爷生日回来过 一边的乔白打完电话 让暖暖和他先离开 打电话都没人接 里面肯定是有人吩咐了 不让他们进 苏暖十分难过 虽然米勒提醒过他 但是没有想到 真的连家也不能回 乔白打电话 让陆海生派个车来接他们 一旁的庄园上方 林轩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十分得意 和保安嘱咐 以后也不许他们进来 陆海生亲自开车来接他们 和苏暖说 据说林氏集团内部 出现了财务漏洞 还不确定林老爷子中风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时间很接近 乔白问陆海生 林氏集团资金链断裂 有没有查明 是什么原因 据说是林家老三 有三笔投资失误 挪用了公司的流动资金三个亿 资金周转不开 直接导致了几份合作方的撤资 资金链彻底断裂 苏暖一听就明白了 林家老三肯定又拿去赌了 林明光一贯是这样 爷爷就是因为对他太纵容了 什么事情都等到弄大了才管 根本就管不住 苏暖边哭边发誓 如果爷爷真的是被他们气得中风了 他不会放过他们的 乔白也拍拍他安慰 林氏集团不会有事情的 陆海生问要不要 给他们找一个酒店 乔白决定将暖暖带回自己家 苏暖和陆海生都很震惊 苏暖也终于可以被乔白带回家了 电梯停在28楼 乔白打开了门 苏暖一进屋便参观了起来 阿白 你家好空旷啊 这么大的房子 在这个地段很贵很贵吧 乔白看着他的背影 将包放下来 我家祖屋拆迁了之后 用拆迁款才买在这里 因为之前很久没有人住 所以很多东西没添置 也没在乎 苏暖转头问 阿白 你的家人还生活在燕京吗 乔白沉默良久 对他说起家里的状况 他的妈妈现在在M国养病 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有时候连小白也忍不住 他也为此心力交瘁 乔白对苏暖承诺 等到他的病情稳定 等爷爷的事情处理完 他们就可以一起去探望他的妈妈 苏暖也很兴奋 让乔白以后有婆婆的消息 都随时告诉他 乔白还以为暖暖会对妈妈的病有什么顾虑 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的关心 苏暖一边收拾 一边问乔白 他可以布置这个家吗 乔白说 这里的一切都由苏暖说了算 看着苏暖十分热情的 想要把家里装饰成他想象中的样子 还要将他的妈妈接回来 乔白心里十分的感动 从身后抱住苏暖 等到他们以后有了孩子 他也一定喜欢在天上露营 二人在夜幕下接吻 晚上乔白从浴室里洗完澡出来 看见苏暖一个人躺在床上思考 为什么林家今天不让他们进门呢 乔白附和道 爷爷生病时 你拿到的股份 让林家的所有主要成员都眼红 他们巴不得你 赶紧回去 好把股份要回去 怎么会不让你进门呢 苏暖听到乔白这么说 也发现问题的不对劲 不让他进门这件事情 应该是林家单独某个人做的 而林轩和林妖 则是最有可能下达命令的人 其他人根本不在乎苏暖 是不是林家人 只有他们两个 总是想要把苏暖赶走 尤其是林轩 乔白看着怀里的苏暖 让他搂入一夜无梦 乔白的手机在大意中震动 一条来自陆海生的微信消息 弹了出来 你真的准备动手了吗 第二天一早 乔白收拾好 准备出门 苏暖正在镜子前 整理自己的衣服 他决定自己去 他昨晚想了很久 上一次寿宴的事情 他很生气 为什么他没法面对 那些亏欠他的人 还要他们帮着他 所以这一次 他想要自己解决 无论面对的是林轩和秦真 这一次 他都不会再软弱了 苏暖坚定地说 爷爷是对他最好的人 他一定要找到他 乔白让他放心去 他永远支持他 乔白扶住苏暖肩膀 你现在是林氏集团的大股东 他们不敢动你的 而且 只要你需要 我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苏暖刚从家中出来 便被一个男子叫住 男子解释 家里的保安换了人 所以不认识小姐 现在他是来接小姐回家的 楼上的乔白看见这一幕 内心疑惑 他们是怎么知道 暖暖在这儿的 难道暖暖被人监视了 随后他给人打电话 让人来接他 电话那头十分高兴 少爷 您终于愿意在公司露面了 乔老爷子说 很高兴 您能想清楚 另一边的苏暖 顺利地进入到庄园 但是他觉得 顺利地让他有一些不安 而且 一个熟悉的庸人都没见到 才半年过去 怎么换人换得这么彻底 林母看见苏暖 前段时间 我还在跟你三伯母说着呢 也不知道苏暖过年 回不回来啊 苏暖点了点头 问他爷爷在哪里 爷爷病了 在楼上养着呢 林母耸了耸肩 对苏暖说 苏暖听到楼上 便直接冲了上去 一旁的林母 看见苏暖这样的态度 内心十分生气 苏暖一看见爷爷 就跪在了爷爷的身前 大声地呼喊着 爷爷也缓慢地睁开眼睛 手指微颤地 想要摸他的脸 祖孙两人都十分激动 而门外的林轩 看见这一幕 却十分刺眼 爷爷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居然只记得苏暖 明明照顾爷爷的人是他 林母此时走了进来 说 爷爷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好不容易才好 没告诉他是因为 苏暖在云城那边不容易 而且工作上总是出事 家里还被歹徒闯了 苏暖也疑惑 为什么他们 对他的生活了如指掌 林母邀请苏暖在家里吃饭 林轩听见以后 便将碗放下 说自己中午约了人 就不在家里吃饭了 苏暖跪在爷爷的面前 和爷爷说 如果他们照顾不好他 苏暖就将爷爷 带回云城来照顾 这时 苏暖的身后 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秦真 苏暖和秦真客套了两句 两人便来到阳台单独聊天 秦真说他实在是太想他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云城看他 秦真想把手搭在苏暖的肩膀上 却被他躲开 苏暖连声谢绝了秦真的好意 秦真也解释说 之前公司出事的时候 他正好在国外 所以就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秦真却发现 苏暖用那种不满的眼神看着他 苏暖冷声说 你们到底对我的私生活 是多么的关心啊 居然什么都值得 听说我过得很幸福 是不是很开心啊 秦真一副可怜的模样 他只是遗憾 这份幸福 并不是自己亲手给的 苏暖又一次打破了秦真的幻想 林轩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他这样还是不太合适 乔白此时 发来云信息 暖暖 晚上吃酸辣鱼吧 下午你买好菜 我回家做 早点回来 爱你 苏暖也微笑着回答 我争取早点回去 我也爱你 秦真听着两人的对话 一把抓住了苏暖的手臂 质问他 乔白那小子一穷二白的 我哪里比不上他 两人争吵了起来 难道你忘记 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秦真 当初是你放手的 现在 你也不要拉着我 此时回想到 两人以前幸福的画面 一时心痛 昨晚 男人将秦真叫进书法 这件事情 你却最合适 苏暖跟你有时间的感情在 他八成 还喜欢着你 千万把事情办妥当 秦真低头接下命令 秦真想起 再次演戏 暖暖 我是真的担心你啊 你来邻家很危险的 苏暖正脱开了他的手 有什么危险 不就是为了我手中的股份吗 然后你来跟我打感情牌 想骗我心软 秦真见他看出了 自己心中的打算 恼羞成目 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跟你讲这些的人 居心叵测 苏暖霸气回应 我告诉你 秦真 有人好好对待我 我知道 真心对我好的人 会怎么对待我 他已经不再是原来 那个唯唯诺诺的苏暖了 秦真看他不吃这套 只能转身离开 苏暖捡起地上 正在震动的手机 给乔白发的信息 阿白 今天中午有家宴 你要不要过来吃 乔白却回绝了他 另一边 乔老爷子不满 乔白处理手机上的事情 乔白解释 我上次出差紧急回家了 有些事情没处理完 这次在收尾 两人又在手机上聊了起来 乔老爷子将茶杯 放在桌子上 和乔白说 他的未婚妻已经回国了 让乔白去见一见 几人坐在会议室中 乔氏家主赚了 转手中的戒指 和大家宣布 乔白将接任 乔氏这一任的家主之位 众人十分惊讶 乔白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一人拍桌而起 凭什么他一回家 就传他家主之位 乔白并未被他所打扰 反而冷静地说 那在座的各位说说 这个位置 谁有资格来坐 乔白一一点出 他们的弱点 大伯的决策失误 导致乔氏整体利润 下降了三个点 三叔上次得罪外国的大客户 遭到人家报复性的打击 都是乔白去平息的 四表格卷进外围绯闻事件 让全家颜面尽失 另一边女助理进屋 向乔白汇报 M国那边的金融合资案签约成功 大伯突然站起 对方之前一直说考虑考虑 怎么签到你这里来了 乔白不疾不徐地 靠在沙发上 他在云城创业 作为程序员 他最擅长的 就是各种程序和信息 想要做出点自己的事情 就是要掌握比别人更多的信息 众人此时却很愤怒 他们从来没听过 他在云城做出过多大的业绩 看见范儿起身的六表弟 乔白揭穿他 你跟老婆要离婚拆分公司的事 要隐瞒多久才敢告诉家人 同时 乔白也告诉了他们 是他主动切断了 让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乔老爷子看见目前的局面 起身拍了拍乔白的肩 让他跟他一起过来 另一边林家的家宴上 众人举杯 欢迎苏玛回家 林家的其他亲戚 因为基于苏暖手中的股份 都劝他留在燕京照顾爷爷 但是苏暖装出一副 乖巧无害的样子 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林轩和林瑶 他怕他们两个人不高兴 所以就不回来了 众人听见这话 让苏暖别这么倔强 他爸爸不在家 只有他们可以给他做主 苏暖可以承认自己是林家的人 但是他确实没有爸爸 一旁的林母认为 他这样说话 会伤了他爸爸的心 不管怎么说 林彬星也是他的亲生父亲 苏暖质问 伤他的心 当初他丢下我和我妈的时候 难道没有伤我的心 我的身体不太舒服 就先到辞了 苏暖刚想走出燕厅 就有人规劝他 既然你认自己是林家的人 那现在公司有难 你作为林家的一员 就得义不容辞出手帮忙 你可以走 但是林家的东西 你要留下 众人将自己的贪婪显露在外 苏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林氏有危机 不可能吧 而且我又不在公司任职 林氏 危机我能出什么力 一旁的人回答 林氏集团现在资金有些问题 需要把他手里的股份转过来 保证公司的董事位置 在林家手里 苏暖毫不退让 那下一次董事会麻烦三伯通知一声 我会去参加 为了爷爷 林氏危机 他不会不管 而众人却对他这一举动 感到不满 他手上的10%股份 是林家当中最多的 既然如此 他会和其他董事说明 林氏还是林家股份占的最多 集团不会一主 他也让三伯放心 他不会把这份股份 卖给任何人 因为这是爷爷给他的 他绝对会守好 三伯嘲讽 苏暖不会以为 他去董事会 可以说得上话吧 苏暖也开口讥讽 他可不像三伯那么有本事 欠了一屁股债 才导致公司资金断裂 三伯将手里的红酒扬了出去 红酒杯碎在地上 阴出一片血红 三伯也让家仆 把苏暖给关起来 今天他要替他爸教训他 米勒在这时及时赶了过来 说他爷爷弄了一袋 上好的大红袍 让他来接林爷爷 去他家跟他品茶 看见轮椅上的林老爷子 苏暖拒绝了米勒的好意 于是米勒就顺势邀请暖暖 一起去逛街 两人离开了林家 临走之前 苏暖对三伯说 别忘了他也要去董事会的事情 回到家里后 米勒说乔白不放心他 所以让米勒过来看一看苏暖 这不恰巧就赶上了 看见空荡荡的屋子 米勒说 至少要把婚纱照挂起来吧 但是他们当初直接领了证 连婚礼都没有 也就没有婚纱照 而此时 米勒做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他伸手一拿 是一个手势盒 苏暖说 这不是他的东西 他们将手势盒打开 里面是一对对戒 但是只剩难戒了 两人猜测 可能是阿白父母的 这个房子 原来是阿白的妈妈住的 米勒又提议他们 以前总是一起去看婚纱 这次要不要一起去逛一逛 于是 他们来到了婚纱店 看见橱窗里美丽的婚纱 他们都露出了向往的表情 米勒劝苏暖来 试一试婚纱 但是苏暖觉得 这家的婚纱太贵了 想到这儿 苏暖就给乔白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待会儿去买菜 米勒在电话里告诉乔白 他们在婚纱店 苏暖看见了 一件婚纱觉得贵 让乔白来店里定夺 随后 苏暖就被推进了十一间 乔白来了以后 只看见米勒一人 站在大堂里 米勒对乔白说 满暖马上就出来 他去试婚纱了 乔白想起之前家主说的话 苏暖不适合成为家主夫人 竟然乔白已经接手家主之位 过几天就把婚离了 和他的未婚妻 好好相处一下 这时苏暖是好了衣服 从十一间走出来 乔白被苏暖的装扮惊艳到 米勒在一旁一直夸着苏暖 苏暖也想知道他这身装扮 乔白会不会喜欢 乔白此时走上前去 手里攥着一条项链 这是听说他在试婚纱 乔白特意带来的 乔白给苏暖戴上项链 这原本是他妈妈的项链 所以应该算是他婆婆给他的东西 乔白扶住苏暖的肩望向镜子 对他说 暖暖 你好美 米勒看见苏暖脖子上的项链 让导购给他们找一件搭配适合的婚纱 问他们 一会儿要不要补一套婚纱照 乔白却拒绝了 苏暖也遗憾地表示 他们已经领过结婚证了 没有婚纱照 是无所谓的 乔白看着苏暖的脸 直到他又想多了 解释说 他一定要给苏暖找一件最好的婚纱 才能去拍婚纱照 苏暖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 乔白在他身边 其他的都无所谓 随后 导购找来了几条更合适的婚纱 带着苏暖去示一件事 大堂内只剩下乔白和米勒两人 米勒开门见山 他知道乔白是谁了 乔白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问米勒苏暖知不知道 米勒没有告诉他 但是不知道 苏暖有没有从其他渠道听说 乔白请他 暂时不要告诉暖暖 如果他们是在半年前认识的 米勒会怀疑 乔白是为了临时的那10%的股份 但是乔白和暖暖 是在一年前相识的 米勒知道 乔白是在三年前回的国 之后销声匿迹 没想到他是跑去了云城 乔白不知道 为什么米勒对他的行踪这么了解 米勒没回答 不管你之前是不是有目的 现在我想听听一个 身有家族内定妻子人选的家伙 却跟暖暖结了婚 对这件事的说法 乔白目光一冷 他现在才是乔家的家主 到底谁是他的妻子 他自己说的算 米勒警告乔白 如果他也敢抛弃他 米勒绝对会提到 去砍了乔白 不管他是不是乔家的家主 乔白不会让他有这个机会的 这时苏暖也从事宜间出来 他觉得 这些婚纱搭配起来都不是很合适 还是等以后再说 回家的路上 苏暖问问米勒 为什么不也试试婚纱 他和陆海生的感情也很稳定 但是米勒却说 他和陆海生 不会有特别多的瓜葛 虽然很惊讶 但是米勒却调开了话题 今天米勒为了苏暖跑了一天 他晚上一定要吃一顿好的 乔白也在此时提议 回家前去烫超市 晚上可以吃顿肉 乔白要给陆海生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起吃 米勒心里不太舒服 明明陆海生什么也没干 就有顿肉吃 要让他把家里酒窖里的好酒 拿过来几瓶 乔白给陆海生打电话和他说 米勒让他带点酒来 来他家吃饭 晚餐前 两人在厨房忙活 乔白问陆海生他和米勒还好不好 下午好像米勒在跟他生气 陆海生洗着蔬菜沉默不语 伴上和乔白说他可能要订婚了 乔白很惊讶 陆海生解释说是白家的女儿 餐桌上看着米勒疯狂地喝酒 陆海生连忙阻止 米勒一把甩开了陆海生的手 和他说他可以找代价 不关他的事 晚餐结束后 米勒喝得鸣鼎大醉 陆海生要送米勒回家 看着两人都喝得很多 苏暖开口留他们在客房住下 但是陆海生只要带米勒走 乔白也拉住了苏暖的手 让他别管 晚餐结束后 两人坐在餐桌前 苏暖说他们两个今天很不对劲 真的不会出事吗 乔白告诉苏暖 陆海生他可能要订婚了 苏暖大惊失色 陆海生他不是喜欢米勒吗 阿白 你听说了什么吗 乔白告诉了苏暖这个残酷的事实 暖暖你应该知道 陆家那样的家族结婚对象 都是有商业和政治联姻的因素存在 更何况陆海生还是陆家的下人家主 苏暖以为米勒配不上陆海生 他觉得你家和林家差不多 还是不行吗 乔白点头 苏暖也知道了 为什么米勒去云城找他的时候 就一直不高兴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他转头问乔白 如果他是陆海生 他还会和他结婚吗 乔白搂住了苏暖 他会 苏暖摸着乔白的手 但是他刚刚才说 陆海生这样的人 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 乔白让苏暖放心 他和陆海生 都不是那种甘愿屈服的人 所以 他不用担心米勒 之后 乔白嘱咐苏暖 最近事情很多 他自己待在家里的时候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也不要接不知名的快递 第二天 苏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米勒过来敲了门 他浑身十分邋遢 一进门一言不发的 就躺在沙发上 苏暖问米勒发生了什么 米勒说 他把陆海生给睡了 米勒突然站起喊道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女人还是要靠自己 他一把抓住了苏暖的肩膀 暖暖 你要不要跟我去开女装部 女人还是要把未来抓在自己的手里 他现在就要去微云上班 苏暖问他 是不是想去云城 米勒回复 微云的总部就在燕京 而且刚刚空降了一个新总监 我要向他申请成立女装部暖暖 你愿意过来帮我吗 苏暖同意 他收拾收拾 整理一下 他们就过去了 望着苏暖开心的背影 米勒忍不住想起今早的谈话 乔家要求乔白 跟雷家的大小姐交往 他们两对人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微云燕京总部 韩总监 你想聘用我的事 我答应了 米勒推开韩一办公室的门 他希望能在微云开创女装部 苏暖很惊讶 韩一为什么在这里 苏暖很惊讶 为什么韩一在这里 韩一向苏暖打招呼 他现在是微云总部的总监 韩一问苏暖 是不是从云城过来给米勒帮忙 苏暖解释说自己是在休假 只是陪米勒来找工作 不接受任何的活计 韩一随即放出诱饵 苏暖 你的能力我清楚 你假期给总部干活 我算你双倍工资 年假算你没休 以后可以继续休 怎么样 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 苏暖说 韩总监不去当演说家 实在是太可惜了 就是这张嘴很有语言的力量 如果他们把女装部做起来 以后在各个分公司都会开女装部 而为了庆祝微云女装部的建立 韩一今晚做冬 晚上一群人坐在桌前聚餐 苏暖起身来到洗手间洗脸 一位金发女子看见苏暖的背影 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苏暖不认识来人 但是很惊讶 她能叫出她的名字 金发女子却说她认识她 她是小白的老婆 金发女子将她抵在洗手台前 一手抬起苏暖的脸 怎么办 这张脸 我都心动了 听见女子轻巧的语气 苏暖将她的手一把推开 女子做了自我介绍 她是乔白的未婚妻雷庆 刚刚还在一起吃饭 苏暖一时间只能说她认错人了 她的老公是叫乔白没错 女子健壮 知道乔白还没有将这个事情告诉苏暖 没有多说便离开了卫生间 米勒见苏暖从卫生间回来以后 脸色就不好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苏暖将事实告诉米勒 手机一直在震动 乔白见苏暖接起电话 问她为什么刚刚不接电话 对面说 微云总部的总监请他们去吃饭 苏暖刚刚去洗手间了 他们在皇宫御膳 让乔白来接他们 乔白听见皇宫御膳几字 心中一惊 对面的雷庆 看着乔白慌忙的脸色 冷静地搅动了面前的咖啡杯 你美丽的小娇妻 听说 我是你的未婚妻 脸都白了 乔白意识到苏暖已经见过雷庆 雷庆端起咖啡 喝了起来 他可不只见过苏暖 他还仔仔细细地看过了 他很期待一个 稀里糊涂就嫁给了乔家家主的人 会对雷庆的存在 做何反应 乔白急匆匆地 来到了苏暖的宴客厅 乔白问苏暖 是不是来晚了 苏暖却质问 他为什么这么快 苏暖心中的生起了疑惑 那个女人 应该是在说谎吧 乔白 是不会骗他的 他只是恰好路过 苏暖落荒而逃 乔白却被旁边的米勒抓去 米勒拍给乔白一份资料 让他自己把东西 交给暖暖 乔白一打开文件带 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乔白不知道 为什么这份离婚协议书 会在米勒这里 米勒却说乔白 承诺过 不会给他提刀 砍乔白的机会 乔白 将离婚协议书撕碎 米勒问他 到底要怎么办 乔白说 他的家主身份 还没有稳定 还不到时机 告诉暖暖 等他告诉暖暖那一天 必定是让全世界 都承认他的那一天 米勒很羡慕乔白的态度 如果陆海生 有这种态度 应该多好啊 乔白在离开之前 对米勒说 作为他的好兄弟 他想帮他说一句 海生也在努力 希望能给他一点时间 苏暖也收拾好了东西过来 问他们 在聊些什么 晚上乔白 在牵着苏暖回家后 问苏暖 今天为什么一直不高兴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苏暖问乔白 着急来接他 有没有吃晚饭 他说他当时刚吃完 问暖暖 是不是要吃宵夜 苏暖沉默良久 我不吃 他明天要去总部上班 要早一些睡觉 乔白想上去贴贴 但是苏暖 却拒绝了他所有的请求 今天有很多事情 需要考虑 米勒的工作 还有他自己的 两人陷入了信任危机 第二天一早 乔白穿上衣服 和苏暖说他今晚有事 会晚一点回家 他自己做饭吃 苏暖十分疑惑 他今天又要晚回家 不会又要去见 那个奇怪的女人吗 乔白见人没有反应 便去厨房做早餐 苏暖一个人 趴在被窝里 他只是希望乔白 能讲一讲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乔白 却什么也不说 他不该想这些 不高兴的事情 他应该赶紧上班去忙起来 就不会想别的了 对 只要忙起来 同事找苏暖说 这是公司 给他们找的女装 形象代言人 苏暖一看代言人 居然是国民女神 韩总监 居然给他们 请了这么一个大牌的人 公司果然很重视 不过 不太合适 女装部的定位 是可爱 知性 活泼 成熟 代言人最主要的特质 是要符合他们的服装理念 这个杨子小姐气质 太时尚前卫了 而她的风格 是复古的 根本不匹配 但是杨子 已经签约了 现在 在一号会议室 苏暖来到会议室前 听到几人 正在交谈 韩总监 我的时间很紧 不会每一次都来现场试装 而且要进行平面宣传的时候 需要你们公司提前两个月进行预约 并且将一切事物都安排妥当 如果贵公司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签约了 苏暖在门外十分不舒服 如果连试装都做不到 那沟通调整起来 会很麻烦 这个杨子 看起来不好说话的样子 一边的同事 看见了苏暖 和她说 韩总监正让我去找她呢 赶紧进来吧 韩一见苏暖 这么快就进来了 和杨子介绍 这是他们微云的设计师 苏暖小姐 本次开创的女装品牌 她就是 主要负责人之一 她觉得有必要 听听她的意思 杨子不懈地 看了一眼苏暖 看这意思 能不能签约 还需要这位苏大设计师 发话了 苏暖认为 杨子小姐的个人表现力 和他们公司品牌 风格有差异 不是很合适 韩一很开心苏暖 可以直白地说出 于是她通知杨子小姐 不能再跟她继续合作 是他们的遗憾 杨子份离场 指着苏暖说 如果你开除她 我可以不计较 她刚才说的内容 继续考虑 和她们签合同 杨子希望可以从韩一那里 得到她想要的答案 但是 韩一却说 似乎小姐误会了 他们刚才说的是 杨子不适合 与微云合作 他们耽误杨子小姐 宝贵的时间了 还让助理送客 杨子十分愤怒 想要利用粉丝的力量 网爆苏暖 韩一表示 代言人的事情 交给他们自己选择 她去和陆海生说一声 杨子不合适 同时 苏暖也让小莫筛选一下 其他的明星模特 记得有复古感 这时同时 却让苏暖快去看新闻 微博热搜赫然在目 国民女神杨子 痛斥某服装公司 女设计师 无理 韩一看见热搜以后 说要一起反馈给陆海生 问他怎么处理 他让苏暖他们 该干嘛就干嘛 韩一知道 杨子还不知道 自己得罪了谁的女人 过了一会儿 网上关于苏暖的恶性评论 就都没了 一条都说不到了 公司的公关力量好强大 苏暖也夸赞陆海生 一向很有行动力 这是苏暖 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 他觉得 这个人可以成为代言人 那边的助理 再给乔白汇报 总裁 对夫人不利的舆论消息 我们都已经清理掉了 小白肯定的点头 让助理下去 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不要再来打扰他 乔白一直盯着手机的屏幕 苏暖一直没有回复他的消息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不由怀疑 苏暖是真的相信了雷庆的话 他不知道 雷庆到底和他说了什么 这种事情 要怎么样才能说清楚 他决定 还是下班就回家 无论怎么样 都要尽力和暖暖解释一下 乔白站在家门口 有一些害怕 他想知道 暖暖正在做些什么 他应该先和他说一些什么好 他一进门 看见苏暖趴在茶几上 手里拿着笔 正在绘图 他将笔从苏暖手里抽离 苏暖此时醒了过来 苏暖迷糊地靠在乔白的怀中 对他说 他晚上做了拌面 现在去热给乔白吃 乔白将苏暖抱起 但是苏暖却不是很开心 他好不容易做了一次饭 乔白居然说不饿 相比于吃饭 乔白更想先吃苏暖啊 乔白躺在床上 看着睡着的苏暖 他发誓 苏暖总是在他最需要被陪伴的时候出现 他这辈子都会对苏暖好 绝对不会离开苏暖 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一定会让苏暖明白他的诚意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苏暖是他乔白的妻子 乔白起身走出了卧室 看见桌子上 苏暖为他做的拌面 虽然是一道黑暗料理 但是 他却让乔白十分感动 乔白立刻让助理给他预定 黑药最新款出版婚件 就是为爱那款 随后心满意足地 吃起了那碗拌面 米勒坐在苏暖的桌子前 我听人说 昨天你把公司给咱们请代言人给退了 苏暖解释说 因为他的形象 真的不太符合他们的产品 但是为此而怨恨他 还在网络上炒作新闻 也是让人很无奈的 而且 他自己不讲出来 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不合适啊 米勒和他说 其实 杨子现在不一定是国民女神 现在心里慌得很 难得的大牌合作 又被苏暖给pass掉 最后 米勒就给他指出 宁染这个潜力新秀 苏暖看见这个人的照片 惊讶地说 这个就是他们后来选用的那个人 米勒看见这个局面 觉得他们和杨子的仇怨 算是化解不了 一周以后 苏暖终于画完了女装设计图 送去打样了 他给乔白打电话要 一起去看爷爷 晚上就不和米勒一起去了 乔白看着桌子上的戒指 觉得他给苏暖准备的东西 也是时候送给他了 助理此时和小白说 前台有人打电话来找他 是他的母亲 还有一位陪同女士 叫做刘若 说是乔白的顾娇 他们核识过 老夫人确实是被一位 叫做刘若的小姐姐走的 但是现在到达现场的 是否是他们本人 还需要乔白亲自确认一下 女助理觉得 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越来越乱了 乔白的前女友 来了 乔白在公司大厅 看见了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母亲 两人都很激动地看着对方 乔白蹲在地上 妈妈摸着乔白的手 乔白问母亲 他现在能不能认出他 傻孩子 妈怎么能不认识你呢 乔白带着半点责怪地问妈妈 为什么回来没告诉他 母亲却说 还有若若在 若若这孩子有心 这么多年 什么事都惦记我 刘若说 医院那边已经确认伯母康复了 他们这一次来 就是想给乔白一个惊喜 乔白推着母亲的轮椅 向前走去 他让助理找人 送刘若回家 而自己则带着母亲 一起回到家中 乔母问乔白 为什么不带若若一起 乔白说 若若有事情 如果想要有人来 陪她的话 乔白找人来陪 刘若我见犹怜地说 那她就不打扰了 明天再来看乔母 乔母确认为 乔白对刘若的态度 过于地冷淡 不管他们两个 在闹什么矛盾 乔母只要若若陪她 其他的人谁也不要 乔白也只能妥协 如果刘小姐晚上没事 就一起用餐 刘若想要趁机 摸上乔白的手 但是乔白却抽手 说 麻烦刘小姐 帮忙推轮椅了 一边的助理 看着刘若小姐 事事周到 一点都挑不出 毛病来的举动 不知道苏暖 能不能赢过她 别墅内 乔白去给乔母 洗了一些水果 乔母在这个空荡问刘若 她和乔白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闹得还挺大的 刘若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说 不要责怪阿白 都是她不好 才让阿白对她产生了误解 乔母连忙安慰刘若 两个人过日子要的 不就是多沟通吗 多跟阿白说说自己的想法 误会会解开的 你性子柔和 一定能包容阿白的 这时苏暖 给乔白打了电话 乔母让刘若替乔白接起来 电话那头一接起 苏暖便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是苏暖吧 乔白正在洗水果 苏暖刚想问是谁 女人便挂断了电话 二人再次遭遇信任危机 乔白看见刘若手中的手机 质问她 谁让你动我的手机 刘若说她的电话想得有些急 便接了 但是是打错了电话 乔母也在一旁替刘若说话 若若还不是怕耽误你重要的事情 你今天这是什么态度 你不满意我回来吗 乔白却说 整个乔家都不敢不满意她回国 以后他们就在燕金安家 乔母拉起刘若的手 也说起了对未来的畅想 乔白目光一冷 妈 我跟刘若小姐分手好几年了 当时您生病不记得了 我现在结婚都一年多了 乔母却不可置信 连忙大喊 除了若若她谁也不认 乔白此时也担心起乔母的身体 对苏暖的事情也就没有再多说了 刘若让乔白不要担心 她这里带着药 另一边的林家庄园内 林母告诉苏暖 爷爷今天早上念到了她的名字 林老爷子看见苏暖一人过来 问乔白为什么没有一起 苏暖打电话催了乔白 乔白那边却解释她的妈妈临时回国了 她可能过不去了 之前给她打电话没人接 苏暖很惊讶 婆婆回来了 那刚才给她打电话接的人是谁 乔白望向一边的刘若 和苏暖说等回家 便仔细告诉她 林母看苏暖这边 好像出了什么情况 邀请苏暖来参加明天林瑶的订婚 苏暖很惊讶 原来林瑶都订婚了 林母却嘲讽地说 林瑶这次为家里贡献很大 晚上乔白见乔母已经安顿了下来 打算离开 回到和苏暖的小家里 乔母问乔白去哪住 乔白解释道 她那边市中心的房子 环境太嘈杂 楼层也很高 不方便她活动 所以没让她过去 乔母将刘若托付给乔白 让乔白安全地送刘若回家 乔白应付了下来 但是却没等刘若 让司机送刘若回家 刘若见计谋没有得逞 对司机骂了起来 小白回到家中 苏暖和她打招呼 发现婆婆并没有跟来 苏暖热情地 向乔白问婆婆的情况 乔白想起母亲的反应 对苏暖隐瞒了母亲的想法 表示最近她的身体状态不太好 需要敬仰一战 苏暖在那边担心婆婆来得太突然 她自己什么也没有准备 怕她嫌弃她 乔白让苏暖准备好了再去见 苏暖趁机问起那个女人是谁 还说是跟来照顾母亲的人 苏暖一下就离开了乔白的怀抱 觉得今天的乔白很不对劲 说话也好像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她一样 而另一边乔白在洗澡的时候想 一定要在刘若 把事情闹大之前解决掉她 苏暖想起明天林瑶要订婚的消息 觉得如果乔白去了现场 会被大家为难 也就没有告诉乔白这个消息 第二天 助理问要不要把苏暖 接到乔母的地方去吃午饭 但是乔白去 她上班的地方离得远为理由 拒绝了这个建议 今天晚上林家小姐林瑶 跟李公子的订婚宴 夫人会参加活动 乔总的意思是 夫人不参加了 助理疑惑地问 但是乔白却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让助理赶紧找一套 合适的礼服和配饰 给暖暖送过去 乔白也很纳闷 为什么苏暖没有告诉她这件事情 另一边乔白给苏暖订的快递到了 米勒也来凑热闹 礼服和配饰都很漂亮 但是苏暖却并没有告诉乔白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听说了 还特地给她送来衣服 苏暖心中感觉甜滋滋的 苏暖推着爷爷 在林瑶的订婚宴上走动 林老爷子又一次问起了乔白的去向 他想和乔白说说话 苏暖却说小白妈妈身体不好 去看他妈妈 所以可能来不了了 旁边的米勒告诉爷爷 暖暖的礼服是乔白送的 虽然他没来 但是他也很用心 三伯在一旁看见林老爷子 说要带林暖去认识一下公司的董事 正好他上次也要求进入董事会 这是一个介绍的好机会 苏暖知道三伯是想给自己难堪 但是之前确实完全没有准备 真的见到那些董事 应该说一些什么呢 林老爷子听见这样的要求也很欣慰 他觉得林暖总归是要进入到林氏的高层 和他们见面是迟早的事情 不妨先接触接触 一旁的人在那里传爷爷命不久已的谣言 苏暖听见以后大声喝止 身后的三伯却阻止了他说 那个是叶总 他是除他们以外持有最多股份的人 苏暖惊讶 原来这就是那个可能吞掉林氏集团的男人 男人一把捏住苏暖的脸 调戏地说 哟 小美女 你是谁啊 这小脸长得挺乖的 脾气倒挺大 一边的乔白看见了以后 让助理去教训他 助理上前就给了男人一个巴掌 苏暖开心地看着来人 他不知道为什么乔白会来到聚会现场 乔白解释 林家的孙女订婚 消息早就传得沸沸扬扬的 他当然听说了 一边的叶总被打了一巴掌 十分生气 你是什么人 竟敢打我 乔白毫不客气地说 你来参加别人的订婚宴 却辱骂人家的老人 调戏人家的姐妹 难道我们还欢迎你吗 叶总愤怒地说 乔白还不够资格来教训他 林老爷子却来解释说 乔白是乔家的小子 乔薇的孙子 林老爷子让人送叶董回家 随后林老爷子便找乔白谈话 他也是最近才知道乔家长度人交接了 也都纷纷议论乔家 哪个乔家 难道是比陆家还了不起的那个 号称燕京顶级三大家中首富的乔家 乔白让爷爷放心 不管他的身份如何 他只是酥暖的乔白 今天是林瑶的好日子 他们不能抢他的风头 之后的他们私下去谈 林老爷子让乔白推他去休息室 乔白安慰苏暖让他不要担心 他将助理留在了他的身边 林老爷子对乔白说 半年前我受验的时候 我对你说过 我不在乎你是个穷小子 只要你对暖男好 如今我问你 你既然是乔家的家主 你会怎么对待暖暖呢 苏暖十分担心两人的处境 想起曾经的对话 陆海生要离开米勒 如果你是在陆海生那个地位 你会和我结婚吗 乔白此时也和爷爷谈完话出来 苏暖上前询问 但是乔白只说爷爷 问他乔家对苏暖的态度 苏暖却有一些担忧 他一直以为他们的家在云城 只要他们过完这个年 他们就去美国看婆婆 然后会回云城工作 可是现在一切都没了 苏暖突然发现 乔白根本就不在他的设想里 此时乔白打开了他的钻戒盒子 你一直都在我的设想里 也在我的未来里 乔白单膝跪地 问苏暖愿不愿意和他 建筑共同的未来 只要苏暖愿意 他们就永远在一起 苏暖十分感动 他不敢相信 这是乔白给他买的戒指 当初结婚缺少给他的 乔白都会弥补给苏暖 随后乔白便搂着苏暖回家 苏暖刚想问家里司机 有没有空闲的车子 乔白拉起他的手说 暖暖 我们自己也有车的 乘自己的车回家去吧 苏暖看见车以后十分惊喜 乔白对旁边的保安说 通知林老医生 我带二小姐回家了 苏暖扑吃一笑 你是不是要带我 回占地面积 几千平米的大别墅里 乔白却很认真的说 暖暖想住大别墅 乔家老宅 确实占地面积几千平米 也有好几处别墅 可只有你的地方 才是我该回的家 晚上苏暖处理着工作 他和乔白说 明天公司会请林染过来 千代言人 就是那个很有古典气质的美女 乔白注意到苏暖的头发还没干 很容易得感冒 于是便主动地 给他擦起了头发 他和苏暖说 他妈刚才让他过去一趟 苏暖担心乔母出了什么事情 让乔白赶紧去 但是乔白却认为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他妈亲自打的电话 说话的语气也很好 只是想见一面 他一贯睡得晚 苏暖这才放下心来 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乔白说今晚他就自己去就好 妈那边没什么大事 如果今晚这么去见 也不是很正事 苏暖说明天代言人人就确定了 他可能就有空了 他早些回家 让乔白把婆婆接过来 他们一起吃顿饭吧 乔白兴奋地握住苏暖的手 今晚就去和妈说 但是他却不知道苏暖会做什么菜 苏暖被戳到痛处 最重要的是心意 而且明天还有乔白可以帮他 乔白回过未来 所以是我干活宫 你向我妈卖人情啊 苏暖害羞地说 这是构建友好的婆媳关系 你是关键点 责任重大 乔白刚想去亲苏暖 就被他一把推开 苏暖让乔白赶紧去看婆婆 然后回到家来 他在家里等他 苏暖护肤结束十分漂亮 戴着戒指 心想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一定要尽快把微云这些东西弄厚 过完年就和阿白回到云城去 晚上十二点到了 但是乔白却一直没有回家 不过乔白是去他妈妈家 此时去催他不太好 而且万一他正在路上开车 于是苏暖决定一边看电影一边等他 一夜以后 乔白却还是没有回家 是一个不认识的电话号码打来 苏暖接起电话问他是谁 电话那边传来乔白的声音 昨晚在乔母那边出点状况 乔白的手机被摔碎了 所以乔白昨天晚上在家里看护乔母 此时苏暖却放下心来 只要乔白没事就好 电话那边却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苏暖猜那是上次乔白说的照顾他妈妈的女人 乔白说一会儿苏暖上班的时候 他在楼下等他 接他去上班 苏暖推托道 阿白 我觉得你从别墅赶来太远了 我现在已经要出门了 不说了 苏暖一个人坐在床上瞎想 为什么那个女人叫阿白叫得那么轻热 乔白看着手中挂断的电话 他知道刘若在想些什么 警告他 刘若 不要想在我身上下什么功夫 更不要想利用我妈达到你的目的 刘若端着早饭给乔白 但是乔白却静止离开 刘若露出得意的微笑 乔白 乔家连我都接受不了 更不可能接受苏暖 更何况你妈妈都不认他 我根本不需要下什么功夫 也不需要利用谁 你们的婚姻已经岌岌可危了 卫云公司总部 米勒信冲冲的跑向苏暖 暖暖 幸亏你今天来的也早 宁然已经到了 我们赶紧去评估一下 如果合适的话 就赶紧签了吧 苏暖却很惊讶 这个明星来得这么早 几人来到会议室 宁然一个人在会议室里等着他们 十分谦卑地打着招呼 苏暖一看见宁然的长相 就觉得他的气质 比照片上还要契合他们的品牌里面 随后苏暖便问宁然 对他们公司的品牌服装代言 有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宁然只是感谢他们肯给他这一次机会 他一定会好好做的 随后苏暖递给宁然一些 关于明年春庄的基本资料 让他可以带回去了解一下 苏暖十分满意这一次代言人的人选 没有想到这次签约居然这么顺利 然后和米勒说他跟阿白约好了 晚上把乔母接来吃饭 他先回家准备了 米勒也准备回家 也祝他今天晚上一切顺利 他也不知道那个照顾他妈妈的女人 会不会一起跟过来 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米勒此时也发现了苏暖心事重重 苏暖回到家门口 便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他们的家门前 女人对他说 他是来帮乔先生取一些东西的 苏暖以为那是他的下属 便让女人进来 这个样子肯定看不下去的吧 苏暖十分生气地质问他到底是谁 女人更加得意 让他坐下来 他坐下的沙发也是他当初挑中的 刘若此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乔白的女朋友 今天来是想和他说 离开乔白 乔家根本就不会接受他 苏暖掷地有声 你搞错什么了吧 现在这个家的女主人可是我苏暖 你到底要来娶什么 刘若说 乔白的妈妈 让她把跟这只戒指配套的男戒取回来 他问苏暖 知不知道另一只在哪里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离开我丈夫 苏暖霸气地回应 资格 你看看这个吧 刘若甩给苏暖一达资料 那是雷庆 燕京三大家之一雷家的长女 乔白当年出国之前 就已经和他订婚了 苏暖将资料扬到地上 不管阿白曾经和谁有过婚约 但是他最后选择的人是他苏暖 刘若扑斥一笑 苏暖不要再自欺欺人 他只是乔白反抗乔家的一个工具把了 苏暖也笑了 由他这种前女友来介绍未婚妻 不觉得有些可笑吗 如果苏暖是工具 那他是什么 哪怕苏暖最后离开阿白 刘若也什么都得不到 刘若淡定自若 但是乔白的妈妈认定的乔家儿媳只有他 除了刘若 乔母谁都不认 刘若从苏暖身边经过 乔母一直派着他们两个早日结婚 乔白这么孝顺 如果苏暖自己提出离婚 还会显得体面一些 苏暖愤怒地转身 你倒是想得真好 我是不会离开他 刘若也说自己可以感同身受 毕竟乔白的胸膛可是又宽阔又温暖的 苏暖听不下去了 要赶刘若出门 苏暖 别忘了 包把配套的男戒找出来 那可是当年阿白为我俩买的 还有 如果你的事情是做饭的话 那么不用做无用功了 乔伯母今晚是不会来的 而且 乔白晚上也不会回来 苏暖愤怒地大吼 让刘若滚出去 刘若走后 苏暖向乔白确认 他旁敲侧击地问乔白 今天晚上做多少肉圆合适 毕竟今天晚上有三个人 但是乔白却说 今天晚上可能吃不了饭 而且也会晚一些回来 这印证了刘若的话 苏暖忍不住哭出声 将电话挂断 乔白问助理老夫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助理回复他的情况 已经稳定下来了 乔白也可以安心休息了 但是 乔白要亲自看护老夫人 不然他总是放心不下 让M国那边的人做好准备 如果这边设备跟不上 他会让他们把妈妈带走 乔白嘱咐助理 同时也想起了 暖暖最近莫名其妙挂断的电话 好像是在试探他一样 刘若此时跑过来 问乔白乔母有没有什么事 他刚刚听说 乔母从轮椅里摔了出来 他很抱歉 今天有一些事情出去了 所以没有办法及时保护到乔母 乔白很感谢刘若愿意 一直在那里照顾他的妈妈 但是他一直住在这里 真的很不方便 刘若辩解 伯母怕孤单 就让他来陪他吧 乔白却不听 让助理给刘若找一家好的宾馆 要最好的环境的 老白警告刘若 他已经结婚了 随后吩咐助理 让他帮忙照顾一下乔母 乔白晚上回到家中 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酒味 他打开灯 却看见苏暖一个人躺在地上 他将苏暖扶起来 苏暖却大力挣扎 乔白一直出声安慰苏暖 扮上苏暖才意识到 面前的人是乔白 扑进他的怀里 哭着让乔白不要离开他 乔白忙问苏暖出了什么事 苏暖说 前几天碰到一个叫雷庆的女人 说是他的未婚妻 今天又有一个叫刘若的女人来找他 说他妈妈只认他做媳妇 他好气 也好怕 乔白紧紧地抱住苏暖 说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不会分开 这时苏暖突然把乔白摁在地上 哭着对乔白说 我要给你伤孩子 你要是敢变心 我就带着宝宝去讹诈你 让你永远也走不掉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 苏暖问乔白那个刘若 和他是怎么一回事 小白回复说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然后就成了男女朋友 苏暖想问他们 为什么会分开 乔白解释说 因为他听到他和雷庆的订婚 感觉压力太大 就离开了他 然后乔白才有机会遇见苏暖 苏暖随后问他和雷庆的关系 乔白说 其实雷庆会更害怕乔白离婚 因为雷庆也有喜欢的人 他很担心乔白离婚了 以后会和他联姻 乔白想起 先前雷庆对他的所作所为 如果乔白敢离婚 雷庆一定亲手打断他的腿 苏暖忍不住笑了起来 但是问乔白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他 害他这么担惊受怕 乔白觉得自己这种问题可以解决 但是没有想到 给苏暖造成了那么大的困扰 他也很抱歉 苏暖委屈说 刘若给我看他的戒指 说是你以前特意给他买的 那个时候 我的心真的好乱 乔白对他沉默 刘若的事情 他一定会处理好 但是在此之前 乔白希望他 可以保管那枚戒指 等到他觉得 乔白是一个完全值得 苏暖信任的丈夫时 再把这个戒指还给他 乔白将苏暖抱在怀中 对他说 他今晚要赶飞机出差 他不在的时候 希望苏暖可以照顾好自己 苏暖也回身抱住了乔白 你不要忘记 你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 乔白稳住了苏暖 他一定会遵守他的沉默的 助理对乔白说 乔家其他的人 和帝国的黑手组织 密切来往过 他们一直对您继承家主之位 心怀不满 助理认为这很可能是 针对乔白而采取的举动 乔白让他们注意一下 别墅那边 不要让人惊吓到他的妈妈 在派线人时刻跟着暖暖 总之不要让小白重视的人受到伤害 突然乔白腹部中枪 所有人围了上去 助理让他坚持住 他们马上送乔白去医院 乔白嘱咐说 不要让乔家人知道他受伤 也不要告诉苏暖和他的妈妈 不要让他们担心 助理一一应了下来 在倒下的前一刻 乔白十分抱歉 没有办法及时给苏暖打电话 工作人员都赶紧让他们去联系医院 助理还想知道 到底是谁 居然比预想的还猖獗 直接找家主本人去了 这时 乔白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助理帮忙 接通了以后发现 居然是雷庆小姐 另一边 苏暖在家里开心地打扫着卫生 但是却一不小心 把戒指掉到黑的地方去了 他趴下身子 将戒指勾了出来 望向天边 此时乔白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吧 医院内 乔白已经苏醒了过来 问助理苏暖和他妈妈那边怎么样 助理说 夫人那边已经派人守着 老夫人也移进了疗养院 助理又提醒乔白说 雷庆到了 此时雷庆恰好踏入病房 眯着眼笑 乔白 这次你打算如何谢我了 乔白十分震惊 雷庆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忍不住坐了起来 一旁的助理 让总裁小心 他现在刚缝合的伤口 不要动 雷庆说他命大 哥哥 正好让他和乔白联络一下感情 结果刚打来电话 就听说他受伤了 就直接把他送来了雷家的私人医院 乔白立刻翻身想要回家 此刻 如果不能亲眼看到苏暖 他不放心 雷庆在一边笑了出来 心里只惦记老婆 对救命的人都这么冷漠吗 渣男 乔白躺在家里 拨通了苏暖的电话 暖暖 你在哪里 你尽快回来好吗 接到乔白的电话 苏暖很开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乔白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乔白说他在家里 他想他想得很难受 苏暖敏锐地感受到了 乔白可能不舒服 果然下一秒 乔白就没有力气拿起手机 助理搀扶着乔白 希望他们直接去医院 助理此时也拿起了手机 对苏暖说 希望他可以尽快赶回来 总裁的情况不是很好 苏暖听到乔白出事了 赶忙向米勒请了假 急匆匆地回到了家里 看见正躺在床上的乔白 扶住了他的脸 乔白在梦里 还叫着苏暖的名字 苏暖很感动 原来在梦里 乔白也是想了他吗 苏暖扑进了乔白的怀抱里 却感受到 此时乔白的身体很烫 乔白发烧了 苏暖意识到这个事实 并且隐隐约约地 还能从乔白的身上 问到血腥味 乔白在梦中呢喃 满暖 你一定要小心 苏暖担忧地看着乔白 给助理打电话 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助理解释 总裁在机场被枪击了 现在他正在查 到底是谁 做出的这个事情 苏暖很担心 乔白会不会死掉 为什么不把他送进医院 助理继续解释说 子弹穿透的布身 也没有伤到重要脏气 在医院处理过了 才回的家 让苏暖不要担心 他已经在楼里安排了保镖 苏暖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喊人 助理也马上就回去 让苏暖不要害怕 虽然助理已经安排的面面俱到 但是苏暖却还是觉得害怕 他不知道 自己可以为乔白做些什么 苏暖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那些袭击他的人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 这次没有成功 会不会再来第二次 助理现在已经做了准备 那些人再想下手就难了 助理说 可能是乔家的人 原因是对现任家主不满 具体是谁也有推测 但是没有证据 苏暖没想到 是乔白的家人动的手 让助理再给他安排几个保镖 助理让苏暖放心 已经安排了可靠的人 会保证苏暖的安全 同时 苏暖让他们也要保证婆婆的安全 乔家的人如果接触不到乔白 或许会用苏暖和婆婆的安危 去威胁乔白 要断绝他们的可乘之机 助理没想到 苏暖有这样缜密的心思 这就去安排这些事 于是 苏暖感谢助理这段时间的帮助 助理望着苏暖的背影 此刻终于有点明白 为什么总裁会选择夫人了 临危不乱 格局比刘若大多了 苏暖在洗手间洗着毛巾 他相信过几天就会好的 此时 米勒来了 米勒因为实在 放心不下苏暖 来到他们的家里 看一看情况 而雷沁也跟着一起来了 米勒惊讶 原来苏暖认识这个女人 雷沁介绍着自己 她是乔白的未婚妻 苏暖都很淡定地请她坐下 米勒却不知所措 雷沁看着苏暖淡定的样子 知道苏暖已经知晓了事实 苏暖和米勒说 阿白遭受到了袭击和枪伤 现在正在休息 但是雷沁却不那么担心 他家的医生医术高明 乔白死不了 苏暖很感谢雷沁安排人救了他 看着苏暖真挚的脸 雷沁说 如果乔白死了 他手上有很多比他好的男人 可以挨个介绍给他 苏暖值得更好的男人 雷沁边说边挑着乔白的毛病 乔白撑着身体从床上爬起来 你又在跟我妻子说什么呢 别总吓唬他 苏暖关心地上去扶着乔白 阿白你不要随便动 万一伤口撕裂了怎么办 你放心折腾 我刚才正在跟苏暖说 你就算挂了也没关系 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两人之间幸福的气氛 被雷沁一句话所打破 苏暖担心地看着乔白 让他先回床上躺着 什么也不要想 他现在需要安心休息 不论他做什么 苏暖都可以替他做 但是乔白只是想要去洗手间 米勒将苏暖拉到一旁对他说 你说 雷沁他是不是来示威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怪怪的 苏暖让他不要担心 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米勒还是对雷沁的态度 不是很友好 雷沁坚不需要他了 也就先走了 乔白的伤势没有大碍 有事的话 可以联系了雷沁 不管怎么样 乔白现在毕竟和雷家 有表面的联姻关系 雷家不会坐视不管 乔白又从身后抱住了苏暖 苏暖突然觉得自己好没用 没有办法像雷沁一样 替他分担很多事情 乔白紧紧地搂住了苏暖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就会充满勇气 这可是雷沁完全比不了的 接下来 乔白还要去确认 他妈妈的安慰 让苏暖一个人 在家小心一些 是苏暖却担心乔白的伤势 乔白执意要去 苏暖决定和他一起 乔白还是自己 一个人来了疗养院 苏暖打电话 确认了他的安危 刘若看见乔白过来了以后 十分开心 刚刚伯母还在说 为什么突然 给他送到疗养院来了呢 乔白却眸光一冷 他不知道为什么 刘若知道 乔母在这里 刘若解释 说是乔母打电话给他 让他来陪着的 乔白说 自己其实知道 刘若会在这里 刘若看着脸色苍白的乔白 关心了几句 却没有答复 他刘若什么时候 对人这么低声下气过 乔白说过 他的身边只能是他 难道这些都是谎言吗 两人走到四下无人的走廊 乔白对刘若说 他瞧不起刘若的所作所为 刘若利用乔母 去威胁苏暖这件事情 让乔白十分愤怒 刘若被揭穿后 恼羞成怒 难道他和苏暖说的是假的吗 他们之前的那些事情 乔白都当作没有发生吗 乔白冷漠地说 他和苏暖之间的关系 没有那么脆弱 一个过去的戒指 并不能影响两人的感情 如果那个戒指 对他来说那么重要 那么把男戒也拿回去吧 乔白随即把戒指 和递给刘若 你要的东西 我给你送来了 请你不要 再出现在我妻子的面前 说完这句话 乔白就离开了 刘若不知道为什么 当年他只是犹豫了一下 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刘若内心不干 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坚持 乔白离开了他 如今 他恨苏暖 刘若跪坐在地上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这时苏暖 给乔白打电话 刚刚乔家的人来找他 说是爷爷要见他 同时希望苏暖也能去 乔白内心一惊 告诉他们他 今天有事 暂时不行 改天他过去 时间会通知他们 乔白走在医院的走廊上 觉得他和苏白两人的未来 困难重重 阿白 你的脸色不太好 难道婆婆那边 乔白让苏暖不要担心 他的妈妈状态还不错 他主要担心的是他的爷爷那里 苏暖不知道他的爷爷 会不会为难他们 乔白揉了苏暖的头 和他讲起他成为乔家家主的事情 三年前他被乔家人找回国 他的爷爷是之前的家主 要求他继承乔家 乔白很疑惑 为什么会选择自己 他的父亲去世早 母亲精神也有问题 在乔家可说是势单力薄 平时完全被忽视 原来 他爷爷当时是想找一个 明面上的杯锅侠 所以选择了毫无影响力的他 当时的叔叔伯伯 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 壮大自己的小家 斗争的不顾脸面 而让他发现了一些漏洞 那是他唯一的机会 他的爷爷也认可了他的价值 认为乔白值得他投资 他动用了自己的力量 在暗里帮助他 得到了爷爷帮助后的乔白 很讽刺地 从乔家的气子 变成了乔家力量最大的人 所以 乔白对爷爷的印象十分复杂 爷爷唯利是图 对他和他的妈妈不屑一顾 是也是给他帮助最大的人 他有时不知道 应该怎么面对他 之前一直没告诉苏暖他的背景 是因为当时他随时可能一无所有 他不想让苏暖有太大的期望 然后又失望 但是乔白已经答应过苏暖 以后什么事情都不会瞒着他 苏暖起身抱住了乔白 只要乔白在他的身边 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并不指望乔家 我只要你 哪怕你真的一无所有 我还可以养你啊 苏暖抱着乔白 给予了他承诺 乔白紧紧回抱住苏暖 暖暖 我们明天就一起去见爷爷吧 第二天 两人牵着手出现在爷爷的面前 三人都没有说话 乔白率先开口 爷爷 你知道最近家里挺乱的吧 要是没什么事 我和暖暖就走了 爷爷说 苏暖可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你就这么把人带走了 露面而已 木得达到了就好了 接着 悄悄拉着苏暖就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苏暖向爷爷点头告别 爷爷也点头示意 苏暖挽着乔白的胳膊 问他是不是现在回家就好 乔白表示 今天只不过是透露给老爷子一个态度 乔白绝对不会和苏暖分开 这就够了 而且要让他知道既然有人主动对他动手 那么乔白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其他人都好说 唯独一个人怎么也无法掉以轻心 那乔老爷子什么态度 他也没说什么 乔白揉了揉苏暖的小脸 没有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 老爷子同意了 乔白内心泛起担忧 爷爷一贯只投资他觉得有价值的人 现在他又要重新衡量 我跟那个人的价值了 暖暖 真是好消息 宁然要跟我们定理佛 他的经纪人邀请我们过来看他在舞台上的台风呢 苏暖也很开心 他过年的时候会穿着他们的衣服 去参加港台的慈善一卖会 他们的服装这次的影响力会比预想的大 看来宁然对他们很满意 宁然此时正在台上谈着情 苏暖羡慕地看着他古典的气质 简直就是古人本人仙女下凡 这时打光却出了问题 灯不知道怎么就晃了起来 舞台上的顶灯没有预照地掉了下来 苏暖一把将宁然扑倒 两人都没有大碍 一旁的保镖蜂拥而上 对着宁然喊夫人 休息室外 宁然十分感谢苏暖 如果不是他的话 他可能就死了 乔白此时也飞奔了过来 他很担心 苏暖有没有受伤 怎么一出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暖让乔白别担心 倒是乔白带着伤害乱跑 伤口撕裂怎么办 这时宁然也看出来人 向乔白和苏暖表示了感谢 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米勒见乔白来了 也就离开了 苏暖和乔白说 刚刚发生事故时 有很多人来保护宁然 他觉得宁然的家里 也很不一般 乔白却说 他和雷沁的联姻有希望了 苏暖的善良不仅救了宁然 还救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他决定等两人结束联姻关系 就带着苏暖去见乔母 苏暖很迷惑 爷爷一直都是利益至上 为什么会同意放弃乔白 和雷家的联姻呢 乔白解释 雷家的家主是雷亲的哥哥 而宁然正是雷亲的嫂子 只要雷亲的哥哥不为难两人 那么乔老爷子就无计可施了 乔白觉得 最近苏暖的表现 令他刮目相看 两人之间的问题 相信很快也会解决 苏暖对未来十分期待 拉起乔白的手 问乔白乔母 喜欢那种款式的衣服 苏暖可以给他做 他要亲手给婆婆 裁一套做礼物 乔白则表示 只要是暖暖裁的 妈妈一定都会喜欢的 二人高兴地回到家中 就有一个男子 躲在一旁阴暗的地方暗语 小姑娘 你开心的日子没几天了 半个月后 疗养院内 苏暖和乔白两人 看着房间里的乔母 内心十分紧张 乔白伸手扶住苏暖的肩膀 别紧张 没事的 他妈没那么可怕 两人进入房间 乔白跪在地上 轻声喊妈妈 乔母睁开眼睛 却不认识乔白 你是谁 乔白听见这句话 内心一动 和妈妈讲自己是乔白 带着儿媳妇苏暖来看他了 乔母听见零碎的单词 心里想到自己 正在给儿子乔白织毛衣 阿白穿上一定很可爱 但是他好累啊 累得睁不开眼睛 于是乔母缓缓睡去 乔白将他身上的披肩拉了拉 拿起没织完的毛衣 明明上一次 他见到妈妈不是这样的 他要去问问医生 乔白让苏暖在房间里等他 看着乔白的背影 苏暖转身会看乔母 心里想 如果他的妈妈在世 是不是也会是这样 和他长得很像 只是脸上多一些皱纹呢 随即抱着乔母 默默哭泣 他好想妈妈啊 不久后 乔白问明情况回来 医生给妈妈用的药物 做了检查 发现有人在里面 给妈妈加了其他的成分 容易刺激神经 使他进入精神疲劳 进而屡次崩溃 乔白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保护不了家人 也保护不了妈妈 他更害怕 以后保护不了苏暖 但是苏暖此时 却给了乔白一个大大的拥抱 让他不要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 那些都不是他的错 乔白问苏暖 难道不害怕吗 但是苏暖却觉得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就不会害怕 不管这件事是谁做的 既然他们全家在一起 乔白就绝不会退缩 二人在烟花下接吻 几天后 宁然邀请苏暖 去参加港区的晚宴 乔白让苏暖放心 这边有专业的人在照顾妈妈 苏暖让宁然一定要看新闻 因为宁然的礼服 是他设计的 晚宴上 拍卖环节即将开始 苏暖 米勒和宁然 一次坐在前排 一旁的林董 却发现了苏暖 他盯着苏暖不怀好意 他认出了 这是当时订婚宴上 林耀天老头的孙女 拍卖会渐入佳境 此刻正在拍卖的是 克拉菲之钻 众人纷纷举起手中的牌子竞价 看见一旁米勒也在参与竞拍 苏暖决定 将这个钻石 拍下送给米勒 此时他想到临走前 乔白递给他的卡 虽然乔白不能 和他一起去 不过无论出了什么事 他都会尽快地赶到苏暖的身边 苏暖刚想举牌六千万 就听见一边的男人 先他一步喊出 苏暖回头看见了男人 认出 这是上次林耀订婚宴上闹事 还咒骂爷爷的家伙 两人恶意竞价了起来 喊出的价格一次比一次高 就在听到 男人喊出一个亿的天价后 苏暖选择了保持沉默 他不舍得花一个亿买一块钻石 男人此时也明白 原来苏暖是在故意抬价坑他的钱 就在拍卖快要结束时 宁然以一亿万元 拿下了钻石送给苏暖 这是他为了报答苏暖的救命之恩 赠送给他的礼物 拍卖结束后 男人主动找上苏暖 想要羞辱他 等到乔白和雷家联姻的时候 就有苏暖哭的了 听见这话的宁然 也霸气回应 只要他宁然在雷家还说得上话 他就不会让这一天出现 他不允许任何人出口 伤害他的救命恩人 随后 苏暖打电话给乔白告诉他 发生了什么事 要是乔白在就好了 就能亲眼看到了 宁然和米勒两人 走在前面催促着苏暖 苏暖让二人先走 他要和乔白说几句话 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险即将降临 两人前后夹击 一人装作温路人 一人从身后用迷药捂住苏暖的口鼻 使其晕厥 苏暖苏醒后 仔细回忆自己被绑架的细节 他应该是在车上或者船上 周围没有反应 也就是说 没有其他人 绑架他的 很可能和枪击阿白的人是同一批人 苏暖不知道 他们要带他去哪里 只记得乔白说过 不论出了什么事 他都会最快地赶到他的身边 苏白一个人蹲在角落 等待着乔白的到来 乔白听见挂断的电话 猛地站起身 大声呼喊苏暖的名字 这时 助理也慌忙地跑了进来 和乔白汇报 老夫人失踪了 助理说 他们查过了 临睡前 有两个化妆城医护人员的陌生人 将老夫人带走了 乔白将汇报拍在书桌上 果然是有人按捺不住了吗 乔白让助理去联系陆海生 通知他 乔白的妈妈和苏暖 都被人拐走了 让他在国内调查一下 在拖蓝色打听国外的消息 助理惊讶 难道夫人也被拐走了 乔白说 有消息随时汇报给他 今天就不回家了 乔白看着眼前的荧幕 动了杀心 这时 一阵踹门声响起 秦真跑了进来 怒斥乔白 乔白 你们乔家人夺权 不要伤害我们凌驾的人 你到底得罪了谁 把暖暖给招惹进来了 乔白看着秦真 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而且 也没有人允许他进来 秦真愤怒地说道 绑匪电话都打到凌驾了 乔白 你这个王八蛋 你没那个本事保护暖暖的话 就不要去招惹他 让他现在 陷入这种危险中 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还配站在暖暖身边吗 乔白也毫不退让 我不够资格去保护他 难道你有吗 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姐夫 即使被叫姐夫 秦真也说 暖暖的事情 他不会坐视不管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他出来 随后 乔白让助理送秦真走 秦真临走前警告乔白 如果这次是他 先就出了暖暖 那么请乔白以后 都不要再跟苏暖 有任何的来往 乔白震怒 让助理喊楼下的保安 送秦真走 乔白心里暗暗发誓 不管是苏暖还是妈妈 无论他们在哪里 他都一定会找到他们 苏暖这时 从一张豪华大床上醒了过来 他很疑惑 他记得自己 是被绑架了 但是这么好的房间 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旁的庸人 看见苏暖醒了 十分高兴 苏暖问他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庸人说 叫他周妈就好 他是被乔先生 请来照顾苏暖的 苏暖放松了警惕 端着周妈送来的汤 便喝了下去 苏暖下床 走到窗边望了望 却被周妈阻止 您身子可还虚弱着 不能吹风的 快披上别着凉了 如果苏暖想要活动的话 就在走廊里走一走吧 苏暖问周妈先生 什么时候能回来 周妈却说先生出差去了 说一会儿就过来陪夫人 苏暖还是不敢放松戒心 这时 他听见两人在房间内交谈 苏暖决定在房子中走一走 将大体的环境都了解一下 这栋郊外的别墅 就算不认识路也走不远 很快就会被他们抓回来 他看向楼下 一辆送菜的小货车开了过来 苏暖想 如果能混进车厢里 说不定可以逃出去 他刚想行动 就被周妈看见了 周妈问他 这么晚了不睡觉 为什么会在这里 苏暖解释 说他想下来找一点吃的 吃面就可以了 周妈去给苏暖做面 而苏暖却懊悔 这次行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一个男人喝着红酒 享受着自己晚上的生活 原以为能做到一个就不错了 没想到老的小的都得手了 苏暖那女人 只会给我们添麻烦 有他妈妈 一个就够了 那个疯老太 就不会逃跑 男人轻蔑一笑 他只不过是看不惯 乔白那个小子 凭什么一回来 就抢走他应有的东西 但如果他的女人却爱上了我 这样的发展 难道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女人的手摸上男人的肩膀 明 苏暖那个女人 要脸蛋没脸蛋 要身材没身材 你不觉得亏吗 男人当然对苏暖没有兴趣 他只不过想看见 乔白痛苦的模样而已 听说乔白与雷家解除联姻了 可真是天助他也 男人让女人替他安排 和雷庆求婚 得到了雷家的支持 哪怕爷爷支持乔白 男人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女人跪坐在地上 听着男人说话 听说上次还想逃 这几天加大了药量 他也该去看看药效如何了 苏暖收拾好自己下楼 用人和他说先生出差回来了 正在楼下等着他一起用餐 苏暖向下一看 便看见男人的脸 他模糊的记忆中 丈夫似乎就是长这个样子 男人温柔地说 暖暖 我不过是出差了一段时间 你怎么就把我忘记了 跟我说 阿明 苏暖顺从地重复了男人的话 心里却觉得 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起来不太顺口 我的丈夫叫乔明吗 乔明拉着苏暖的手 一起带他去吃饭 男人喝着带有花生的汤 苏暖却记得 丈夫好像对花生过敏 连忙阻止男人 但是乔明却不知所措 苏暖提醒乔明 他对花生过敏 吃东西要小心一些 乔明以为苏暖发现 自己并不是乔白 就离开了 晚上苏暖回到房中 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苏暖派着乔明回家 但是这时他回来了 苏暖又有一些怕他 而且乔明 去了其他房间休息 苏暖竟然松了一口气 难道他不应该 爱自己的丈夫吗 苏暖起身打开窗帘 却被乔明从身后抱住 苏暖说他自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一直在叫 但是乔明却说 那是个住在别处的疯子 不用去管 他也不能靠近那里 那里很危险的 不然的话 就连乔明也保护不了苏暖 苏暖感到很抱歉 乔明走出房间后 命令庸人好好看着苏暖 后天他就在苏暖回本家大宅 记得给苏暖打扮漂亮一点 乔明很期待 到时候乔白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是什么表情 一定非常精彩 三天后的乔家晚宴上 乔白与众人应酬 内心却十分不安 乔明自幼聪明胆大 爷爷也一向偏向他 大家之前都觉得他将是乔家下一任家主 现在这种情况 他不恨我都难 虽然之前的枪击和绑架的事都怀疑是他做的 但是他毕竟一直没有正式露面 这次却突然举办一场家宴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乔明却带着苏暖出现在了晚宴上 大家纷纷感叹苏暖的美貌 乔白在看见苏暖后 十分激动 大声喊着苏暖 苏暖回过头 却不认识乔白了 乔明温柔地对苏暖说 别怕 他现在是乔家的老大乔白 乔明亲了亲苏暖的额头 暖暖 你要跟着我一起 叫白哥 乔明对乔白解释 白哥 好久不见 暖暖第一次来参加全族聚会 不认识人 莫怪啊 乔白恶狠狠地对乔明说 你到底对暖暖做了什么 乔明让乔白别激动 误伤了他 可就没人保护老夫人了 随后 乔明拉着苏暖离开 助理问乔白要不要把夫人抢过来 他这就联系外面的人做准备 但是乔白却说 不能冒险 妈妈还在他们的手里 他刚刚明明白白地在威胁他 乔明将苏暖送到一旁的座位上 让暖暖先自己吃一些东西 乔明去和亲戚们打个电话 苏暖自己吃的东西 总是觉得 对于乔白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乔白将鱼放在苏暖的面前 苏暖以为是乔明来了 刚想说自己来就好了 就看见面前的人是乔白 脸颊微红 问他是怎么知道苏暖爱吃鱼的 乔白说他还记得苏暖喜欢吃鱼 于是苏暖递给他一块蛋糕 让乔白也尝一尝 也很好吃 但是乔白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他对花生有些过敏 看着面色通红的苏暖 乔白决定使用自己的美色 勾引苏暖 苏暖却落荒而逃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男人有一种心跳的感觉 他怎么可以对除了自己老公以外的男人 有这种心跳的感觉呢 不行 他不能待在他的身边 这样的话太奇怪了 乔白看着苏暖的背影 望向天空 暖暖 我足足找了你六天啊 但现在我却没有办法 立刻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苏暖在看见乔白以后 双颊发烫 虽然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 但是被他温柔地注视着 好开心啊 苏暖忍不住幻想了起来 但是却摇了摇头 提醒自己是个有丈夫的女人 这时苏暖听见前方的草丛中有声音传出 一抬眼 发现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苏暖也想起了 这个是他昨天遇到的女人 昨晚 周妈服侍苏暖休息时 苏暖开口 想要看看之前在院子里乱叫的疯子 家里多了这样的一个人 苏暖却不知道 他内心十分疑惑 周妈支支吾吾地开口解释 那是之前的一个老女仆 脑子出了问题 又没有家人 先生可怜他 就让他待在别墅里养老 没想到他自己会溜出来 苏暖听见周妈的话 就知道他在说谎 苏暖起身 让周妈带他去看一眼 不然让他和一个疯子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心里总是怕怕的 周妈开口阻拦 但是苏暖却不退步 周妈 说到底 我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怎么自己去看个人都不行吗 周妈跪下认错 如果苏暖想要去看 当然是可以的 周妈陪着他就是了 苏暖还没打开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声音 不停地喊着 我的白我的白 那似乎是女人的儿子 苏暖内心疑惑 周妈刚说 女人没有亲人 从门风望去 一个粉色头发的女人 正陪着老人 老人一直在虚道 和那个叫做白有关的人的事情 自从白的父亲去世后 女人的状态就不太好了 但是白从小就包容她 还拼命地宽慰她 那孩子在她那里受苦了 粉饭女子看见了苏暖 眼神中带着莫名的敌意 苏暖却很纳闷 自己并不认识女人 但是却对那个老人很眼熟 女子制止了周妈的声音 她刚刚费了好大劲 才把女人哄好 接着用带有敌意的眼光 看着苏暖 你来这里做什么 苏暖回答她 只是想来看看这位老夫人 老人又大声哭了起来 她说她结婚了 然后就不见了 她不会忘了我吧 儿子 妈好想你 老人想起 自己和儿子曾经生活的点点滴滴 她真的好想乔白 女子蹲下身安慰着老人 说乔白马上就回来吃饭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老人哭 苏暖的心十分痛 女子接着吩咐周妈 让她带苏暖去休息 苏暖刚想拒绝 女人就用冰冷的语气威胁她说 夫人 您该休息了 苏暖回忆着昨晚的种种 那个人就是雷小姐 但是她到底是什么来历 在家的权力 居然比她这个夫人都大 随后 苏暖像是注意到了什么 双目睁圆 苏暖此时 看见了那个和雷小姐接吻的男子 居然是乔明 苏暖猛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是遇到了小三 但是很奇怪的是 发现乔明出轨 苏暖并没有任何难过的感觉 就好像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她决定悄悄离开 但是却在后退时 撞上了乔白的胸膛 苏暖赶紧退后 拉开两人的距离 对白哥表示了抱歉 乔白为她披上了衣服 让苏暖不要喊她白哥 天冷了 在外面的时候 要记得多穿一些 不然感冒了苏暖又会头疼 苏暖很疑惑 为什么乔白知道这件事 但是乔白却很伤心地问她 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苏暖脱口而出的阿白 让乔白看到了希望 她对苏暖说 她希望苏暖可以喊她阿白 苏暖一句句地喊着她 阿白阿白阿白 乔白十分开心 苏暖觉得她此时 好像是一只大狗狗一样 但是这称呼她 似乎在谁那里听到过 她盲问乔白 认不认识一位 头发花白的老夫人 乔白心中一喜 原来苏暖见过她的妈妈 苏暖和乔白说 老夫人很塌 希望她能够抽时间 回家看看她 乔白向苏暖承诺 她很快就会接两人回家 看着乔白 捧着脸的样子 苏暖笑了起来 这样看乔白 好像一个老头子 她动手捏着乔白的脸 她还是觉得 乔白笑起来才好看 苏暖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不礼貌 和乔白道歉以后就离开了 她边走边懊悔 她怎么对第一次见面的人 就顺手摸上去了 这让乔明看见了 不就是太不好了 随即苏暖回忆起手中的触感 总是觉得这份感觉很熟悉 乔白则暗暗发誓 她一定会接苏暖和妈妈回家的 晚上 苏暖一个人躺在床上 听见了楼下老夫人 对乔白的呼唤 同时还有周妈的语言上的侮辱 苏暖听不下去了 起身来到了老夫人的房间 对周妈说 周妈 阿明明明好心 让你照顾这位老人家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他呢 他只是身体不好 他想念自己的儿子而已 照顾老人 是需要耐心的 苏暖却看见一个黑衣男子 将周妈撂倒在地 男子在看见苏暖后 单膝下跪表示 是受乔先生的委托来救他的 苏暖却很震惊 自己在乔明的别墅里 男子口中的乔先生 又是谁呢 男子递给苏暖一本结婚册 问苏暖是否还记得 苏暖记得自己 当时没拍婚纱照 男子接着说 您和乔白是在云城结的婚 戒指是在燕京买的 乔总的戒指说 保存在夫人这里 并没有戴在他手上 苏暖想起了乔白求婚时的场景 想起了一切 他想起 自己是和米勒宁然走散的时候 被绑架的 当时他正在给乔白打电话 乔白才是他的丈夫 乔明是绑架他的人 看见苏暖想起了一切 黑衣男子觉得自己的计划 方便实施了起来 他打算趁乱放火 将两人带走 但是苏暖却拒绝了他的提议 因为老夫人的精神很脆弱 不能受刺激 如果要烧的话 就烧他那间屋子 不能吓到老夫人 就在二人打算开始实施时 雷小姐却在此时走进了房间 苏暖看着雷小姐 她知道 女子爱的是乔明 虽然嘴上说得很利 但是雷小姐却并没有要去伤害老夫人 还一直照顾她 苏暖相信 雷小姐其实是愿意帮助他们的 苏暖让雷小姐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去 雷小姐犹豫了一会儿 咬紧了牙关 离开了现场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的火燃烧了起来 苏暖和老夫人 也顺利进入了回家的车里 苏暖赶紧和助理通电话 确认乔白那边一切安好 乔白也打电话给助理 让他们小心安排 千万别让苏暖和老夫人受伤 他很想感谢与秦真联系的女人 如果没有她 他们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 但是乔白却很疑惑 为什么女人会和秦真联系 而不是他乔白呢 老夫人靠在苏暖的怀里 两人坐在后座 她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乔白的名字 却突然看见了苏暖戴着的项链 此时车一个急杀 乔明的人将救援的车队拦住 乔明的人将二人押送到乔明的面前 乔明拍着手走出来 乔明 你这大病出狱的 想要去哪里啊 你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 你让老公我情何以堪啊 我可是非常疼你的呢 乔明蹲跪在地上 想要去摸苏暖的脸 却被苏暖锁躲开 老夫人此时认出了乔明 她问她问为什么 不让自己回去见阿白 她从没有对不起她 乔明却冷了声音 伯母 您没有 但您儿子有啊 就是因为她 我现在什么都快没有了 您瞧 连这栋房子也是她手下放火烧的 她想毁掉我的一切啊 难道这笔账 他们不应该算一算吗 苏暖反驳乔明 乔白才不是这种人 乔明无所谓地说 是吗 那感情这中间 是有什么误会了 随后打电话给乔白 让她带着家主班纸和文件 一个人过去 如果她还想再见到苏暖和老夫人 就不要在那玩花样了 他们兄弟俩 也该叙叙旧了 雷小姐问坐在沙发上的乔明 听说苏暖 想带老太太逃走 被你抓回来了 乔明揉了揉脑袋 从她第一次想逃 她就知道 这女的绝不是一个老实货 之后 乔明问手下 向雷庆求婚的事情怎么样了 但是下属却说 雷家拒绝了求婚 雷小姐和乔明解释 苏暖是和他们家主夫人 在一起的时候被抓的 雷家家主觉得丢了脸 非常生气 听说苏暖在她这里 家主一定会拒绝 拒绝了也无所谓 乔明满不在乎地说 但是雷小姐却很担心 如果雷庆答应了求婚 是不是乔明就会忘记自己 乔明为了稳住雷小姐 假装说 等她那到乔家家主的位置 雷庆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雷小姐虽然面上不讲 但是知道 在乔明心里 自己也没什么重要的 手下这时和乔明说 乔白来了 乔明十分热情地迎了上去 白哥 你还看我 带礼物了吗 乔白却提出要先看看 两人的情况 乔明给乔白打开了电视 电视上显示着两人的画面 苏暖和老夫人促膝长谈 老夫人也在此时认可了苏暖 乔明随后让保镖进入画面 给乔白证明 这是实时监控 保镖一进入房间 就对二人恶语相向 乔白十分担忧 他希望不要难为二人 随即乔白将家主扳指 打开给乔明看 乔明让保镖回来 同时提出了要求 如果乔白想要带两个人离开 就要把二人之间的账算清 另一边 苏暖和乔母见人走掉 内心疑惑 为什么会有人 做这么突兀的事情 难道是乔白来了 苏暖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乔母 乔母却摸着苏暖的脸 问他 如果乔白不再是乔家的掌舵 他是否还愿意叫乔母婆婆 苏暖让乔母安心 等二人离开后 他们会住在一起 他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 他们一家人 以后再也不分开 这时苏暖却好像想起了什么事 如果乔白还是家主 乔明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 乔白和乔明 正在书房签订协议 乔白的面前 摆着一份家族财产转让继承文件 乔明催促着乔白尽快签完 而另一边的苏暖 却希望乔白不要退步 如果乔白真的卸任了家主 乔明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乔白还没签完字 别墅却突然断电 备用发电机 此时派上了用场 一时间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乔明身边的家主 班旨却消失不见 乔明愤怒地拍桌子 乔白 你敢耍我 乔白装作无辜的样子 反驳 关我什么事 我人在这里 又没有离开 几小时前 乔明要我过去面谈 乔白放下手机和助理说 助理立刻待命 想要和乔白一起去 但是乔白启动了B计划 如果到了 他必须转让家业的时候 一定要把文件和信物结下来 随后乔白吩咐助理 如果实在不放心 可以找几个乔明不认识的生面孔来 乔白的想法和苏暖一样 乔明对自己恨之入骨 如果放弃了主动权 暖暖和乔母的处境 只会变得更糟 所以绝对不能答应乔白 回到现实 乔白双手一摊面对乔明表示 他这里什么都没有 乔明打开实施监控 想要威胁乔白 画面中却空无一人 几分钟前 门口的保镖被人用手刀砍晕 苏暖站在乔母面前 呈保护状 你们是谁 几个保镖回复说 他们是助理派来营救两人的 一行人匆匆忙忙地在别墅内逃窜 别墅内的安保人员比先前多了些 乔明也紧张了起来 保镖让苏暖先和老夫人离开 他去把保安引走 到了大路上 会有人来接应 等到离开别墅 他们就安全了 这时 别墅的店也断了 保镖一人快速跑出 引起其他安保人员的注意 苏暖内心虽然担心 拿那个断后的人 还是跟着其他人跑出了别墅 而乔白也会有人接应 安全地离开别墅 苏暖内心十分喜悦 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另一边 乔明吩咐手下 赶快去拦截苏暖和乔母 这么短暗时间 他们来不及做太多的事情 乔白却很担忧 这么短的时间内 暖暖和乔母离开得还不够远 乔明将乔白抵在椅子上 警告他老实点 这里是他乔明的地盘 一个也别想逃 乔白眸光一按 乔明 失败了一次 我对你会更加谨慎 几人在丛林中奔跑 苏暖突然被半岛摔在地上 保镖担心地看着他 但是苏暖却爬起来 让大家快离开 他低估了自己脚外扭伤严重的程度 他完全站不起来 苏暖当机立断 让保镖带着乔母先走 之后再来接应他 保镖嘱咐苏暖 躲在树丛中藏一下 千万不要出声 他在原地坐着 一直等到了天色微亮 还是没有人来找他 此时他听见了汽车的声音 透过树丛的空隙 他发现司机是寒一 他从树丛中爬出来 努力向寒一招手 寒一本来已经驶离 却在后视镜中 看见求救的苏暖 停下了车 将苏暖扶进了车子 苏暖解释说自己被绑架了 脚外扭伤 才在这里一直蹲着 还好碰到了熟人 苏暖看向车窗外 天色微亮 这时寒一根本不可能 开车来到郊区 这附近只有乔明一人的别墅 苏暖不禁多想 另一边 乔白看时间差不多了 起身想要离开 但是乔明却表示 就算苏暖和乔母不在 也不影响他们要干的事情 乔白劝乔明 不要再闹了 他要办的事情 爷爷和家里其他的几位老辈 都不会同意 乔明威胁乔白 如果这个房间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去 那么不管爷爷还是长辈的意见 都变得不重要了 突然 一声清脆的乔白 响了起来 苏暖扑进乔白的怀中 身后的寒一出现时 乔白才想明白 为什么暖暖的行踪 会被人了解得那么清楚 乔白想过所有人 唯独没有想过寒一 而此时 丢失的家主班值 也被找了回来 乔明看着眼前的形势 忍不住发笑 看来 天意在我这里啊 白哥 我们继续把文件签完吧 乔白抱着苏暖 拒绝乔明的要求 乔明把玩着手中的家主班值 认为乔白 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是乔白却依然拒绝了他 乔明愤怒地掏出手枪指向乔白 白哥 那你让我看看 你对家主之位有多留恋 承放家主班值的盒子 此时发出一声巨响 班值在爆炸声中碎裂 乔白一把护住了苏暖 乔明也很震惊 家主信物毁掉了 现在外面都是我的人 乔明 你现在还有 给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随后 乔白安抚蹲在地上的苏暖 接着冷漠地对乔明说 你毕竟是我的兄弟 没有我的命令 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乔明听见以后 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随即 他就让乔白 为自己的妇人之人后悔 乔白丝毫不拒 我第一次营救家人失败 就让我的手下 在暖暖和妈妈身上 放置了微型摄像头 而微型摄像头 所拍摄到的信息 会实时发送给警察 所以现在无论你要做什么 考虑一下后果 见自己的计划败露 乔明 气急败坏 闭嘴 乔白 我宁可跟你鱼死网破 乔明扣下了扳机 雷小姐却在此时闯入 一把将乔明的手推开 雷小姐从身后抱住乔明 阿明 如果你杀了人 你的前途就毁了 乔明不以为意 我的前途早就没了 我从小就被当做下任家主培养 被家人喊了二十多年太子 突然属于我的家业全没了 你还跟我谈前途 如果你杀了自家兄弟 其他乔家人也不敢真心支持你 不管对内还是对外 都不能这样做 雷小姐劝阻乔明 乔明将雷小姐一把推开 滚开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就是 你把苏暖在这里的消息 传给雷家的 乔白和苏暖都很惊讶 雷小姐此时泪如雨下 阿明 你为什么要苏暖 装作你的夫人呢 你想过这样多伤我的心吗 我再不济 也是雷家的小姐 难道我不能成为你的夫人吗 乔明轻蔑地看了一眼雷小姐 此时家仆却和乔明说 乔老家主来了 他们不敢来 乔老家主叼着一根雪茄 乔明 你放弃吧 虽然我最偏爱的是你 你要做的一切 我都没拦着 但你瞧瞧 这几天 你都干了什么 乔明反驳 我夺回自己的东西 有错吗 乔老爷子却很失望 我们乔家之所以成为首富 是因为能用最小的代价 赢回最大的利益 而你绑架苏暖 导致我们与雷家和林家交恶 又同时得罪了陆家和米家 阿明 如果让你当家主 乔家很快就孤立无援了 最近三年 发生的种种让我发现 在这点上 也许阿白才是最像我的人 说完 乔老家主拍了拍乔白的肩膀 乔明颤抖着身子 所以我 被你们彻底抛弃了吗 苏暖大声回答着 你没被抛弃 即使你不是乔家家主 雷小姐也没离开你 我能理解他那种心情 就像是我对乔白一样 而且 寒一也在尽力帮助你 哪怕你三年前 就不再是太子 爷爷说 他将海外的产业 交给乔明来管 毕竟乔明 是他最偏爱的孙子 但是同时 爷爷告诫他 他不许再回大陆 不许再来动摇 他乔家的基业 那些对他不离不弃的人 他明天一起带走吧 医院内 米勒担忧地 拉着苏暖的手 那你可算平安回来了 我们都吓坏了 我真怕你有三长两短 苏暖说自己没什么事情 但是乔白坚持让他来医院 做身体检查 医生在给他检查后 和苏暖说 请我们检查 您的身体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恭喜您 已经怀孕一个月左右了 苏暖却很担忧 医生 我之前中了迷药 对宝宝没有什么影响吗 医生却说 药物影响十分轻微 下药的人很克制 他的运气非常好 听到医生这么说 苏暖便知道 这是雷小姐在帮忙 他也真心地希望 雷小姐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 米勒此时十分兴奋 我当干妈了 快给乔白打电话苏暖 苏暖给乔白打电话 和乔白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苏暖想到 这个即将参与到 我生命中的小小的新角色 一下将我目前的人生 与之前化为了两节 而我之前甚至没想过 该如何欢迎他 傍晚 乔白与苏暖手拉着手 坐在摩天轮中 阿白 我家里的人大多不喜欢我 我一直过得孤零零的 我一直都盼望 有自己真正的亲人 现在我有了你 也有了这个宝宝 虽然还没有很久 但是我觉得我为了这个宝宝 什么都敢做 可能当初我妈妈 怀了我的时候 也是这种心情吧 所以她才会留下来 没有和她的亲人们 一起出国 我有时候也会想 外公外婆 他们后来在国外过得好不好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说过我 乔白问苏暖 有没有打听过他们 苏暖说他曾经想过 但是如果他去找他们 爷爷会不会误会呢 他是林家对我最好的人 我不愿意他伤心 乔白理解苏暖 但是如果暖暖 现在想联系外公他们 乔白也愿意帮他 这时苏暖 将脖子上的项链取下 乔白问为什么苏暖 把戒指挂在项链上了 苏暖回答 他认为 现在已经是合适的时间 将戒指给乔白了 苏暖担心跪地 乔白 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吗 乔白接下戒指 他愿意 两人在摩天轮中接吻 看着外面美丽的夕阳 他们约定 以后三个人一起看 以后 这就是他们全家 要一起来看的风景 手机的铃声不断作响 大家都给怀孕的苏暖 发了红包 苏暖打去乔白 孩子他爸 你不给我发个红包吗 孩子他妈 我有比红包更好的东西给你 乔白凑到苏暖的耳边 对他轻轻说 之前我为你 找到了合适的婚纱 已经做好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跟我补办婚礼 苏暖答道 随时啊 这时苏暖的手机 来了一封工作邮件 魏云之前发布的女装 被外国的服装公司 提出了抗议 说他们抄袭设计 需要解决一下 但是现在寒意已经离职 女装部的负责人 就只剩下了他和小乐 可能苏暖要出一趟差 苏暖很遗憾 他们的婚礼又要推迟了 但是乔白却让苏暖放心 这一次 他一定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他 苏暖惊讶 原来乔白要和他 一起去出差 一周后 外国的某酒店 哇 这次居住环境不错呀 公司真舍得掏钱 苏暖暗想 因为微云被陆海生买了呀 给你的出差待遇 当然是最好的 然后米勒自己去了自己的房间 让乔白他们享受自己的二人世界 苏暖拉着乔白的手撒娇 阿白 我有点饿了 乔白提议两人直接去空中餐厅吃饭 行李让服务生送到房间去就好 两人来到高空自住餐厅 苏暖觉得这边的环境很不错 乔白让苏暖先坐着 他去给他拿吃的 乔总裁 杨子的声音从旁边传出 他对乔白做着自我介绍 主动说希望可以和乔白的公司合作 成为代言人 乔白说让他联系他的妻子 苏暖是服装设计师 经常会需要模特代言 杨子看见那个设计师 忍不住嘲讽 没想到乔总这么有身家的男人 落在你这么个土丫头的手里 要不是因为你和宁然 我哪至于落魄如此 看着杨子 苏暖说 难道你还想发动外国的粉丝 对我进行网络攻击吗 就这素质 连土丫头都比不上吧 杨子恼羞成怒 推了一把 苏暖趴在地上 还好没压着肚子 但是 手却被破碎的餐具刺破 乔白慌忙地跑过来 杨子 你疯了吗 随后担心地 把苏暖从地上扶起 杨子 我老婆孩子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这时 一个气场强大的女人走了过来 现在 真是世道变了呀 怎么以为 现在外国的华侨圈 是你的粉丝圈了 今天的事情 我都看见了 我苏家 你们都敢不放在眼里了 女人扶起苏暖 要不是我觉得这小丫头 看起来像我截几分 我万生女在我眼前 就被你们欺负去了 苏暖十分惊讶 难道这说的是她的妈妈 一些侍从走来 王妃殿下 车队已经准备完毕 医生 也都到位了 女子对乔白说 你是她的丈夫 我是她的小姨 我们先带她检查一下 然后带她们去见她的外婆 你没有意见吧 乔白欣然同意 安慰苏暖说 别怕 一切有她 以后再向杨子要一个态度 杨子没想到 苏暖和苏维王妃还有关系 那这事态可严重了 幸亏她也认识王氏的人 得赶紧联系公主凯瑟琳 几人坐在马车中 苏暖怀疑 这个人真的是我小姨吗 她刚出国 就遇到了亲人 好巧啊 小姨解释说 她刚才正在给外婆打电话 她知道她回来了以后 很震惊 想要尽快看见你 现在全家都在等你 苏暖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乔白 她不知道 这时候应该说些什么 小姨也看起了乔白 赞许她 你从刚刚就一直 很镇定 面对这样的阵势 似乎也不意外 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乔白解释说 苏暖之前 一直想见到多年前失联的亲人 她只是帮忙查了一下 小姨问他们今天入住这家酒店 是不是因为知道她今天在这里 一切难道都是小白提前安排好的 乔白摸了摸苏暖头 如果她早知道会让暖暖受伤 她宁可换家酒店住宿 幸亏没有大事 不然她不会原谅她自己 苏维文言轻笑一声 外国苏家古堡 苏暖 乔白 到了 这就是外婆家 外公外婆住在这里 一直盼着能见你一面 苏暖却很害怕 之前外公外婆 要跟妈妈断绝关系 他们现在还愿意认我吗 苏维让她不要担心 没事的 她的体内 流有苏家的血 外公不会难为她 乔白也握住苏暖的手 让她不要怕 她会一直陪着苏暖 外婆见到苏暖的第一面 便流下了泪水 她一直以为 这辈子也见不到苏暖了 祖孙两人 哭着拥抱在了一起 苏暖事后回想 看见外婆的一瞬间 她就明白了 所有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她是接纳她的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外婆带着苏暖 逛起了庄园 庄园的后院 有一大片的薰衣草 这是苏暖的妈妈 最喜欢的花 外婆解释说 因为她的妈妈 最喜欢薰衣草 所以 她外公亲手种了很多 一年一年 慢慢地 就种满了整个院子 外婆接着说 你外公那个俊老头子 虽然嘴巴不饶人 但是心里 其实是想她的 这时的外婆 也看到了背后的外公 苏暖回过头的一瞬间 外公好像 看见了自己的女儿 愣住了一下 苏暖热情地 向外公走去 外公却剁了一下拐杖 背身离开 外婆让苏暖不要介意 苏暖是明白的 苏暖知道 花园里的薰衣草 满满都是对妈妈的爱和思念 外公他不是恨妈妈 也不是恨自己 他只是恨他自己 乔白在客厅当中 看见了外公 主动和外公打招呼 暖暖一直惦记你 可是却不知道 您在哪里 这次得到您的消息 我们就立刻赶来了 你有时间和我一起聊聊天吗 凯瑟林公主殿下 王妃一家人 都在货花园里 凯瑟林让杨子不要放心 她的问题 不是什么难题 无论那人是苏暖的什么亲戚 在这里 都不可能不忌惮她的影响力 两人站在客厅外 听见屋内的对话 我当年太蠢 一直等她先给我道歉 但她一直不联系我 我还以为她过上好日子 把我给忘了 可我没想到她就这么死了 我要是早知道 她过得不好 我就把她和孩子 接回我身边了 哪能让她孤零零的 无依无靠啊 乔白说 她可以理解外公的心情 让外公也别太自责 门外的凯瑟林 看见乔白的脸 十分心动 乔白转头 便看见了凯瑟林和杨子 凯瑟林看着乔白的脸 泛起了花痴 啊 好帅 难道这个人 就是苏维的亲戚 这时苏暖逛累了 也回来休息了 她看见凯瑟林 用十分奇怪的目光 看着乔白 凯瑟林还沉迷于 乔白雌性的嗓音当中 苏维看见凯瑟林 以后质问她 我们家的预约里 可没有你今天要上门的备主 难道你是来为杨子出头的吗 凯瑟林 杨子 我的妻子 可是一位孕妇 无论你找谁来 我都不会原谅 差点杀了我孩子凶手 听见乔白的话 凯瑟林没有任何理由地觉得 外国不应该欢迎 像杨子那样恶毒的人 杨子也没有想到 瞬间 她就失去了公主的支持 随后叫侍卫 把这个恶毒的女人赶走 不许她出现在 任何她能见到的地方 乔白感谢凯瑟林公主 凯瑟林公主 却因为乔白和她搭话 十分兴奋 我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的 我也不会为她说什么的 苏维嫂子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不介意 我留下吃顿饭吧 苏维却将凯瑟林一把拉走 这实在是太尴尬了 苏脑问外公 可不可以喊她的好朋友 今晚一起吃饭 外公说 他们想吃什么 他和外婆亲自下厨给他们做 乔白和苏暖两个人 坐在一旁的花园里 阿白 我要不要告诉爷爷 今天发生的事 瞒着他老人家不好 但是又怕他生气 毕竟我父母的婚姻 让两家老人都很不开心 别怕 外公挺民事理的 而且也很疼你 你应该能调解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于是 苏暖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告诉了爷爷这些消息 他在这里碰到了妈妈的亲戚 爷爷沉默了一会儿 问他 他们认你吗 对你好吗 他们要是对你不好 你赶紧回到爷爷这里来 苏暖对爷爷说 外公外婆都很高兴 对他也很好 他问爷爷 难道不生气吗 有更多的人疼爱他 爷爷他欢喜 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生气 只要爷爷还在暖暖心里 是最重要的人就够了 当然 现在可能比乔白那小子差了点 苏暖赶紧安慰爷爷 乔白可比不上他 爷爷永远是最高的位置 暖暖 外公外婆身体还可以的话 今年你妈妈的忌日 就请他们回国一趟吧 到时候 爷爷带你们去看看他 苏暖拉着乔白说 爷爷果然没有生气 但是 乔白现在却有点生气了 爷爷位置比他高 也就算了 如果以后生了儿子 他在苏暖心里 是不是位置 也要比他高 苏暖却说 他们以后肯定要 好好地爱儿子 乔白吃醋地说 只许生女儿 苏暖觉得 这样吃醋的乔白好可爱 在苏暖睡觉的时候 小白心里暗想 生儿子也不错 可以在他无暇顾及的时候 替我照顾暖暖 要不他们生一个女儿 和一个儿子吧 这时 凯瑟琳突然出现 乔白一愣 凯瑟琳主动地邀请乔白 可不可以陪他一起逛一逛 这样 他会十分开心 这时传来了尖锐的声音 那个女的 你在干什么呢 米勒看见凯瑟琳 张口就骂 你这个女人 真是不要脸 碧驰 人家老婆还在旁边呢 你居然这样 喂 女人 你刚才和阿白挨得特别近 是想干什么 凯瑟琳推了一把米勒 你这个疯女人居然敢诽谤我 我让警察抓你进监狱 米勒一时没站稳 乔白便拉住了他 米勒反推向凯瑟琳 凯瑟琳却跌入了池子中 一群人赶紧赶来 凯瑟琳公主 你没事吧 凯瑟琳觉得十分没面子 让人给他被撤回家 米勒很担心 他这次是不是给苏暖添麻烦了 苏暖说 没有关系 他的小姨还是王妃呢 啊 外国那个华姨王妃 是你小姨 米勒想和苏暖说一些事情 但是 看乔白在一旁 有一些尴尬 于是 苏暖让乔白 先去和外公聊聊天 米勒对暖暖说 暖暖 那个公主很明显 对乔白有意思 这种事 怕是王妃也帮不了你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苏暖很淡定 他和阿白 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了 要着急 早就急死了 两情相悦 就彼此信任 如果无法继续信任 又何必继续在一起呢 米勒却黯然神伤 暖暖 你还记得海商吗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 听说陆海生 已经和白家的女儿订婚了 下个月就要结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信任他 我又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苏暖抱住了米勒 他一定会帮他去打听出一个方法 这次轮到苏暖 来保护米勒 两人进入到餐厅中吃饭 外公夸奖乔白 小伙子西装革履的 没想到还亲自下厨 暖暖找到的丈夫 让外公放心 苏暖望向乔白 原来乔白又用自己的好厨艺 收买了外公的胃 家人其乐融融地吃着饭 一旁小姨打趣地说 怪不得回来做菜 先做鱼去 留到最后才端上来 原来心里想的全都是老婆 凯瑟琳的请柬送了过来 凯瑟琳邀请乔白和苏暖 参加明晚的宫廷宴会 米勒握住苏暖的手 他相信凯瑟琳一定是去告状了 出了什么事吗 需要我们帮忙吗 没事的 无论有什么情况 只要我和阿白在一起 就不要紧 随后 乔白让苏暖的小姨 帮忙转告给凯瑟琳 明天 他们一定会按时拜访 苏暖穿着晚礼服 来到了宴会 不管怎么说 凯瑟琳也是国家的公主 有些事情 还是不得不防 乔白拉着苏暖 暖暖 这边是不是太吵了 等一下 我们就回去吧 苏暖却觉得他们 才刚来就走 小姨会难堪的 而且是皇家宴会 来的都是外国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是多好的推广机会啊 威宇女装 就此走上国际舞台 乔白不禁夸起苏暖的敬业精神 看来应该让陆海生 给他加工资了 听见乔白提起陆海生 苏暖很担心 米勒和陆海生之间的事情 米勒说 陆海生要跟别人结婚 是真的吗 乔白说 消息是真的 不过陆海生没有打算真的去 苏暖十分生气 什么意思 又要跟人结婚 又根本不打算去 这也太炸了 让那个女孩子怎么办 又让小乐怎么办 乔白解释说 他还没准备完 没办法直接甩手离开 乔白只好继续走家族联姻的仪式程序 不过他尽力不让外界报到 夜失眠的时候 女方的面子太难看 苏暖问陆海生在准备什么 为什么连对米勒都不能说 乔白却真的不能告诉苏暖 但是让苏暖相信他 陆海生不会辜负米勒的 乔白发誓 如果陆海生敢对不起米勒 到时候 他就去帮苏暖打那个负心汉 乔白扯了扯苏暖的嘴角 你总这么多思多虑的 我们的孩子 以后会嘴角下垂的 快笑笑来 旁边突然响起一声惊呼声 这位美丽的女士 请问您的礼服 是在哪里定制的 我读书时的专业 就是服装设计 我对您身上的 这套礼服的设计理念 和细节表现 感到非常赞赏 这是我们公司 新出的设计品牌 很高兴您能喜欢 我们的服装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您有高端定制需求 欢迎联系 苏暖地上名片 王子称赞道 原来您就是 卫云公司的设计师苏暖 我前一阵子遇到齐老 他还对您去年 在秋季服装发布会的 临场表现赞不绝口 两人聊得开心 乔白却在一旁盯着男子 这男人很不对劲 眼神斜斜的 这个人并不简单 还是不要与他太亲近比较好 乔白和男子客套了两句 带着苏暖离开了 王子对背后的凯瑟琳公主说 这就是你想要的男人 那个男人凯瑟琳 可以自己搞定 凯瑟琳需要凯基尔兄长 替他狠狠地惩罚苏暖和他朋友 让他们知道 在外国谁才说的算 不然我们皇室就颜面尽失了 男子应下了请求 等会儿你去把那个男的伴主 剩下那个女人就交给他了 乔白让苏暖在座位上 等着他去一趟卫生间 而王子在这时又找到了苏暖 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 苏暖面对着王子 突然站起鞠躬 您好 我正在等我的丈夫 王子问苏暖 愿不愿意看看奥尼老师的原稿 苏暖此时很犹豫 但是奥尼老师的原稿 让他很心动 苏暖女士 您好像有些顾虑 我可以告诉您 我的身份 是外国的王子凯基尔 您现在放心了吗 听到王子这样说 苏暖也不好拒绝 乔白出来后 一直找不到苏暖 凯瑟琳趁机而入 乔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您能来参加宴会 我很高兴 乔白蜿蜒谢绝 凯瑟琳上前搂住 乔白的胳膊 继续说道 我昨晚才听说 您是燕京乔氏的人 女王陛下对你很感兴趣 所以采纳了我的建议 特地邀请您 前来参加皇室宴会 能收到女王陛下的邀请 是我们的荣幸 曹白甩开凯瑟琳的手 乔先生真狠心 我特意来找您说话 您却连个正眼 都不看我一下 难道我今晚的礼服不好看吗 乔白如他所愿 问凯瑟琳他的妻子去哪了 凯瑟琳颤抖地说 您妻子到哪去了 我怎么会知道 乔白问他 皇室有一个会说汉语的 王子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凯基尔以为我认不出他吗 这时苏维也来了 问乔白苏暖去哪了 女王殿下也过来了 亲爱的乔先生 许久未见了 您的风采依旧如此非凡 不过这是怎么了 难道您和我的女儿 有什么误会 听到女王陛下与乔白早就认识 凯瑟琳觉得自己闯了大祸 另一边 王子正邀请苏暖品茶 苏暖却觉得 王子乖乖的 一直在盯着他 他想要离开 那真是太遗憾了 既然苏暖小姐想走的话 就请吧 还没走到门口 苏暖就晕倒了过去 王子将苏暖抱进房间当中 当他刚想亲吻苏暖时 苏暖却吐了出来 苏暖在昏迷当中 好像听见了小姨的声音 等到苏暖苏醒时 他看见乔白在自己的面前 乔白问医生苏暖怎么样 为什么苏暖突然变得这么虚弱 那杯查理有没有鬼 他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王子被打得鼻青脸肿 还是喊出住口 那女王陛下也和医生说 苏暖女士有什么情况 就在这里如实告诉乔先生 医生说 查理确实有催情功能的药 但是因为 这位女士的早孕反应全吐出去了 她现在只是单纯的嗨喜 休息一下就没问题了 小姨嘱咐乔白 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两位老人 他们的年纪大了 乔白却给女王说 你的儿子居然给客人的茶水里下这种东西 这样的待客知道 如果您不给个让人满意的答复 我自有我的办法 让你们的王子和公主 再也不敢倾见异国的客人 女王陛下心里十分生气 凯基尔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蠢事 事到如今 就连自己也没有办法保护他了 于是 女王陛下立即宣布 凯基尔终身不再享有王室血脉的权利 他会将他流放到外国最艰苦的地方 并且永远不得离开 凯瑟琳想要替王子求情 但是女王陛下心意已决 但是仅仅如此 乔白仍然不满 女王陛下对乔白表示抱歉 使他教祖无方 但是他没有办法再给他儿子更重的处罚 苏暖想要让乔白带他回家 他不想再在这个宴会厅待着了 临走前 乔白威胁说 女王陛下 无论是凯瑟琳还是凯基尔 我都希望不要 再出现在我能看见的地方了 哪怕是苏家大宅礼 我也绝不接受 乔白将苏暖送回家中 去和外公打了一声招呼 外公看两个人回来了 问他们宫廷宴会有没有去 但是乔白却说过两天可能会回国 所以想了想 还是要和外公先说 外公却很惊讶 他们才见面没多久 就不能多住几天吗 乔白解释 苏暖这次出国本来就是公差 没有太多时间预留 而且 他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 早点带他回家 他也好放心一点 等到乔白回国安顿好苏暖以后 天气暖和了 他便来接外公和外婆过去 暖暖的爷爷也说 想要请他去看一看女儿祭拜一下 苏暖的外公 知道乔白有心了 他只是 想到他的外孙女长这么大 他一共才见了他几天 这么快就要走 他老头子 心里还是舍不得 乔白希望外公可以相信他 当年乔白对暖暖爷爷也说过 一定会对暖暖好 爷爷到现在为止 都没失望过 外公看了看他 转身离开 好 哪天走合适 你们自己看着吧 乔白轻笑 谢谢外公 晚上乔白坐在苏暖的床边 苏暖微微睁开眼 乔白说过几天 他就会安排飞机回国 但是苏暖想再多待几天 他舍不得外公外婆 他们这两天 已经给他讲了很多妈妈以前的故事了 但是乔白真的很不放心 同时苏暖也很担心 今晚的是会让小姨以后 在王室里面受到迫害 乔白表示 如果他们还想保留 他们王室的尊严 以后只会更小心地对待小姨 外公外婆也不会有事的 让苏暖不要再担心了 乔白想起 苏暖因为孕土 而没受到毒害 他们的宝宝 果然在小白不在的时候 保护着苏暖 苏暖在梦里梦见了妈妈 第二天一早 苏暖一起床 便看见了略显疲惫的乔白 乔白解释说自己 只是很担心苏暖和孩子 苏暖让乔白不要担心 他可以先睡一会儿 有什么事情 苏暖会喊外公和外婆的 苏暖唱着妈妈唱给他的歌 哄着乔白入睡 要是妈妈还活着 看见这一切 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苏暖想起他和妈妈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认为他的宝宝 一定会生活得很开心 因为他的孩子有一个好爸爸 米勒这是给苏暖打电话 电话端的那人却支支吾吾的 苏暖问发生了什么事 米勒说他看到了苏暖的爸爸 几人坐在一起聊天 米勒说他只是看着像 但是并不确定 是不是苏暖的父亲 因为妈妈的事情 爷爷将爸爸赶出了林家 他也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 这么多年他依然是恨他的 但是他又想见父亲 苏暖望向一旁的乔白 乔白这么累 但是听说了以后 还坚持陪苏暖过来 就是为了让苏暖 能够见一见爸爸 不要留遗憾 米勒表示自己过两天 就要回国去了 问苏暖要不要一起走 这是传来了吵嚷的声音 苏暖听着这个声音 真的很像自己的父亲 他的手微微颤抖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面对父亲 父亲此时看见了苏暖和米勒 主动过来打招呼 父亲比了比头发 和苏暖说他和以前有些变化了 头发都长长了 接着问苏暖能不能替爸爸付一个账 苏暖本来以为刚刚父亲是认出了他 才这么高兴 原来只是将自己当成了金主 米勒让苏暖不要理他 他们赶紧走 但是苏暖却表示可以帮他付款 不过父亲必须要答应他一件事情 他却摆出一副爸爸的架势 苏暖 你怎么还跟爸爸讲起条件来了 苏暖其实也可以不给他付钱 不过父亲要去找他的好女儿林轩 让林轩乘飞机过来给他付账 父亲只能答应 苏暖问父亲 有多少年没有去祭拜母亲了 父亲找理由 说他这些年一直不在国内 苏暖表示 只要去妈妈的坟前看望他一次 就可以帮他付钱 父亲敷衍了一下 让苏暖赶紧付钱 于是苏暖和钱太说 这位先生的账是多少 我付一半的钱 听到一半的钱 父亲有些惊讶 苏暖却表示 他是因为担心父亲不能行动 说完便离开了餐厅 保安们拦着父亲 让他节庆账务后再离开 看着他们的背影 父亲开始埋怨起 苏暖是一个白眼狼 米勒称赞苏暖的行为 刚当林明星的表情 可太有意思了 乔白注意到 米勒此时的心情 暖暖 你要是不开心 我们就先回家吧 米勒也要回到酒店再演戏 苏暖在路上对乔白说 我爸爸肯定不会去看妈妈的 他只是在敷衍我 只是为了让我给他花钱 他不会去的 我只是想帮我妈出口气 但是我却做不到 我妈妈的遗憾 怎么也弥补不了 阿爸我真没用 我妈妈后来特别后悔 没有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离开 我现在才明白 我妈妈当时一定又孤独又害怕 我现在才能理解她 我爸爸伤害她太多了 门暖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你妈妈会感激你做的事情的 乔白抱住苏暖安慰地说 苏暖也想到了妈妈的遗言 他也想妈妈了 决定过两天和米勒一起先回国 苏暖临走前外婆 交给苏暖一个手镯 那个东西是当年外婆的妈妈送给外婆的 是他们家一带带船下来的 他一直没来得及给苏暖的妈妈 既然苏暖来了 给他也是一样的 外公也将外孙女和外曾孙 托付给乔白 乔白让外公放心 燕京是他的地盘 两人搭乘飞机回到燕京 下了飞机后 二人直接回到林家庄园 乔白说 以后如果苏暖想外公外婆了 就可以乘坐私人飞机 飞去外国 夫妻两人谈笑风生 楼上的林轩却十分嫉妒 二人一进屋 苏暖便抱住了爷爷 问他有没有想他 苏暖说他一回国第一时间就来见爷爷了 爷爷十分高兴 他知道暖暖孝顺 不过现在可得注意一些不能又跑又挑又跑又蹦的 爷爷担心另一个曾孙 林轩站在一旁 表情殷勤不定 林妇也出现在了庄园中 他和苏暖客套两句 便张口要酒店里剩下的半份饭钱 苏暖没想到林妇居然已经祭拜过他妈妈了 但是居然只记得要钱 爷爷听见这段话便气不打意出来 苏暖十分生气 便主动要求离开回房间休息 让乔白陪爷爷休息 林轩却在苏暖背后一直跟着他 苏暖忍无可忍 回头问林轩他是不是有什么事 林轩知道没有人给他苏暖的新号码 就连秦真也不说 宋苏暖表示 换号也是为了防止秦真骚扰他 林轩问苏暖 他了解秦真吗 苏暖让林轩有话直说 林轩开口 苏暖 我本来也有个孩子 但是上星期我没保住他 当我从楼梯上摔下去后 就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是秦真杀死了他的孩子 林轩不知道 是不是他做的坏事太多 所以上天将他做妈妈的权利给剥夺了 那可是秦真自己的孩子 他居然一点也不在乎 苏暖递给林轩一个手帕 他没接 转身便走了 乔白注意到 林轩是跟着苏暖一起出来的 便出来找他 苏暖让乔白不要担心 林轩只是和他聊聊天 可能林轩就是想要找个人诉诉苦 发泄一番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很诡异 林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也看不见秦真 于是苏暖拜托乔白 替他查一件事情 几天后 苏暖和乔白走在回家的路上 林妇却突然出现 苏暖紧备地问林妇 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林妇表示自己 只是来看一看他 就算不是为了看一看他 他也来探望一下老亲家 乔白婉言谢绝 他的妈妈才回国不久 还不太适应国内的变化 实在不便探望 还是希望林妇回去 林妇将自己的贪婪显露在脸上 暖暖 我听说 你手上有零十百分之十的股份 元旦家宴的时候 三伯跟你要 你坚持没给 你做得对 咱们家的东西 怎么能便宜了他们家 得让爸爸来保管才妥当 你说是不是 你放心 该给你的分红到十都会给你 再说了 你嫁到乔家了 还在乎那几个钱吗 苏暖没有想到 林妇还是这个样子 二人走过 苏暖表示 爷爷给他的股份 他谁也不会给 林妇威胁苏暖 伊草院 他不会希望 这里没了吧 那好歹也是爸爸和妈妈一起住过的别墅 爸爸不想这样 但是你又不帮爸爸怎么办才好 真头疼 林妇装模作样 苏暖忍无可忍 乔白却说 伊草院他用三千万买了 林妇还想贪婪的多要钱 但是乔白说 可以让林妇挂到房产中介那边 以燕金现在的情况 绝对不会卖出去 林妇被他们威胁 乔白却从兜中掏出一张卡 这里一会儿会有两千万汇入 等会儿会有律师 找他走具体的程序 刚刚的三千万变成了两千万 林妇还想要回原来的钱 但是乔白却说 如果再待下去 价格或许还有变化 林妇只好忍气吞声 拿到伊草院的房产证 苏暖十分开心 这样和林妇断了也好 虽然在林老爷子知道这件事情后 就立马打了个电话 但是那时候 林明星已经在这个三千万离开了燕金 或许这件事也正是妈妈的警示 有些事终将必须去面对 暖暖你可真好命啊 米勒勒拖着疲惫的身体来找苏暖 我忙死忙活的 在公司撑着那么大的产业 你居然带薪休假 还旅游 为了弥补米勒 苏暖问米勒 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我却并不在意那些 他过来这一趟 只是为了看看苏暖有没有恢复 下午还有个案子的会议要开 如果想要犒劳他的话 帮忙去跟乔白说一声 让他把倩米勒的东西 赶快还回来就好了 乔白回家后 苏暖问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乔白却留了个心眼 这个嘛 等我们从普罗旺斯回来你就知道了 时间正好赶上陆海生的婚礼 乔白让苏暖不要担心 那丫头已经做好决定了 陆海生婚礼上 苏暖看着伴娘团中的叶兰星 她是珠宝商叶家的独生女 跟新娘关系最好 这次伴娘团以她为首 同时她也是秦珍的外遇对象 秦珍在外面有女人 林轩是知道的 同时叶兰星现在知道林轩的存在 刚开始双方都不在意 只是后来叶兰星使用了一些小手段 而林轩一面笑着女人的愚蠢 一面都无视了 直到对方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她家 林轩才发觉到了危机感 所以等她怀孕后 一直想找机会给秦珍一个惊喜 可是林轩给了叶兰星一巴掌后 叶兰星便将她推下了楼梯 从此林轩彻底地丢了秦珍 甚至赔上了自己的孩子 如果当初林轩没有抢秦珍的话 那么现在经历了这一切的 会不会是她 苏暖在心里想 这时秦珍和林轩出现在了婚礼现场 但是二人貌合神离 众人议论纷纷 同时叶兰星也在议论的焦点之中 苏暖听着众人聊天的信息 心里思绪万千 如果计划让秦珍得手 那么说不定 每天秦珍就能吞并林氏集团 看见苏暖皱起眉头 乔白将一半橘子塞入苏暖的口中 阿白 你和陆海生聊完了吗 你和他说了什么 看他那一脸神清气爽的样子 我就很不爽哎 乔白听见后 扯开了话题 问苏暖和米勒宁染在聊什么 但是苏暖表示 那个是女人间的秘密 乔白只能给苏暖包橘子来多哄哄她 秦珍望着恩爱的两人 面色阴暗 一旁的林轩在她的伤口上撒盐 秦珍威胁林轩 最好不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不然她不会放过她 林轩轻蔑一笑 到了现在 秦珍还以为是自己放不下她吗 随即戴上面具 拉着秦珍去见林瑶 不一会儿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叶兰星当众扇了林轩一巴掌 真已经不爱你了 你还赖着不离婚 林轩看见这一幕 好像回到了从前 难道这就是报应吗 林轩表示 你面前站着的这个男人 就算不爱她 也是她林轩的合法丈夫 他们两个 不过都是她手里可悲的提线木偶罢了 而她叶兰星 不过是个没名分 人人唾弃的小三 充其量 也不过是秦家传宗接代的工具罢了 秦珍听不下去 一巴掌打在了林轩的脸上 看见这一幕苏暖鼓掌 秦先生真是好本事 在外面打老婆 还没有半分内疚感 真是让人惊叹 秦珍刚想解释 苏暖便甩了她一巴掌 林轩就算再不堪 也是我林家的人 还轮不到 你一个外人来教训 如果你敢给林家抹黑 我苏暖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望着一边失落的林轩 苏暖说 你不是挺有能耐的吗 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还真不像你 怎么就这么被打败了 别人给你一巴掌 你还回去的勇气也没有吗 林轩你这样 我会觉得 你不配当林家的人 结婚典礼上 陆海生和白家的女儿 手牵手站在前面 突然米勒穿着一套婚纱出现 大声喊着陆海生的名字 在庄重的婚礼气氛中 米勒突然穿着婚纱 出现在红毯的尽头 陆海生 我就在这儿 你是留在这儿 还是跟我走 陆海生看着米勒 笑着说 跟你走 我将会一无所有 米勒却不在乎 他养他 接着 陆海生又问米勒养他多久 米勒回答 当然是一辈子 陆海生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答案 伸手牵过米勒 便逃了婚 保镖们赶紧跑出去追二人 记者们也蜂拥而上 但是却被宁然口中的 爆料所吸引 随后 苏暖让人把外面的门锁上 不要让保镖追出去 两个家族的人 希望乔氏家主和雷氏家主 可以将两位夫人带回去 但是二人聊天 根本没有管他们 白家小姐和叶兰星 想要追出去 却被苏暖拦在中间 要追过去 就先从我身上跨过去 乔白也在此时 给了苏暖有力的支撑 乔氏的酒店 如果乔夫人不想让大家离开 还请大家多多配合 不久后 秦珍问苏暖找他什么事 苏暖却静止掠过他 问林轩要不要一起去吃饭 秦珍十分生气 他质问暖暖 是不是忘了 这个恶毒的女人 对他做了什么 林轩听到秦珍的形容 谢绝了苏暖 却被苏暖拉起手 吃完午饭 一起回家吧 一起回林家 林轩没有想到 没有数落 没有埋怨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回家 似乎透露了心疼 竟然如此温暖 苏暖和林轩 站在林家庄园的桃花树下 林轩仿佛第一次看见这棵树 他从来没有发现 那树上的花朵 透着露珠 娇小可爱 林轩问苏暖 刚刚和爷爷商量的事情 需不需要他的帮忙 嘴硬地说 自己只是想要帮林家 并不是想要帮苏暖 自己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股份 但是还是林氏的财务总监 总归是可以帮上忙的 苏暖心下了然 接受了林轩的帮助 而且 这件事情 也只有林轩可以帮他 第二天 苏暖走在上班的路上 却被叶兰兴 和白家的女儿拦住路 他们是为了昨天的事情 来讨一个公道 苏暖却出言讥讽 叶小姐 你这个抢欧姐姐丈夫的人说 这种话也太荒唐了 缺得的到底是谁啊 叶兰兴面上下不来台 让苏暖这个外人 不要多管闲事 苏暖将原话还给叶兰兴 米勒和陆海生谈恋爱 要结婚 也不关叶兰兴这个外人的事 叶兰兴见说不过他 抬手就想给苏暖一个巴掌 却被秦真拦住 秦真解释说 苏暖是乔家家主夫人 同时还是孕妇 打不得 叶兰兴这才知道苏暖的身份 白家小姐也在此时 劝叶兰兴离开 叶兰兴不甘 却只能离开 走之前询问秦真要不要一起 但是秦真拒绝了 离开前 叶兰兴心生疑问 为什么秦真都要和林轩离婚了 还要保护林家人呢 两人走后 秦真劝苏暖 不要和林轩有过多交流 一定要小心和林轩的交往 不然林轩会害了苏暖的 苏暖一副了然的模样 她知道秦真只是害怕 苏暖知道对她不利的事情 怕自己的完美计划被打破 秦真解释 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苏暖 但是苏暖接下来的话 却给秦真判了死刑 为了我 伤害我的亲人 为了我 却抛弃了我 秦真 从你背叛我的那天起 我们就什么都不舍了 说完苏暖便离开了 只剩下秦真一人 目自欲裂 秦真极端地想着 等乔家垮了 以我的身家 你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 暖暖 你是属于我的 乔白坐在书桌前 面前是一封密函 信中的计划目的 直指瓦解燕金三大家 控制整个华夏国经济 乔白前几日收到消息 有人正在洞桥市的股份 叶家的股份 也开始走向不明的地方 雷家和陆家的下属公司账目 也开始出现问题 难道那些外国组织 是打算从华夏国 有些影响力企业入手 从而扩张自己的恐怖主义吗 乔白一边想一边下楼 苏暖一人坐在沙发上 聊着临时的案子 因为秦真的丑事 大波一怒之下 将他的负责权撤销 但是对方又只和秦总合作 他感觉十分为难 乔白看了看资料 对苏暖说 这个项目的投资方向 本来定在了外国 公司那边没有很好的协交人 于是选了L国 不如将L国的投资推掉 定在外国 由苏暖担任协交人 苏暖听见计划以后 十分心动 等他可以在临时董事会 站稳脚跟 就能同秦真抗争 夺回被他卷走的股份 随即苏暖旁若无人地说 自己碰见了秦真 这几天才发现 他变得多么虚伪 同时也感叹秦真原来的忠心 精明和帅气 乔白听见后 十分吃醋 叼起一块苹果 就吻上了苏暖 苏暖十分害羞 问他为什么突然这样 乔白却说 苏暖一直在他面前夸其他男人 他是会吃醋的 他就轻轻 不碰 一个月后 苏暖挺着运渡穿着干脸 打算出席临时的董事会 乔白问需不需要送他或者接他 苏暖都拒绝了乔白 中午结束后 他要和爷爷一起吃饭 望着苏暖的背影 乔白十分担心 直到助理提醒才回过神 要他把林氏和秦真的消息都交给他 同时也让L他们多盯着点 苏暖此时也来到了董事会的现场 一切都该解决了 秦真在家喝着闷酒 一个个失败的消息传来 回忆涌上心头 他不明白 到底是那一步做错了 他只是想给暖暖更好的生活 叶蓝星这时走了过来 担心地看着秦真 又觉得他可爱 忍不住夸赞 林轩那女人这么久了 还不和你离婚 谁叫我的真 这么优秀呢 秦真摸到了叶蓝星的手 以为苏暖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深情地说 我爱你 叶蓝星听到后 十分激动 秦真却脱口而出 暖暖 另一边 苏暖的月份大了 来到林氏集团 想和大伯请董事会的假 林轩一出电梯门 就看见苏暖挺着大肚子 站在门口 忙去搀扶 苏暖打去说自己是来请假 不然担心董事会坑了他的钱 林轩却表示 财务最终都要经过自己的手 他会替苏暖监督 二人其乐融融 这段时间 他们没有以前的针锋相对 也没有互相的酸涩讥讽 他们现在的关系 更像是一对普通的朋友 两人走在路上闲聊着 林轩说自己应该算是宝宝的大姨 不知道到底是男是女 马路对面的车子内 叶蓝星看着两人在路口分别 一脚油门就冲向了苏暖 林轩没有半分犹豫 将苏暖推开 二人倒在血泊中 乔白正在会议室中开会 助理慌忙跑进来 说苏暖遭遇了车祸 乔白吓得瞪大瞳孔 苏暖此时觉得自己正身处黑暗中 周围都是滴滴答答的水声 只有面前的亮光带着一丝的温暖 他刚想向那边走去 便被林轩拉了回来 你不能去那边啊 我的外甥还需要你呢 笨蛋妹妹 手术室外 几人焦急地等待 乔白坐在凳子上不停地祈祷 苏暖会没事的 他想起了他们的出狱 苏暖请他吃了一个热包子 而后来 自己在相亲大会上又一次碰见了他 那时便决定两人一起过一辈子 乔白咬紧了牙关 恳求苏暖不要丢下他 另一边 苏暖却很惊讶 为什么自己会看到林轩 林轩却说 自己是来和苏暖告别的 虽然他也不想这么走的 虽然他后面的生活过的不如苏暖 但他还可以再努力努力 说完 林轩顿了顿 接着告诉苏暖 不过救了他 林轩觉得自己走的也挺值得的 林轩让苏暖快回去 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多 他好不容易一命换一命 救了小家伙 可不能让苏暖就这样抛弃他 说着 一股力量带着苏暖向上升去 林轩在世间 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东西了 只是很遗憾 没能亲口听到小外甥 叫他一声大疑 苏暖哭着伸手 想要去购林轩 林轩很感谢苏暖 还能想着他 但是还是 让苏暖快回去 毕竟乔白还在等着他 这时 乔白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苏暖听见了乔白的呼喊 想起了两人第二次见面 乔白便主动来求婚的事情 之后 苏暖就慢慢地苏醒了过来 夫妻二人因这一次的生理死别 对此刻的幸福倍感珍惜 几周以后 苏暖带上花钱来 祭奠林轩 他一个人在墓碑面前 叙叙叨叨 林轩 我来看你了 你的小外甥平安地出生了 虽然不足月 也有五斤多呢 名字叫乔义 等孩子再长大点 就带过来看看你 我呀 恨了你二十年 你抢走了秦真 抢走了爸爸 还抢走了我的身份 让我见不得光地 在林家活了二十多年 可最后你却救了我 谢谢你 姐姐 苏暖忍不住泪湿了眼眶 苏暖又一次来看林轩的时候 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姐姐 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呢 国外的某个组织 竟然想要控制整个华夏国的经济 而林氏也被卷入其中 不过不用担心 这股莫名的势力 终究在政府的帮扶下 由三大家族联手出击 而最终宣布落败 林氏的款项全部追回 就连秦真手上的股份 都赚了回来 秦真去向不明 阿白说 可能是跟着那些组织的人 撤退到了海外 秦家 也因为秦真举驾离开了燕京 叶兰星因蓄意谋杀判刑 关到了外省的监狱去了 米勒那丫头也回来了 她在国外还生了个女儿 小名叫红豆 当时看到陆海生背后背着一包 手上拿着奶瓶 抱着孩子 那样子 和他真不搭呢 小乐还说要把小红豆嫁给你的小外甥呢 阿白 还因为这句话和陆海生争执了起来 姐姐 请好好休息吧 几年后的爱秦海 米勒正在给苏暖化着新娘装 宁然也拿着衣服来让苏暖换上 苏暖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直等到站在礼堂的门口 苏暖才意识到 自己是在办婚礼 门打开的瞬间 苏暖想起自己先前和乔白说的话 阿白 我希望未来可以有个靠海的房子 然后周围放满薰衣草 而乔白正站在红毯的尽头 等待着他的新娘 苏暖看着面前的一幕 忍不住哭了 乔白在一旁不知所措 经过短暂的休整 二人在主的见证下 完成了婚礼 你们是否愿意一生互相敬爱 无论环境顺逆 疾病健康 都将永远互相爱慕 互相尊重 终生不渝 我在主的俯视下 正式宣布 乔白先生 苏暖女士 你们二位结为夫妻 命运的齿轮在此刻转动 乔逸与宋子爱 相遇于左转的路口